《灵剑尊》第4051-4100章 作者 云天空 第4051章 神秘 作者 云天空 军部九大巨头 那仅仅是陆姊妹的公职而已 陆家家主的宝座 也仅仅是陆姊妹的家族身份而已 除了前两者之外 陆姊妹还是摩阳族内 白阳王国的女王 这才是陆姊妹 最引人注目的身份 事实上 所有军部在策的魔王 都是一国之王 他们都掌管着最少三百座群岛 摩阳族三千多在策魔帅 三百多在策魔王 其中 陆姊妹便是这三百多在策魔王中 最顶级的九人之一 即便在军部的九大巨头之内 陆姊妹也照样是可以排进前三甲的强者 只不过 陆姊妹虽然实力强横 但是一直以来 她的为人都很低调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的美丽掩盖了她的能力 让人下意识地 就会以为她是一个娇柔婉转的弱女子 可是事实上 一个拥有九十七段魔体的女子 你说 她是弱女子 那绝对是天大的玩笑 真正的情况是 黑光魔体 以及白光身体的修饰 根本不在乎所谓的权势和地位 她们追求的 是永恒的大道 她们追求的 是成就混沌战体 成为可以与祖龙 祖凤 祖七灵 以及星辰先门门主对抗的存在 成为与天地同寿 与日月同光的 无限的永恒 世俗的身份 地位 财富 权利 对她们而言 什么都不是 因此 黑光魔体以上的修饰 基本都进入了崩坏战场的核心 只有那里 才拥有足够的机会和资源 帮助她们 迈向混沌战体的境界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的陆子妹 正是下一任魔皇的候选人之一 九十六段魔体的杨昊 九十七段魔体的陆子妹 准九十八段魔体的江海 正在激烈地 角逐着魔皇的宝座 就目前看来 江海的呼声最高 基本已经锁死了魔皇继承人的宝座 排在第二的 就是陆子妹 至于那杨昊 只能排在第三位 试想一下 军部九头巨头前三 陆家的家主 白羊王国的女王 下一任魔皇候选人二号种子 而且 陆子妹的名下 更是拥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 这些财富可不属于陆家 也不属于白羊王国 更不属于魔羊族军部 他们只属于陆子妹一人所有 可以说 一旦娶了陆子妹 那绝对是人才兼得 虽然 陆子妹在帝都八美中 只排名第二 可是事实上 她却是全魔羊族内 几乎所有魔羊族男性 最想娶的人 孙美人虽然比陆子妹还美 但却不如她妹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身份 地位 权力 财富 等诸多方面 孙美人完全没有和陆子妹比较的资格 对比而言 如果陆子妹是那枝头上的凤凰的话 那么孙美人 不过是一只漂亮一点的孔雀而已 孔雀也很美丽 丝毫不逊色于凤凰 但是总的说起来 孔雀虽美 不过烦鸟而已 而凤凰之美 是雍容华贵 富丽堂皇之美 孙美人 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魔羊族第一美女 但却不是魔羊族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 陆子妹 才是真正意义上 全魔羊族男人 都梦寐以求的女人 无论你想要的是什么 只要娶了陆子妹 就都可以得到 娶了陆子妹 便可以拥有整个世界 至于说 陆子妹为什么会答应朱衡宇 这里面有很多种因素 首先 不管陆子妹的身份和地位有多高 也不管陆子妹手中的权力 掌握的财富有多强 总而言之 陆子妹其实还是一个女人 但就感情世界而言 她和绝大多数女人 没有一丝的分别 她也可能爱情 她也对男女之事 有着特别的好奇 她也同样憧憬着 能有个男人宠她 爱她 呵护她 让她感受到爱情的美妙滋味 只不过 因为种种原因 陆子妹真的很难随便和谁结婚 嫁给比陆家强的 整个陆家 很可能成为了她的嫁妆 一起被吞并过去了 嫁给和陆家差不多 虽然可以借此壮达陆家的势力 但是这么好的事 就算陆子妹愿意 可是别人不愿意啊 陆子妹不希望别人吞了他们陆家 那其他家族 自然也不希望陆家 吞了他们的家族啊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以陆子妹的身份和地位 不管和谁结婚 都必然会将两大势力 进行整合 组建成一支势力 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 即便不愿意 这些事情也一定会发生 即便双方没那个意思 最终也一定会走向那一步 至于那些身家不如陆子妹 希望娶了陆子妹 然后就此飞黄腾达的人 倒有的是 不过说实在的 陆子妹可一点都不喜欢 那些小白脸 什么本事都没有 全指望她一个女人养着 这样的男人要来何用 从记事起 陆子妹就是听着先祖 陆子骁与秦圣的故事长大的 陆子骁与秦圣的爱情 也是她最憧憬和向往的 因此 即便已经活了千万年的时间 可是为了心目中 那最纯真 最美好的爱情 陆子妹从来没有堕落过 甚至连堕落的想法都没有 否则的话 以陆子妹的天生媚骨 恐怕早就已经 跃变这世间的男子 成为一个烟尸媚形 风流无比的欢乐魔机了 不过这一次 朱衡宇确实让她动心了 长了这么大 活了这么久 朱衡宇是她遇到的 第一个让她无法读出新生的男子 这种不确定感 虽然让陆子妹感到非常的 没有安全感 可是没有安全感 患得患失的情况下 才会产生神秘感 而神秘感 恰恰是爱情诞生 最必要的土壤 确切地说 如果你对一个男人太了解 知道他的一切缺点和优点的话 那么你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是值得尾身的 吃着碗里的 看着盘子里的 脑子里还想着锅里的 永远是那么贪得无厌 永远不知道 什么叫满足 而朱衡宇 恰恰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男人 最让陆子妹看中的 是朱衡宇的聪明才智 以及胆量和魄力 朱衡宇不过平民家族的子弟而已 却在十几年之间 闯出了如此大的名堂 这真的可以说是太神奇了 就算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 陆子妹 像朱衡宇这么大的时候 也绝对没有朱衡宇的成就高 虽然暂时来说 陆子妹对朱衡宇的了解 其实还并不多 可是事实上 朱衡宇却是她自出生以来 唯一喜欢上的男人 这种喜欢 并不是源自朱衡宇的 某一方面的魅力 纯粹是源自她的神秘 这种神秘 其中一部分 是因为陆子妹读不出朱衡宇的心声 另外的一部分 则是因为自玄冰迷宫外 一直到现在 朱衡宇的所作所为 都实在是太神秘了 第4052章 星星之火 作者 云天空 站在陆子妹的角度 她虽然可以猜到 朱衡宇的一部分想法和计划 但是要说全盘洞察 却是远远做不到的 长相帅气 拥有非常高的实力和潜力 而且 人又非常的聪明 虽然陆子妹 还很难说爱上朱衡宇 可是她自己 也知道自己的事 这一辈子 她恐怕是无法爱上谁了 该接触的 该认识的 她基本都接触过 认识过了 可是没有人能让她满意 更别提什么动心了 只有这朱衡宇 方方面面 都非常的优秀 虽然谈不上爱情 但却能能让她 感到一丝心动 甚至于 能让她的内心 隐隐地感到一丝羞涩 陆子妹也是人 是一个比所有人都正常 都健康的女人 她和所有女人一样 也是有着内心的渴望的 她也想真真正正地 做一回女人 体会那传说中 销魂石骨的滋味 现在 陆子妹的情况 就摆在这里了 此刻的陆子妹 就犹如是过去的 秦圣魔皇一般 而此刻的朱衡宇 就犹如是过去的陆子霄 在这冰天雪地 与世隔绝的 冰皇魔宫之内 无论她和朱衡宇 发生了什么 都不会传出去 一如当年的秦圣 与陆子霄一样 他们在这冰皇魔宫内 度过了无数个 欢乐的日夜 可是整个摩阳族 却根本无人知道 即便是这一次 这些来魔皇行宫 探保的人 也根本不知道 陆子霄的存在 只有陆子妹这样 秦圣魔皇和陆子霄的 直系血清 才知道这样的绝密消息 因此 对于朱衡宇的提议 陆子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无比地动心 甚至于 她已经开始既羞涩 又无比期待 与朱衡宇洞房花烛的那一刻了 陆子妹很清醒 她知道 自己这一生 恐怕是很难结婚的了 至于说爱情 那就更不需要去奢望了 因此 既然这朱衡宇 看着这么顺眼 又如此的聪明 如此的有才华 如此的有能力 甚至于 还能勾起陆子妹的春心 让她的内心 犹如那水波一般荡漾开来 虽然陆子妹一直以来 都洁身自好 但是越是如此 其实她内心挤压的火焰 就越是旺盛 几千万年的火焰积累下 不爆发还好些 一旦爆发开来 绝对会瞬间肆虐开来 焚毁一切 别看暂时来好 陆子妹只是对朱衡宇 有一丝好感 内心里 也只是对朱衡宇 有一丝喜欢 陆子妹的春心 也只是掀起了一丝微蓝而已 可是古语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而且 陆子妹可是天生媚古 这样的女人 其实尤其的妩媚 尤其的性感 也尤其的需要男人的抚慰 这样一个女人 却强行压制了自己 数千万年 虽然暂时来说 她还不觉得 可是那只是因为 她这一桶 毅然一爆的火药 还没有沾染到火星而已 当然 这前面的一切原因 即便加起来 其实占的比例 也最多只有四成而已 若朱衡宇只是凭借这些 是没可能得到陆子妹的垂青的 真正打动了陆子妹的 让她无法拒绝的 是魔皇行宫之内 封存着的玄兵之力 玄兵魔皇临死前 将自己的玄兵之力本源 全部注入了陆子霄的身躯之内 既然已经是必死无疑了 她又何必带着玄兵之力 一起下黄泉呢 因此 在临死之前 在陆子霄的怀抱里 她将玄兵之力的本源 送给了陆子霄 可是 玄兵魔皇 还是不太了解陆子霄 陆子霄 对秦圣的爱 又岂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秦圣都死了 她即便还活着 又如何 她的心 已经随着秦圣 赴了那黄泉路 即便还活着 她也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 陆子霄没有选择独活 在将完整的玄兵之力 彻底剥离 并且封存之后 失去了玄兵之力庇护的情况下 陆子霄自然对抗不住极地之力 和秦圣一起 瞬间被冻结成了冰雕 而陆子霄之所以想要玄兵之力 可不是为了自己耍威风 她是想重现先祖的荣光 她是想振兴摩羊族 带领着摩羊族重新崛起 她为的是千千万万摩羊族的百姓 她为的是魔族的千秋大叶 至于你说 她又没有为自己的私利考虑过 这当然是废话 所谓 人不为己 天诛地面 陆子妹想要成为绝世强者 陆子妹想要成为忠心之皇 陆子妹想挣得黑光魔体 白光圣体 甚至是混沌战体 这一切的一切 都确实是她内心里所渴望的 人原本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个体 没有人能把宫和司 完全地切割开来 而且说到底 陆子妹也是人 除了实力强点之外 她和孙美人 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一定要说区别的话 那么这个区别就是 陆子妹敢想 敢做 而且确实可以做到 至于孙美人 恐怕连这种想法 都不敢有 在陆子妹看来 只要有了悬兵之力 她就可以重现 悬兵魔皇昔日的荣光 她就可以再组 魔羊族无敌海军 她就可以带领着魔羊族 再次成为纵横与四海之上 所向无敌的一代魔皇 有了悬兵之力 魔羊族的子民们 就再不需要被那些妖族 自意屠杀 随意掠夺了 有了悬兵之力 总而言之 陆子妹之所以肯答应 朱恒宇的这个要求 有六成原因 为的是这天下 为的是这黎明百姓 其他的因素加在一起 也不过占了四成而已 如果说 牺牲她一个人 就可以救魔羊族 所有子民的话 那么这样的牺牲 她是愿意的 陆子妹真的很能理解 当年的秦圣 秦圣爱的是谁 没错 她爱的是陆子萧 可是 秦圣娶的是谁 没错 她娶的是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秦圣的正式妻子 并不是陆子萧 在即将死亡的时候 秦圣没有回秦家 去见她的原配夫人 而是跨越了重重大海 一路回到了极地核心 回到了陆子萧那里 最后 秦圣虽然死了 但是她死前 却是微笑着的 能死在陆子萧的怀里 她已经是死而无憾了 而且 陆子萧也紧紧地追随着她 一同赶赴了黄泉 很显然 秦圣对陆子萧的爱 并没有错 因为她也获得了陆子萧 对她深入灵魂的爱恋 而且 朱衡宇长得也算帅气 整个人看起来 无比清新 无比干净 非常的让陆子妹动心 如果那个人是朱衡宇的 陆子妹并不会心生抵触 甚至于 此时此刻的陆子妹 已经开始唇心荡漾了起来 这种陌生的感觉 让陆子妹很羞耻 但却又无比的心仰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 陆子妹都没有拒绝朱衡宇的理由 羞耻地抿了抿嘴唇 陆子妹用那双柔眉 如春水一般的眼眸 朝朱衡宇看了过去 羞涩地润红着面孔 陆子妹道 我可以答应你的这些条件 不过 我有几个条件 第4053章 盟约达成 作者 云天空 什么 听到陆子妹的话 朱衡宇顿时若有所思 他其实真没那个意思 他想要的是一个可靠的 永久的盟友 只有如此 他才能说服自己 把玄冰之力送给陆子妹 可是没曾想 陆子妹竟然误会了他 以为他是拿玄冰之力作为要挟 想要得到他呢 现在的问题是 朱衡宇似乎没有办法 拒绝这样的合作 任何盟友 也没有夫妻之间 来得可靠 朱衡宇不希望 如此强大的玄冰之力 掌握在未来的敌人手中 朱衡宇就算不在乎这玄冰之力 也绝对不希望这玄冰之力 为自己塑造出一个强大的对手和敌人 这玄冰之力 可是和僧罗之力 炼狱之力并列的 九大唯一传承的力量 类似的力量 整个魔阳族之内 也只有九个而已 而暂时知道的 已经出世的 就只有这三个而已 这玄冰之力的强横 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了 当年的玄冰魔皇 正是凭借着玄冰之力 与拥有着炼狱之力的魔王李牧 占了个不分胜负 现在 陆子妹已经完全复制了玄冰魔皇 当年走过的路线 而且 陆子妹身为女人 本就至阴至柔 单从她那天生的魅骨 以及柔魅如水的滋容上 就可以看出 她有多适合玄英属性的能量了 都说男人是火 女人是水 这句话真不是乱说的 不出意外的话 掌控了玄冰之力的陆子妹 将比当年的玄冰魔皇 还要强大 如果能娶了陆子妹为妻的话 那么朱衡宇在军部的最高层 也算有了能帮她说话的人 而且作为朱衡宇的妻子 陆子妹越强大 对她的帮助也就越大 这是朱衡宇能想到的 对玄冰之力最好的安排了 既然自己用不了 那么给自己的老婆用 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至于说 朱衡宇和陆子妹之间 是否有感情的问题 这在朱衡宇看来 根本就不是问题 要说爱情 那肯定是没有的 可是要说起感情的话 只要相处得久了 终究是会有感情的 虽然还没有爱情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关键在于 朱衡宇也并没有爱上其他的女人 至于说 朱衡宇喜不喜欢陆子妹 这其实就是一句废话 只要是兴趣向正常的男人 就没可能不喜欢陆子妹 扣除掉爱情的因素 这陆子妹 绝对是所有正常的男人 都梦寐以求的天生有物 而且 选择和陆子妹在一起 不代表着就放弃了爱情 没有人知道 两人之间到底会不会来电 会不会产生爱情 不过 最起码有五成的概率 两人之间会产生爱情的 因此 对于娶陆子妹做妻子 朱衡宇是可以接受的 权衡了一小会 朱衡宇断然道 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说好了 见到朱衡宇 没有否认自己的猜测 果然是想要得到她 一时之间 陆子妹那妩媚的面孔 瞬间羞得通红 陆子妹很清楚 一旦这个盟约达成 那么 在得到悬兵之力前 她便必须找机会将身子 给了朱衡宇 否则的话 朱衡宇怎么可能会相信 她是真心的 如果得到悬兵之力后 陆子妹反悔了的话 朱衡宇可是拿她一点办法 都没有的 而反过来说 如果朱衡宇得到她之后 却不肯把悬兵之力给她 那么 陆子妹有一万种办法 可以把朱衡宇折磨得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思存之间 陆子妹轻轻捂了捂烧的通红的脸蛋 快速地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好一会 陆子妹终于缓缓开口陈述了起来 陆子妹可以满足朱衡宇的一切需求 成为朱衡宇的女人 不过 一切的一切 都局限在这极地核心之内 一切的一切 都封闭在这冰皇魔宫之内 在这个与世隔绝 万籁俱集的区域内 朱衡宇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顾忌 这里的一切 只有朱衡宇和陆子妹知道 其他的所有人 都休想知道一丝消息 而一旦离开了冰皇魔宫 那么朱衡宇和陆子妹之间 虽然依然保持着这种关系 但这种关系 只有朱衡宇和陆子妹之间 心知肚明 其他的任何人 都是绝对不能知道的 在北极圈之外 朱衡宇与陆子妹之间 彼此的关系 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两人之间 并不会有太多的互动 如果朱衡宇想他了 可以随时可他送一封信 接到信后 他会尽量抽出时间 赶去冰皇魔宫 与朱衡宇私会 说白点 两人的夫妻关系 只在这冰皇魔宫之内有效 一旦离开了冰皇魔宫 两人之间便毫无往来 形同陌路 听着陆子妹的话 朱衡宇不由地苦笑了起来 很显然 陆子妹这是将他当成是情人了 在心里 他根本没有打算 和朱衡宇成亲 要知道 成亲可不仅仅是 彼此认可就可以了 两人互相认可 互相爱慕 然后在一起 那叫结合 而不叫结婚 所谓的结婚 一定要有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一定要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之下 才可以缔结的 类似陆子妹所说的这样 偷偷摸摸 不可对人言的 那真的只是情人关系 根本就不是夫妻 不过 对于朱衡宇来说 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她原本的目的 就是寻求类似的关系 而不是要娶陆子妹 而陆子妹 为了得到悬兵之力 显然也丝毫不介意 和朱衡宇保持这样的关系 很残酷 也很现实 无论是朱衡宇 还是陆子妹 考虑的都不是情感 而是利益 这个利益 不只是他们自身的利益 而是整个势力 整个摩羊族 甚至是整个魔族的利益 毫无疑问 两人之间 何则两利 绝对会一飞冲天 一统摩羊族 乃至整个魔族 重新恢复 魔族对崩坏战场的 绝对统治地位 而一旦朱衡宇和陆子妹为敌 那么整个摩羊族内 必将产生剧烈的动荡 大量的内耗之下 一个不小心 就有可能被妖族给灭绝了 到了那个时候 还谈什么振兴摩羊族 振兴摩族 从某种角度上说 朱衡宇和陆子妹 其实是同一种人 都是那种拥有着大胸怀 大气度 胸怀天下之人 为了天下苍生的福祉 他们不介意牺牲个人的幸福 因此 朱衡宇断然点了点头道 没问题 你的要求 我全部都可以答应 见到朱衡宇答应了下来 刹那之间 陆子妹的双眼中 猛然放射出无比锐利的光芒 不过很快 陆子妹双目中的神光一闪之间 便迅速收敛了起来 与此同时 陆子妹的一张翘脸 却瞬间涨得通红 红得像一块大红布一般 看着陆子妹低垂着脑袋 面孔红的 快要滴出血来的样子 朱衡宇先是一愣 不过很快便笑了起来 看来 不管实力有多强 权力有多高 女人终究还是女人 她们羞涩的天性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第4054章 美感耽搁 作者 云天空 好了 结盟的事 就这么定下来了 现在 咱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了 朱衡宇道 嗯嗯 羞涩的润红着脸庞 但是陆子妹 可是一个拿得起 放得下的魔王 因此 虽然还是很害羞 但是却迅速整理了自己的情绪 点头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 朱衡宇没敢耽搁 一路带着陆子妹 在迷宫之内 快速穿行了起来 每遇到一块毒牙假造的兵壁面前 朱衡宇便第一时间指明了位置 在朱衡宇的指点下 陆子妹只要释放一道魔能急动 便可以在未来三个时辰之内 使这道兵壁的强度和硬度 得到巨大的提升 即便白光圣体的大能轻质 也很难破损伤这道兵壁 在陆子妹释放魔能急动的同时 朱衡宇也没闲着 配合着陆子妹的魔能急动 朱衡宇铭刻下了一道延续符文 这延续符文并非是魔文 而是纯粹的符文 通常而言 符文之道是用来练起的 很显然 朱衡宇将这块兵壁 当成是一件盾牌在练制了 在延续符文的加持之下 魔能急动的延续时间 从三个时辰增加到了六个时辰 持续时间整整提升了一倍 看着朱衡宇寥寥几笔 刻画了几个简单的符文 便将魔能急动的持续时间 延长了整整一倍 一时之间 陆子妹看向朱衡宇的眼神中 渐渐夹杂上了一些赞叹和崇敬 陆子妹的禁卫军所用的战甲套装 就拥有着同样的功能 可是那些战装 可是陆子妹邀请军部的练器大师 精心锻造而成的 美文刻一套战装 都要消耗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 整个战装的表面 布满了繁杂而又玄奥的花纹 可是最终的结果 却和朱衡宇这寥寥几笔勾勒出的符文 功效差不多 专心于明刻符文 朱衡宇并没有注意到陆子妹看她的眼神 一路行去 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 先是由朱衡宇快速明刻一道延续符文 随后 陆子妹一道魔能急动释放出去 便完成了工作 很快 两人一圈转下来 将所有的路口全部都给堵死了 到此为止 整个迷宫已经变成了一个死胡同 转来转去 很快就又回到了路口处 不过 到此为止 还远远算不上是万无一失 将最后一道兵闭处理之后 朱衡宇皱起了眉头 朝陆子妹看了过去 见到朱衡宇沉默地转过头来 一语不发地朝自己看了过来 一时之间 陆子妹不由地想了很多 羞红着面孔 陆子妹道 那个 你现在 你现在 就想要吗 疑惑地看了看陆子妹 朱衡宇茫然道 你在说什么 我没想要什么东西 没想要 东西 听着朱衡宇的话 看着朱衡宇一脸茫然的表情 陆子妹知道 她显然是想歪了 不过 这家伙闲着没事 干嘛看着自己 却一句话都不说 这不是故意让人家误会吗 羞涩地抿了抿嘴唇 陆子妹道 那你看着我做什么 有什么事吗 面对陆子妹的询问 朱衡宇道 虽然墙壁确实封死了 但是有悬兵令在 还是可以带领着那些人 找到正确的路口的 悬兵令 听到朱衡宇的话 陆子妹愕然一愣 随后急声道 如果悬兵令能够指引道路的话 那咱们封堵根本没用啊 点了点头 其实这一点 朱衡宇也知道 即便是加固了的悬兵墙壁 也依然不可能经受住 大家的急火轰击 只要确定了兵壁的位置 所有人急火之下 很快便可以将兵壁轰垮 不过 即便明知道如此 该做还是要做 只要能有效地拖延对方的脚步 哪怕只能拖慢一点点时间 朱衡宇也一定会去做 做了 就总比没做强 思索之间 朱衡宇右手一探之间 从兵皇手环内 取出了楚列的那枚悬兵令 严肃地看着陆子妹 朱衡宇道 一共有两枚悬兵令 其中一枚 现在在我手里 只要找到另一枚 那就 等等 看着朱衡宇手中的悬兵令 陆子妹那妩媚的大眼睛 瞬间瞪大 不可置信地看着朱衡宇 陆子妹道 怎么回事 楚列的悬兵令 怎么会出现在你手里 难道说 你杀了他 杀了楚列 听到陆子妹的话 朱衡宇顿时愕然 看着朱衡宇那愕然的表情 陆子妹 很快便回过了神来 很显然 那楚列的实力 可是九十多段 笔直朱衡宇 高出了十段左右 而且 这十段之间 可还横跨了九十段这一天关 因此 朱衡宇根本就没有可能杀死楚列 即便是重伤状态下的楚列 也拥有着秒杀朱衡宇的能力 想明白这一点 陆子妹急忙到 怎么回事 楚列出什么事了吗 朱衡宇点了点头道 楚列被人追杀 无奈之下 施展了次元穿梭 刚才反空间内的崩坏风暴 陆子妹可是亲眼见过的 如此强度的风暴 虽然只是位于中间地带 但却依然不是楚列所能对抗的 不需要怀疑 只要楚列敢冒险施展次元穿梭 就一定会死 这一点上 是绝对不会有什么疑问的 即便是拥有着九十七段魔体的陆子妹 对抗起来都无比的艰难 更不用说那魔体只有九十段出头的楚列了 了然点了点头 陆子妹看着朱衡宇道 我明白了 那楚列遭到了追杀 所以施展次元穿梭 最后死在了崩坏风暴之下 对吗 没错 事实就是如此 朱衡宇继续道 那楚列次元穿梭后 出来的位置正好在我面前 于是为了避免悬兵另落到他人手里 我第一时间摘走了他的次元指环 恍然点了点头 陆子妹道 很显然 那楚列不可能施展长距离的次元穿梭 所以追杀他的人 接下来就追杀你了 朱衡宇苦笑着道 是啊 你不也看到了 我也是冒险施展次元穿梭 才出现在你身边的吗 听到这里 陆子妹终于彻底松了口气 虽然陆子妹读不到朱衡宇的心声 但是却可以肯定 朱衡宇所说的一定就是真相 不然的话 闲着没事 朱衡宇为什么要施展次元穿梭呢 看着陆子妹松了口气的样子 朱衡宇道 现在 我们必须尽快 将江海手中的那枚悬兵令 想办法给抢过来 只要抢到了那枚悬兵令 这悬兵迷宫 便牢不可破了 要知道 这悬兵迷宫的占地面积 可是巨大无比的 即便知道正确的路线 也足足需要一个时辰 才可以成功穿越 不要以为 一个时辰就穿过去的迷宫 占地面积会很小 此时此刻 有资格进入 这悬兵迷宫的修饰 其实力最少也有八十段 摩体左右 以大家的实力 一个时辰的时间 足可以跑出上千里了 虽然迷宫的道路 蜿蜒曲折 转来转去的 并非是一条直线 可是即便如此 悬兵迷宫的直径 也足有上百公里了 如此巨大的迷宫 如果找不到正确的道路的话 是完全不可能穿越的 这悬兵迷宫存在的时间 实在太久远了 即便以秦圣和路子消死的 那一刻算起 也足有几千万年的时间了 这么久的时间 就连普通的雪莲 在极地之力的淬炼下 都已经变成了灵耀级的质宝 天霜雪莲 更不用说 这悬兵迷宫内兵闭了 想要轰破一道兵闭 这也许并不难 即便是亿万载的悬兵 只要不断地轰击下去 总是可以轰破的 如今即便要轰破一道兵闭 都难上加难 更何况 这方圆上百里的迷宫之内 想要依靠轰破兵闭前进的话 没有个千百年时间 根本就做不到 第4055章 色令之婚 作者 云天空 这悬兵迷宫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贸然轰破兵闭的话 万一那道兵闭 是承重墙的话 那么整个迷宫 恐怕会瞬间垮塌下来 到了那个时候 整座冰川压下来 即便是混沌战体的大能轻质 恐怕也得瞬间被压成肉饼 绝无半丝活路 因此 只要找不到迷宫的正确出路 所有人就只能被困在这里 永远也别想穿越这片迷宫 到了那个时候 朱衡宇和陆子妹 就可以凭借这道悬兵迷宫 将所有人都拒之门外 两人联手之下 便可以独吞魔皇行宫内的所有宝藏 很显然 剩余的那枚悬兵令 便成了最关键的一点 只要得到那枚悬兵令 这座兵皇魔宫就是朱衡宇和陆子妹的了 而得不到那枚悬兵令的话 一切都很难说 一旦江海翔取出悬兵令试一下 就会发现那悬兵令还是好用的 有了悬兵令做指引 朱衡宇部下的一切手段 都只能暂时阻止大家 但是却终究阻止不了大家太长时间 甚至于 不等毒牙的八道分身 以及那八十名魔狼射手收万三万多株药材 这些家伙 就会突破重重阻隔 成功穿越悬兵迷宫 一时之间 朱衡宇和陆子妹 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沉默了半晌 终于 陆子妹抬起头 朝朱衡宇看了过去 目光中满是询问之色 很显然 陆子妹暂时想不出太好的办法 因此 她只能求助朱衡宇 不过 这样的办法 如果那么好想的话 朱衡宇恐怕早就想到了 想要和平索取 那是一点可能都没有的 等等 一个完美的计策 在朱衡宇的脑海中 快速成形 只不过 朱衡宇也还是不确定 这陆子妹 是不是真的可以信任 迟疑地朝陆子妹看去 朱衡宇不知道 该不该让她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来 不过只稍微一迟疑 朱衡宇便断然做出了决定 不是朱衡宇多果决 实在是 这个计划 必须要陆子妹加入进来的 陆子妹不参加的话 光凭朱衡宇一人 根本就无法完成整个计划 做出了决定之后 朱衡宇压低了声音 凑在陆子妹的耳边 小声地讲述了起来 感受着朱衡宇近在咫尺 陆子妹的全身 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活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有男人离她这么近 这已经完全突破了她的亲密圈 以及舒适圈 原本陆子妹是想要退开的 可是仔细想想 既然已经答应了她 那这一切 还不早晚都要发生的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朱衡宇所说的计划 实在太过大胆 但却又切实可行 如果一切顺利发展下去的话 他们还真就有可能 将所有入侵者 全部挡在这一关 独占这兵皇魔宫 怎么办 到底要不要和朱衡宇一起 干一票大的 思索之间 陆子妹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还是那句话 为了摩阳族的命运 更为了振兴魔族 个人的利益都可以牺牲 何况是其他人的利益 再说了 那悬兵之利 本就是他们陆家的 陆子妹来这里 本就是要取回 原本就属于陆家的宝藏 迷宫里现在的所有人 都不过是打家结舍 挖人坟墓的强盗而已 既然如此 那又有什么可犹豫的 悬兵迷宫之内 江海一路快速地奔走着 就在刚才 陆子妹从一条岔路中走了出来 与江海走了个对联 这让江海很开心 也很高兴 原本 江海还在担心陆子妹的安全 担心她会不会被反空间的崩坏风暴 给撕成碎片 如果陆子妹真的死了的话 那就太可惜了 这么娇媚入骨的一个女人 她还没有机会品尝呢 就已经死掉了 因此 看到陆子妹安全回归 江海真的很开心 原本 一切还很正常 江海也只是单纯的高兴而已 可是陆子妹娇点的一句抱怨 却让江海顿时清醒了过来 其实 江海的智商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 一直以来 江海的心思 都放在了陆子妹的身上 所谓的色令之婚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是江海的智商不够 而是在美色的面前 她已经失去了理智 满脑子都是陆子妹的一拼一笑 根本没有精力去思考和思索 陆子妹只是愿对地抱怨了一句 说是那悬兵令还好用就好了 直接就可以找到正确的道路 也不会踩中陷阱了 听了陆子妹的抱怨 江海却猛地打了个寒战 瞬间恢复了理智 对啊 那悬兵令 虽然在迷宫入口处 确实失去了效果 可是不代表在这里 也依然不好用啊 一处的魔纹 因为年代久远 而失去了效果 但不可能每一处的魔纹 都同时失去了效果吧 有了这个想法后 江海趁大家不注意 偷偷取出了悬兵令 输入能量测试了一下 这不测试还好 测试之下 那悬兵令 竟然在一股莫名的力量牵引下 指向了一条岔路 那悬兵令的功能 竟然恢复了 由此发现之后 江海不由地狂喜 不过表面上 江海却不动声色 悄悄收起了悬兵令 随后 江海努力保持着平静 表面上看起来 没有任何异常的地方 可是在一处岔路口处 江海却悄悄地瞒着所有人 独自一人拐入了一处岔道内 连路姊妹 她都没有去理会 不过很显然 她的一举一动 都不可能瞒过路姊妹的耳目 虽然表面上看来 自始至终 路姊妹都没有看江海一眼 可是不要忘记了 路姊妹的独角白羊血脉 可是可以读取他人的心声 完全不需要用眼睛去看 直接就读取了江海心里的想法 根本瞒不了她 目送江海的身影迅速远去 路姊妹不由地冷笑了一声 接下来的事 已经不需要她去理会了 一切的一切 自然有朱衡宇负责 路姊妹相信 朱衡宇既然已经布置好了一切 张王已带了 那么这江海 便肯定是在劫南逃了 虽然不能说百分之一百会成功 但是七八成的把握 还是绝对有的 其实 只要路姊妹也加入进去 和朱衡宇连起手来 一起对付江海的话 那基本是可以确保 计划百分之九十九 是可以实现的 只不过 路姊妹毕竟是一个有操守 有底线的人 想让她对江海出手 她终究还是做不到 不是说 路姊妹对江海有什么好感 完全是因为 大家都是摩羊族军部的高层 彼此之间 也算是合作了多年的同僚了 就算不会互相帮助 但也绝对不能出手去对付 否则的话 那便太没有底线了 如果 连摩羊族军部的九大巨头之间 彼此都动上手 打得你死我活了 那么整个摩羊族 还有未来可言吗 因此 路姊妹为了保住底线 并不会亲自参与到朱衡宇的计划中来 不过即便如此 路姊妹也相信 朱衡宇一定会完成这次的计划 把那最后一枚悬兵令 给弄到手里 第4056章 首盗秦来一 作者 云天空 迷宫内 江海一脸兴奋地快步而行 在江海的身前 冰蓝色的悬兵令 正散发着悠悠的蓝光 悬兵令的肩部 正正地指向前进的方向 一路走去 很快 在悬兵令的指引下 江海一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里 看着面前那冰蓝色的兵壁 江海不由得一头雾水 怎么回事 为什么悬兵令会把他引到一个死胡同里 疑惑地伸出手 摸了摸面前的兵壁 下一刻 江海猛地亮起了双眼 不对 绝对不对啊 这面兵壁 虽然看起来和周围的兵壁 是完全一样的 可是触手所及 其温度却并不是太低 和那些亿万载的悬兵比起来 这面兵壁的温度 实在太高了 思索之间 江海试探的一个发力 朝那兵壁推了过去 咔嚓 咔嚓擦 只稍微一个发力 江海面前的那片兵壁上 便出现了一阵阵淬烈的声响 与此同时 一道道兵纹 迅速地出现在那面兵壁之上 见到这一幕 江海先是一愣 不过很快 他便想到了悬兵迷宫外 那两扇伪造的大门了 碰 轰隆 猛地一拳轰出 江海催枯拉朽般地 轰爆了面前的兵壁 很显然 对方这是在故技重施 想用这假造的兵壁 再次戏耍他一次 最让江海生气的是 这么初级的计策 他竟然连续中了两次 若不是悬兵令指引 他还不知道要多久 才可以想到这个可能 长吸了口气 江海虽然很生气 但是脚下去不敢怠慢 快速沿着通道 朝前走了过去 一路行走之间 在悬兵令的指引下 江海的速度快地出气 刚走出没多远 前面再次出现了一道兵壁 和前面的兵壁不同 这道兵壁之上 刻满了繁杂而又古朴的魔纹 一阵阵寒气 从那兵壁之上飘逸而出 不需要出手测试 光是从那面兵壁飘散而出的寒气上 就可以判断出这面兵壁是真实的 不过 即便心里已经确定了下来 但是江海却还是比较小心 比较谨慎地对着那面兵壁轰出了一拳 轰隆 剧烈的轰鸣声中 周围的迷宫墙壁都随之震战了起来 轰鸣的回声 在空旷的迷宫中传出了很远很远 看着身前的悬兵令 正正地指向前方 指向了那面兵壁 一时之间 江海不由地疑惑了起来 怎么回事啊 悬兵令明明指向了这里 但是为什么 这里却被一道墙壁给堵住了呢 正疑惑之间 江海猛然发现 对面的墙壁正中间 有一道不起眼的凹痕 从那凹陷的痕迹上看 应该正好可以镶嵌上一枚悬兵令 这 看着那凹陷的痕迹 一时之间 江海不由地严肃了起来 这会不会 又是一道陷阱呢 如果这也是 一道陷阱的话 那么一旦 他将悬兵令镶嵌进去 可就落入对方手里了 可是 如果这不是陷阱的话 不将悬兵令镶嵌进去的话 便绝对是无法通过的 至于说 凭借自身的力量 强行轰破兵壁 那根本不可能 且不说他有没有能力做到 即便有能力做到 也根本不能做 他这边轰轰地砸 肯定会把周围的人都吸引过来 到了那个时候 他即便砸破了兵壁 也只是 为别人做了嫁衣 怎么办 到底要不要将这悬兵令 给镶嵌进去呢 正在江海迟疑之间 一阵嘈杂的声音 从周围响了起来 其中一道粗壮的声音开口道 哎呀 不知道是谁 竟然发现兵壁是假的 这脑子可真好用啊 这道声音刚落 一道稍微间隙的声音 便接口道 是啊 要不是他 我们根本就想不到 这些兵壁是假的 静静地站在那里 听着周围传来的声音 一时之间 江海简直是左右为难 江海知道 说话的人 离他其实并不远 他们与江海的位置 应该只有一墙之隔 这迷宫之内 有无数道岔路口 不过绝大多数的岔路口 最终都是通往死胡同的 只有一条道路 才是正确的 很显然 旁边通道的那些家伙 就是顺着江海开出来的通道 一路追过来的 正在江海思索之间 旁边的通道内 那道粗壮的声音 傲丧地叫了起来 又是一个死胡同 真是倒霉 咱们回去 试试第二条岔道 听到对方的话 江海终于急了 第二条岔道 那可不 就是他现在所在的 这条岔道吗 江海知道 这条道路 可是悬兵令指引的 肯定就是正确的道路 一旦对方一路追过来 那结果恐怕 正思索之间 旁边通道内的 脚步声调转过头来 朝来路赶了回去 焦急之下 江海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是好了 正焦急之间 江海后面的通道内 传来了一阵阵微弱的脚步声 听着那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江海顿时提起了心 虽然对方距离这里 还有一小段距离 可如果他不立刻做出决定的话 恐怕 正在江海交集之间 后面通道里的脚步声 变得越来越清晰 距离江海的位置 也是越来越近了 听着迅速接近的脚步声 江海终于按捺不住了 顾不上多想 猛一咬牙之间 将手中的悬兵令 瞬间镶嵌进了 兵壁上的凹槽之内 胡吃 一道呼啸声中 兵壁上猛然闪耀起了 冰蓝色的光芒 与此同时 那面厚厚的墙壁 在一阵阵摩擦声中 缓缓地朝正下方陷落了下去 我的悬兵令 眼看着那枚悬兵令 即将随着兵壁一起 没入地面之下 江海顿时急了 猛地窜了出去 江海闪电般地伸出右手 摘下了墙壁凹槽上的悬兵令 随着令牌被摘下 整面兵壁 顿时停止了下沉 竟然又缓缓地升了起来 见到这一幕 江海不敢怠慢 第一时间腾空而起 从兵壁上方的空隙中 窜了进去 轰隆 几乎在江海落地的同时 在他的身后 那道兵壁 再次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将整条通道 封了个严严实实 见到这一幕 江海不由地喜出望外 这一次 有了这一道悬兵壁垒阻挡 那些家伙再也追不上来了吧 开心之间 江海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而是躲在了 那道兵壁之后 默默地等候着 很快 一串凌乱的脚步声中 七八个人走了进来 很快 那道奸细的声音响了起来 真的是见鬼 竟然又是一条死胡同 去第三个岔路口看看吧 说话之间 七八道散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原处 哈哈 见到这一幕 江海不由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忽然意识到 没有悬兵令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人意识到 这道兵壁 竟然是一扇大门 开心之下 江海不敢待在这 第一时间转过身 在悬兵令的指引下 继续沿着通道前进着 就在江海窃喜地 朝迷宫深处 全速赶去的同时 另一边 就在那道悬兵墙壁的另一边 一排八道身影 正一脸兴奋地 注立在一座洞厅之内 仔细看去 这八道身影 不是别人 正是朱衡宇 以及七名魔狼族的射手 第4057章 首道秦来二 作者 云天空 原本 朱衡宇为了夺取这枚悬兵令 一共设计了三道关卡 可是没曾想 只是这第一道关卡 就成功地骗过了江海 怎么回事 是朱衡宇太聪明了 还是那江海太笨了呢 这么简单的计策 那江海怎么这么容易就中计了呢 没错 那道布满魔纹的兵壁 其实也是假的 是朱衡宇和陆姊妹联手之下 伪造的一面兵壁 之所以江海砸不碎 完全是因为 陆姊妹用魔能激动 对兵壁进行了加固 六个时辰之内 都是完全不可能砸碎的 原本 那里只是一条再正常不过的通道而已 朱衡宇和陆姊妹联手之下 在通道的正中间 造出了一道兵壁 对于朱衡宇设计下的后两个计谋 陆姊妹是大为赞赏的 但是这第一道 陆姊妹可不认为江海会中计 毕竟江海也是军部九大巨头之一 而且他的魔体段位已经无限接近九十八段 是准黑光魔体的存在了 江海的智慧是绝对没有任何需要怀疑的 这么简单的计策 怎么可能骗过他 那江海也是一代魔王 甚至是下一任魔皇最有力的争夺者 单讲排名 江海甚至还在陆姊妹之上 因此在陆姊妹看来 这样浅嫌简单的计谋 一定骗不过江海 可是事实上 江海还就是中计了 在陆姊妹看来 朱衡宇的三计之中 第一到最低级 基本就能骗骗小孩 后面的两大计谋 才是陆姊妹愿意相信朱衡宇的原因所在 可是事实上 在朱衡宇看来 恰恰是第一个计谋 才是最强大的 计谋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种骗术 骗术无分高低 只要能骗到对手 那就是好计谋 这第一道计谋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事实上 这可是朱衡宇针对江海的弱点 而精心设计的计谋 江海这个人 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那就是 做事太过急躁 这从他追求陆姊妹的方式和方法上 就可以看出来了 你就算喜欢人家 想追人家 也不能一直黏着人家不放吧 太过急躁之下 女孩子只会反感 烦躁 甚至畏惧 只要制造出一种情况 让江海陷入焦躁的情绪中 那么这种焦躁的情绪 就会掩盖掉他的理智 一旦理智都没了 智慧自然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事实上 江海听到的那些对话 以及脚步声 都是朱衡宇 以及临时从毒牙那里 调遣过来的七名魔狼射手 制造出来的 这七名魔狼射手 原本和毒牙一起 正在刻画符文 凝聚兵闭 改造迷宫呢 既然朱衡宇需要 他们当然第一时间便赶了过来 此时此刻 毒牙身边的二十名魔狼射手 现在只剩下了十三名 其他的七人 则赶到了朱衡宇这里 在朱衡宇带领下 客串了一下路人甲 路人仪 正是朱衡宇 以及七名魔狼射手 制造出来的紧张气氛 让江海瞬间便进入了焦躁的状态中 根本不给江海思考的时间 完全不给江海 发挥智力的机会 这一逼之下 江海果然中招 轻易地将那枚悬兵令 镶嵌进了兵壁上的凹槽内 可是事实上 在江海将悬兵令镶嵌进凹槽的同时 随着蓝色光芒暴闪而起 借助着蓝光的遮掩 凹槽内的暗格瞬间翻转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江海已经第一时间 把那悬兵令摘走了 可是事实上 他摘走的悬兵令 是暗格之内 提前藏好的悬兵令 已经不是原本江海放进去的那枚悬兵令了 那枚悬兵令 正是楚列的那一枚 不过 那枚悬兵令内的魔纹 已经被朱衡宇彻底地篡改了 虽然暂时来说 那悬兵令 似乎还可以继续引路 可是事实上 所指引的方向 却已经从出口 变成了入口 顺着那道直音走下去 江海很快便会一路返回出口 也就是那两扇假造的悬兵大门之前 小小的一道暗格 便将江海彻底给耍了 咔嚓一声 镶嵌完毕 然后就是蓝光暴闪 暗格翻转 一切的一切 即便是没有修炼过的普通人 都可以制造出来 可是就是 这么简单的一切 却成功地瞒过了江海 偷偷调换了他的悬兵令 在七名魔狼族射手的陪同下 朱衡宇一路回到了兵地之前 伸手向那凹槽处一暗之间 那暗格再次翻转了一下 露出了里面镶嵌的悬兵令 轻轻取出了悬兵令 朱衡宇一声冷笑之间 催动魔火 彻底抹去了悬兵令中的魔纹 到此为止 两枚悬兵令 都被朱衡宇彻底地毁坏了 这个世界上 再没有悬兵令这个东西了 再没有任何的媒介 可以带着外人 自意进出这魔皇行宫了 光是那三千悬兵聚受把守的城墙 便足以抵挡住大多数人 就算有人侥幸闯过了那一关 这悬兵迷宫 也必将把他们拦截在那里 在朱衡宇的一系列运筹之下 这座悬兵迷宫 复杂程度提升了一倍 而且 这座悬兵迷宫 已经没有出口了 转来转去 也只会从入口转出去 虽然暂时来说 这迷宫之内 毒牙建造的那些兵墙 还非常的脆弱 但是 在朱衡宇和陆子妹的加固之下 其强度和硬度 暂时是不需要担心的 最起码 在未来的九个时辰之内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而九个时辰之后的话 陆子妹 应该已经得到了悬兵之力 拥有了悬兵之力后 这兵皇魔宫内的悬兵 还不是任由他揉捏吗 这迷宫内的兵壁之内 可是隐藏着无量的极地之力的 即便白光圣体的大能青睐 也是难以破坏的 当年的悬兵魔皇 也不过是白光圣体的修饰而已 试问 他是怎么建造这迷宫的呢 他是怎么在一载冰川之下 掏出如此巨大的一座迷宫的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悬兵之力的作用 有了悬兵之力在 再硬的悬兵 也犹如豆腐一般 想怎么揉捏 就怎么揉捏 有了悬兵之力 再软的悬兵 哪怕软得像豆腐一般 也可以进行永久加固 将硬度和强度 提升到混沌白金的高度 因此 想方设法夺取和破坏了两枚悬兵令之后 接下来 朱衡宇要做的 就是和那陆子妹一道 进入兵皇魔宫的内宫 趁其他人被堵截在迷宫内的时间 将冰皇魔宫内的所有宝藏 全部搜刮一空 随手将已经被破坏的悬兵令 装进了怀里 朱衡宇带着七名魔狼族的射手 一路朝着陆子妹约定的地点赶了过去 一路急赶之下 朱衡宇带着七名魔狼射手 抵达了一处隐秘的洞厅之内 陆子妹早已经等在了那里 此刻 她正出神地 看着平整的地面 脸淡红红的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直到朱衡宇一行人走进了洞厅之内 陆子妹才猛地惊醒了过来 不过 当她的目光 落在朱衡宇那俊俏的脸蛋上的时候 陆子妹的双颊 似乎越发地润红了 不过很显然 陆子妹虽然其实也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但是她毕竟身在高位 手掌权柄多年 对自我的调整能力 驾驭能力 还是非常强悍的 迅速整理了一下情绪 陆子妹道 怎么样 得手了吗 第4058章 不敢相信 作者 云天空 微笑着点了点头 朱衡宇道 手到擒来 不过 你可以猜猜看 是第几官得的手 第几官 听到朱衡宇的询问 陆子妹歪着头想了想 最后断然道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第三个计谋 成功把她给骗到了吧 见到陆子妹 果然猜了第三个计谋 朱衡宇不由地笑了起来 事实上 第一官就成功骗到了江海 不然的话 我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你这里吧 什么 听说 江海竟然第一官就被骗到了 一时之间 陆子妹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要知道 那江海可也是军部的九大巨头之一 而且 江海能走到今天的位置 可不是凭借着江家的权势 想做军部的巨头 外在的一切力量 都是无用的 即便是摩扬族第一家族的子弟 也未必能进军部 成为九大巨头之一 想成为摩扬族军部的九大巨头 唯一的方式就是积累战功 当你的战功 积累到超越了其他九大巨头的时候 那么 每到换届的时候 你就可以顶替掉那些战功 不如你的魔王 成功踏上摩扬族的权力巅峰 成为摩扬族军部的九大巨头之一 因此 江海能有今天的地位 那真的是打出来的 是实打实地 凭借着赫赫的战功上的位 而不是凭借着其他的什么东西 爬到了今天的位置 因此 陆子妹完全无法想象 朱衡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她完全无法想象 江海竟然会栽在第一关 人家弄了一堵 冰墙放在哪 弄个凹槽 她就傻了吧唧地 把悬兵令放上去 她就没一点点的警觉心吗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陆子妹可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轻易地把悬兵令镶嵌进去的 就算逼不得已 也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那堵兵壁吧 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小的 简单到极限 连没修炼的普通人 都可以制造出的暗格 得耍了呢 看着陆子妹瞠目结舌 难以置信的样子 朱衡宇也没打算多解释 不过很显然 陆子妹却并不想就此放过她 要知道 陆子妹和江海 可不仅仅是同僚 其实 陆子妹和江海之间 即是同僚 又是对手 而且是最大的对手 整个摩阳族军部之内 陆子妹 江海 以及一个名叫杨浩的家伙 是下一任魔皇最有力的争夺者 那个名叫杨浩的家伙 就是在悬兵迷宫之外 一拳轰碎了悬兵大门的那个家伙 这家伙是摩阳族的一个艺术 不知道怎么的 这家伙竟然有着龙族的血脉 配合上一身的魔技 近身战斗的实力 简直强到逆天 据说 这家伙非常不分炼狱魔王的威名 经常声称 如果现在炼狱魔王还活着 他绝对可以轻易将炼狱魔王击败 最重要的是 现在的很多修士 还真的相信杨浩的话 尤其是那些亲自感受到杨浩威力 亲自和他对战过的人 都声称他的实力 简直太逆天了 这完全不该是一个96段魔体的修士 应该拥有的实力 杨浩巅峰一战 甚至正面与拥有着白光圣体的现任魔皇 打了三百多个回合 并且最后小胜了一招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 杨浩成了魔阳族最强的第一高手 他的威名 已经隐隐有盖过炼狱魔王的迹象 用杨浩的话说 炼狱魔王的时代太古老 太萌寐 都已经应该被淘汰了 而且 即便是炼狱魔王还活着的时候 也并不是无敌的 最起码 炼狱魔王拿玄冰魔王 没有任何的办法 可是杨浩不同 他现在的魔体段位 才只有96段 甚至还不如陆子妹的97段魔体高 却已经成为了魔阳族现任的第一高手 即便是拥有着白光圣体的现任魔皇 都在他手下小输了一招 因此 杨浩虽然骄傲得不得了 但也确实拥有着骄傲的本钱 而且 这种关公占秦琼的事 从来都是活着的人占优势的 炼狱魔王的名头在想 可是大家终究是没有亲眼目睹过他的强悍 相对而言 杨浩的强大 可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 同段位之下 根本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即便魔体段位比他高出三段的白光圣体 竟然都败在了他的手中 不得不说 杨浩确实打破了很多记录 杨浩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以96段魔体战胜白光圣体的存在 在杨浩之前 这个记录正是炼狱魔王保持的 当时 炼狱魔王以97段战体 战胜了当年拥有着白光圣体的魔阳族魔皇 现在 杨浩将这个记录 再次向前提升了一段魔体 且不说杨浩的事情 现在的关键是 杨浩 江海 以及陆姊妹 这三人便是军部巨头中的巨头 是下一任魔皇宝座 最强有力的争夺者 因此 无论如何 陆姊妹也想弄清楚 朱衡宇到底是怎么骗到江海的 最让陆姊妹不解的是 之前在布置一切的时候 朱衡宇就猜到了 江海很可能会栽倒在这第一关上 而且 朱衡宇并不认同陆姊妹的判断 在朱衡宇看来 这第一记 才是最高深 最了不起的一记 后面两道计谋 虽然听起来玄之右玄 但其实在层次上 却比第一道计谋 要逊色一筹 甚至更多 作为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如果能知道对方的弱点 那对陆姊妹来说 真的太重要了 就比如这朱衡宇 只是设下了一道小小的计谋 便将那江海玩弄于鼓掌之间 江海堂堂军部九大巨头 在朱衡宇的面前 就犹如一个三岁的孩童一般 如果陆姊妹也可以像朱衡宇这样 将江海了解到骨髓里 玩弄于鼓掌之间的话 那么 在皇位争夺中 他岂不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因此 虽然朱衡宇并不是太想说 但是陆姊妹却怎么可能放过他 一边跟着朱衡宇 沿着迷宫的通道 朝出口处行进 陆姊妹一边一而再 再而三地追问朱衡宇 无论如何 他必须弄明白 凭什么那么幼稚的一道计谋 就能骗到江海 江海真那么好骗的话 那么他凭什么 能走到今天 在陆姊妹一而再 再而三地追问之下 朱衡宇实在耐不住 不得不给出了答案 一行九人 其中 朱衡宇和陆姊妹 并肩走在前面 七名魔狼射手 则一步一驱地 跟随在两人的身后 每到一处兵闭前 陆姊妹都会先破开兵闭 然后再将兵闭复原 随后 朱衡宇先鸣刻符文 再有陆姊妹 用魔能激动加固 整个过程 并不算太复杂 不需要消耗太多的精神和精力 尤其是在赶路的时候 是完全可以聊天的 一路走去 朱衡宇耐心地为陆姊妹解释了起来 第4059章 莽撞 作者 云天空 虽然和江海相处的时间 并不是太久 而且 在今天之前 朱衡宇也完全不认识江海 不但没有接触过他 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个人 不过 光是凭借今天的接触和了解 朱衡宇便已经可以大体了解江海的为人了 总的说起来 江海这个人 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为人有点膨胀 而且 江海是一个非常急性子的人 想做什么事 绝对等不了太久 立刻就要做 马上就要开始 再有 江海做事非常的貌事 无论是言谈举止 还是说话做事 经常会嘴巴快过大脑 很多时候 他都是做了事情之后 才开始思索 而不像是朱衡宇 陆子妹这样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最后 江海的胆量特别大 并且敢于做决定 性急 茂适 胆大 多方面因素结合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缺陷 莽撞 平常也许还看不出来 可是一旦到了情况紧急的时刻 他经常会胆大包天地 做出一些非常貌事 非常愚蠢的决定 听着朱衡宇滔滔不绝地讲述 陆子妹不由得一脸地惊讶 不过仔细想一想 江海确实就是这样的人 性急 貌事 胆大 这确实是他的缺点 可是 这不对啊 如果江海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的话 他又是如何爬到今天的位置呢 疑惑之间 陆子妹也没有掩藏什么 直接对朱衡宇问出了这个问题 面对陆子妹的问题 朱衡宇不由得哑然失笑 深深地看着陆子妹 朱衡宇道 性急 茂适 胆大 这虽然确实是缺点 但缺点也未尝不可以成为他的特点啊 性急的人 做起事来 从来都是集三伙四的 不过 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们 才更加的实干 更加的务实 茂适的人 做事少想多做 猛一听起来 似乎很傻 很愚蠢 可是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成功的人 都是茂适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黄金市场 那些茂适的人 因为想得少的关系 一股脑地扎了进去 赚到了第一桶金 然后凭借着强大的底蕴 后继勃发之下 终成一代霸主 而那些不茂适的人 因为想得太多 而遗误了战机 等他们想清楚 弄明白的时候 整个市场 已经被那些茂适的人 给霸占光了 再接下来 就是胆大 这其实也未必一定是缺点 胆大的人敢想敢干 即便压上全部身家豪赌一场 那也是 连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 这样的人 一旦失败了 那真的是万劫不复 只有跳楼的份 可一旦他成功了呢 高风险伴随的 必然是高利润啊 一旦成功了 他们便会一夜崛起 成为无敌的霸主 仔细想想 那些呼风唤雨的各界大能 哪一个是胆小之人 听着朱衡宇的解释 陆子妹的大脑 飞快地运转着 思索着 将朱衡宇的话 与现实进行印证的话 陆子妹渐渐发现 她所说的这些 竟然都是对的 一路行走之间 陆子妹将自己耳熟能详的各界大人物 仔细想了一遍 还真别说 所有的人 似乎都有这样的特质 性急 茂适 胆大 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口出惊世之言 说的话仿佛没有经过大脑一般 他们都是敢想 更敢做的人 而那些真正拥有着超高智力 非常喜欢思考的人 基本都坐在家里 一直在那里想呢 等他们想明白的时候 整个市场 已经被那些性急的 茂适的 胆大的人给占光了 看着陆子妹 若有所思的样子 朱衡宇继续道 事实上 如果江海不性急 不茂适 不胆大的话 你觉得他能有今天吗 这个 面对朱衡宇的话 陆子妹真的无法反驳 确实 正因为江海性急 所以他的作战 才急如风 侵略如火 正因为茂适 所以他 才不计较得失 敢和敌人拼命 从而建立不实战功 如果前线的将士们 一旦遇到事 就想来想去 不肯上阵杀敌的话 那有能建立什么功勋呢 正因为江海胆大 所以他才成为了陆子妹身边 唯一的追随者 虽然陆子妹很厌烦他 甚至讨厌他 但是不得不说 他绝对是陆子妹 所有的追求者中 胆子最大的 一直以来 江海想方设法 不顾一切地靠近陆子妹 不怕被他拒绝 也不怕被他厌恶 随时随地 无时无刻地 发动着爱情攻势 如果江海面对的 不是陆子妹 而是敌人呢 不需要怀疑 他也一定会像一条疯狗 一般纠缠着对手 撕咬着对手 一刻都不会停歇 面对这样的敌人 对方就算能打过 也不想和他打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事 傻瓜都不爱做 老话说得好 熊的怕横的 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 说起来 其实就是胆量的问题 正因为江海敢打敢拼 不惧怕损失 所以 没有人愿意去招惹他 柿子要挑软地捏嘛 这个道理谁都懂 不仅仅在感情上 战斗上 甚至于 江海在修炼上 也是如此的 江海的特质 用不好听的话说 那叫莽撞 不过 如果用正面一点的词汇 去形容的话 这叫有冒险精神 这样的人 要么直飞云霄 成为一代霸主 要么就是跌落尘埃 一事无成 这样的人 成功 则会获得巨大的成功 而一旦不能成功 则绝对会成为 社会最底层的存在 听着朱衡宇的话 陆子妹双眼光芒连闪 确实 任何一种性格 都不是完美的 都是有缺陷的 每种性格 都有好的一面 也都有坏的一面 没有全部都好 也没有全部都差 不过 同一种性格 即可以成为他成功的优点 也有可能成为 他失败的致命点 朱衡宇就是抓住了 这种性格特点的弊端 针对性地设下了一道计谋 果然 那江海一头便撞了进去 可以说 江海成是因为他的性格 而获得巨大的成功 可是一旦他的性格特点 被他的对手抓住 并且针对他的性格 而设下陷阱的话 江海很容易就会落入陷阱之中 而且 朱衡宇最高明之处在于 自始至终 江海都不知道 自己被骗了 他甚至没发现 自己取回的悬兵令 已经不是他原来的那一枚了 如此一来 朱衡宇不光将他自己给摘干净了 甚至连陆姊妹 也一并给摘了出去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 那江海都绝对想不到 他曾经被设计了一回 更想不到 他的悬兵令 已经被朱衡宇给调包了 此时此刻 那江海大概在被修改了的悬兵令指引下 已经回到了迷宫入口处了吧 一想到 江海一头雾水地回到迷宫门口 陆姊妹就不由地想笑 这也正是朱衡宇的另一算计 在江海想来 这悬兵令 肯定是因为迷宫的魔纹坏掉 进行了反向指引 而不会想到 那悬兵令 其实已经被调包了 第4060章 滔滔不绝 作者 云天空 正忍不住微笑之间 陆姊妹猛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谨慎地瞥了 朱衡宇一眼 陆姊妹道 你的观察很仔细吗 那你说说看 我的性格又是什么样的呢 你给我分析一下 我的性格是什么 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缺点 面对陆姊妹的询问 朱衡宇不由苦笑了起来 哪有人这样要求的啊 当着人家的面 挑人家的毛病 接人家的短 而且 对方还是一个大美女 这不是祝姑生吗 思索之间 朱衡宇黑黑一笑 抓了抓脑袋道 那个 那个什么 在我看来 你没有缺点 你是完美无缺的 不懈地撇了撇嘴 陆姊妹道 这样的话 我听多得太多了 一点诚意都没有 别把我当成那些 渴望赞美的小姑娘 这样的话 我已经听腻了 你要是不说点 有建设性的东西 我会鄙视你的 鄙视我 听到陆姊妹的话 朱衡宇顿时瞪大了双眼 开什么玩笑 她朱衡宇 怎么可能被人鄙视 虽然陆姊妹很美 很漂亮 可是再美再漂亮又如何 不管怎么说 朱衡宇不可能为了讨好美女 连脸都不要了 对比而言 这方面朱衡宇 还真就不如那江海 傲然挺直了胸膛 朱衡宇道 既然你想听 那我就简单地说说 不过咱们说好了 不管我说了什么 你可不许生气 陆姊妹顿时笑逐言开的道 不生气 不生气 怎么会生气呢 我谢你还来不及呢 你尽管说好了 见到陆姊妹 似乎是诚心求教 朱衡宇不由地巴搭了一下嘴巴 这才开口说了起来 陆姊妹这个人 一共有三大特性 第一大特性是执着 只要她想做到的事 就一定要做到 哪怕明知道是错的 也会坚持到底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一旦认定的是 便一定会坚持到底 不会轻言放弃 第二大特性是太有原则 哪怕面对着天大的好处 她也依然会谨守着自己的底线 不会让自己越雷池半步 第三大特性是太过善良 即便别人已经侵犯到了她的利益 她也很难痛下落手 而是会通过协商的方式 解决彼此的争端和纠纷 陆姊妹喜欢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诉诸武力的 听着朱衡宇滔滔不绝的讲述 陆姊妹的脸上 渐渐洋溢起了妩媚的笑容 而且 随着朱衡宇的诉说 陆姊妹脸上的笑容 也越来越盛 犹如一妖艳无比的鲜花一般 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在她的笑容里 很快 朱衡宇的话说完了 喜滋滋地看着朱衡宇 陆姊妹道 我让你帮我找找性格里的缺陷 挑挑我的毛病 你怎么一直在夸我呀 夸你 听到陆姊妹的话 朱衡宇恶然愣住了 没错 同样的话语 如果对一个普通女孩说的话 那真的就是在夸奖她们 可是陆姊妹是谁 她可是魔阳族军部的九大巨头之一 甚至于 即便在九大巨头中 她也是排名前三甲的存在 是下一任魔皇 最有力的竞争者 这样的陆姊妹 如果拥有着这样的评价 那是在夸人吗 太过执着 太有原则 又太过善良 这样的特质 真的适合做上尉者吗 这样的人 真的适合执掌魔阳族的权柄吗 事关军国大事 事关义族之兴衰 是不问过程 不讲是非 不论对错 只讲结果的 无奈地摇了摇头 朱衡宇毫不留情地摇了摇头 看着陆姊妹说了起来 执着听起来似乎很好听 可是事实上 执着和执拗 很多时候是没有区别的 明知道错了 却还要坚持 这不是傻吗 而且 因为太过执着 所以陆姊妹的一举一动 都很好猜测 很好判断 只要猜到了 判断到了她的想法 就可以立刻围绕着她的想法 针对性地安排战略战术了 不需要怀疑 就算吃亏了 就算受阻了 她也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陆姊妹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想法 也绝对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计划 这所谓的执着 这时候就是执拗 老话说得好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过于执着 会让陆姊妹的想法和做法 变得很好猜测 很好判断 太过有原则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 会让她错过大好的机会 甚至是一物战机 事关民族兴衰 事关魔族利益 个人的感官 其实已经完全可以忽略了 所谓的原则 就是用来打破的 太有原则 底线太高 会让她做起事来 束手束脚 最后就是太过善良了 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身为魔阳族军部的九大巨头之一 太过善良 显然是不合格的 所谓 词不长兵 情不利事 义不理财 这善良一词 对陆子妹来说 绝对不是在夸奖她 听着朱衡宇滔滔不绝 一痛贬损 陆子妹渐渐收起了笑脸 随着朱衡宇不断地诉说 陆子妹的面色也渐渐阴沉了下来 并且越来越黑 很显然 即便她真的是在诚心请教 可是当一个人当着她的面 如此不客气地 对她一痛贬损 还是让她很难受 滔滔不绝地陈述之间 朱衡宇也发现了 陆子妹越来越暗的面色 朱衡宇赶紧闭上了嘴巴 不再继续说下去了 朱衡宇知道 她刚才的所作所为 那就是注定孤独一生的做法 不过 既然人家诚心请教了 她不说也不太好吧 可是现在说了 对方却好像生气了 似乎无论怎么做 都不是太合适 难道说 她一定要做那种口蜜附件 只知道说好话 哄骗女孩的小白脸吗 看着朱衡宇 一脸小心地闭上了嘴巴 陆子妹一脸地阴沉 不过下一刻 陆子妹扑斥一声 轻掩着嘴巴 奄然笑了起来 虽然听朱衡宇说的时候 确实有点难受 不过仔细想一想 其实性格这个东西 是有两面性的 有好的一面 也有坏的一面 不可能全是优点 没有任何缺点 也不可能全是缺点 一点优点都没有 即便要做上魔阳族的黄座 也依然是如此 她这样的性格特点 有不利的一面 但也绝对有有利的一面 是她自己 让朱衡宇敞开了说 又怎么能因此而怪罪她呢 而且 虽然陆子妹读不到朱衡宇的心声 但是事实上 似乎也不需要去读了 因为 她可以确定 她说的就是她想的 绝对的心口如一 第4061章 恭敬 作者 云天空 毕竟 谁的心里 也不全是阳光 而这朱衡宇 却恰恰是她读不出心声 却又不需要读出心声的 有什么话 直接问她就好了 她的骄傲 让她根本不屑撒谎骗人 这就是朱衡宇的性格特点 这种性格好吗 也好 也不好 有优点 也有缺点 比如说 朱衡宇刚才的一席的话 让她很难受 都有点不想理她了 很显然 这就是朱衡宇性格的最大缺点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一种性格是完美的 也没有哪一个人是完美的 有好的一面 也必然有不好的一面 虽然朱衡宇说的话 可能并不那么好听 但是陆子妹也不是那种无知的女人 她比谁都能分得清好坏 朱衡宇如此直言不讳 这其实是为她好 宁肯冒着得罪人的风险 也要实话实说 这足以说明 这个人是可教的 而且 人家本来是无论如何 也不想说的 是她逼迫着人家说的 现在人家说了 她再去生气的话 就有点无理取闹了 最重要的是 仔细想起来 陆子妹意识到了 朱衡宇所说的那些问题 确实 执着和执拗 真的只有一线之差 很多时候 她确实是这样 明知道自己错了 但却还是要坚持 当然 你也别觉得她傻 她有着自己的逻辑和想法 因为常年能读到他人的心声 因此 陆子妹对内心的调控和掌握 绝对是宗师级的存在 只稍微生了一小晦气 便哑然失笑 以前 她经常通过心灵启示 旁观那些男孩女孩们 因为这样的是生气 甚至闹别扭 当时 陆子妹还在一旁暗中偷笑呢 可是没曾想 她陆子妹 竟然也有这样的一天 不好意思地看着朱衡宇 陆子妹道 别担心 我并没有生气 事实上 我应该多谢你才对 摆了摆手 朱衡宇道 算了吧 这种大实话 以后还是少说为妙 你以后也别问我了 我闲着没事 为什么要去得罪人 陆子妹奄然一笑 但却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确实 陆子妹不希望从朱衡宇的口中 听到对她不好的评价 不管外界是否知晓 但是陆子妹却心知肚明 这个男人 可是要和她共读一生的伴侣 坏话 还是让别人去说吧 毕竟 很多东西都是改不了的 即便知道了自己的缺点 难道就一定可以改正吗 大多数人 其实都知道 自己有什么缺点 可是知道归知道 真正能改的 可谓是万中无一 一路行去 由于有地图进行对照 而且 朱衡宇和陆子妹的魔体段位 都在八十段以上 因此很快 两人便一先一后 走出了迷宫 刚一走出迷宫没多远 陆子妹便发现了毒牙的八尊分身 正带领着八十多名魔狼射手 全速地采摘着那些千年灵药 当然 这里的千年灵药 说的是千万年份的 而不是只有一千年 看着那漫山遍野 多达几万株的灵药 陆子妹的眼睛都直了 这么多灵药 即便是魔阳族的军部 也拿不出其中的百分之一啊 唯一可惜的是 这里生长的 全部都是谁属性的灵药 想要用来炼丹的话 还必须配合乙精 木 火 土 四大属性的灵药 缺一不可 五行若不平衡的话 丹药是无法凝聚承担的 看着陆子妹那目瞪口呆的样子 朱衡宇微笑着摇了摇头道 这里交给 他们就好了 咱们继续前进 去冰荒魔宫的内宫 陆子妹正打算离开时 忽然注意到了那些快速采集药材的修士 其中八人 竟然拥有着整整九十段魔体 而且 陆子妹毕竟是有着九十七段魔体的 魔皇境巅峰高手 因此 她可以清晰地判断出 这八个修士的实力 他们可不是那些刚刚抵达九十段魔体的 准魔皇境高手 这八个家伙 根基都无比地扎实 境界更是无比地稳定 是名副其实 真真正正的魔皇境大能 看着那八个家伙 陆子妹感觉自己的大脑 有点不够用了 这八个家伙 根基扎实 境界稳定 而且周身散发的威压 竟然无比地凝实 刚才其中一个家伙猛地转过头 朝陆子妹看了一眼 那目光中的杀气 犹如实质一般 若不是陆子妹的境界 比这八个家伙 高出了整整七段的话 肯定会被这一眼 给瞪得毛骨悚然 八个魔皇境的高手 追随在朱衡宇的身边 而且 陆子妹可以轻易地判断出 这八个家伙 可都是海蛇族的大能 按道理来说 这样的存在 即便在海蛇族 那也绝对是最顶级的大能啊 可是此时此刻 这八个家伙 却犹如农夫一般 和那些魔狼族射手 一起蹲在地面之上 手脚力索地采集着地面上的 谁属性灵药 正暗暗惊讶之间 陆子妹又注意到了那八个家伙周围 整整八十名魔狼射手 此时此刻 这些家伙正蹲在地面之上 和那八个高手一起 快速地采集着灵药 虽然 和那八个家伙比起来 这些魔狼射手 似乎不值一提 毕竟他们的魔体段位 只有八十段而已 可是让陆子妹惊叹的是 这些家伙的段位 竟然也是如此地稳固 如此地扎实 而且 最重要的是 当朱衡宇从旁边路过的时候 所有人 包括那八尊魔狼径的大能 竟然都恭敬地站起身来 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 身体挺得笔直 对朱衡宇行注目里 直到朱衡宇一路走过去之后 他们才各自蹲回地面之上 继续采集 这一切的一切 完全打破了陆子妹的认知 要知道 魔族只崇拜强者 通常而言 一个势力的首领 绝对就是这个势力之内 实力最强的那个人 那些空有才智和谋略 但却实力低下 或者不如忍者 则以幕僚 谋士的身份 归附到强者的麾下 可是此时此刻 朱衡宇显然打破了这个铁则 那八个魔皇进高手 对他实在太恭敬了 恭敬到 连朱衡宇从旁边走过 都要起身 行注目里的程度 至于那八十名魔狼族射手 就更加的匪夷所思了 魔狼族射手 一向是看不起魔羊族的 用魔狼族的话说 在大自然界内 魔羊族不过是狼族的食物而已 魔狼族之所以如此喜欢入侵妖族 也正是为了狩猎 妖族的山羊族 妖兵 正是魔狼族最喜欢的食物 每次战斗结束后 魔狼族都会将斩杀的山羊族妖兵 给带回去 当成是美味佳肴去烹饪 而魔羊族与妖族的山羊族 其实本就是同一个种族 和魔牛族一样 所谓的魔羊族 不过是从妖族投成到魔族的羊妖一族而已 对于天天狩猎 天天都要享用的食物 魔狼族能有多尊敬吗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那八十多名魔狼射手 却对朱恒宇发自内心的尊敬 第4062章 一清二楚 作者 云天空 陆姊妹 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修士 她可是一个拥有着97段魔体的魔皇境大能 而且 她还拥有着独角白羊血脉 拥有着心灵启示神通 除了朱恒宇外 在陆姊妹的面前 没有人可以保守住秘密 一路走过来 陆姊妹完全可以感受到 大家对朱恒宇那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 这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人就是这样 就算有人可以聪明到骗尽全世界的所有人 可是唯独 她没有办法欺骗自己 通过独角白羊血脉 通过心灵启示神通 陆姊妹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大家对朱恒宇那发自内心的崇敬和信赖 这便让陆姊妹 无论如何 也无法明白了 不过 虽然满脑子的疑惑 但是陆姊妹却聪明地闭着嘴巴 并没有问出来 毕竟 每个人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玉下之道 那是绝对不能问的 陆姊妹 她也有着专属于自己的办法 通过心灵启示 她可以随时掌控属下的心理动态 一旦谁有所不满 她立刻就会察觉到 并且进行补救 某一个人 是带着什么目的来到她身边的 她都一清二楚 千万年下来 陆姊妹的麾下 凝聚了一大批的人才 这些人 在其他人那里 都是非常不得意的 他们有才华 但是太过高傲 学不会欺下妹上 一个个的 反而喜欢欺上妹下 和下面士族的关系 处理得倒非常不错 可是对她这个主功 却要求无比的严格 这样的人 在其他人那里 是得不到重用的 基本上 累活重活 危险的活 都由他们来干 可是到了分工牢 发奖金 提干的时候 却永远没他们的份 可谓是吃苦受罪在前 吃喝享乐在后 混迹多年 既有能力又有才华 却始终得不到重用 反而是那些偷奸耍滑 没什么能力 没什么才华 只会欺下妹上的家伙 却一个个身居高位 吃香喝辣 别看这些家伙 在对待上司的时候 一个个横眉冷目的 可是事实上 他们对上司 是非常尊重 非常敬仰的 在他们看来 既然身为他们的领导 那觉悟就是 要比他们高 就是要做出表率作用 只要能忍耐住 他们的臭脾气 他们绝对是最好的属下 陆姊妹之所以能 一路走到今天的位置 成为了军部九大巨头之一 甚至成为了 下一任魔皇宝座 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其实他个人的能力和实力 都只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是 他麾下的那群家伙 实在太能干了 只要是他交代下去的事 不管有多难 也不管有多苦 那些家伙 总是能处理得妥妥贴贴的 根本不需要 他这个主公操心 他唯一要做的 就是凭借着心灵启示 却将这些有能力 有才华 又踏实肯干 刻苦耐劳的家伙们 给招募到麾下 一直以来 陆姊妹在军部之内 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号 杠头收集者 杠头 其实就是杠子头的椅子 所谓的杠子头 是一句俗话 指的是那些非常能争辩 非常能抬杠的家伙 通常而言 这样的人 给人的观感都非常差 基本都是没什么朋友的 由于陆姊妹的麾下 全是一群欺上妹下的主 因此 下面的工作氛围 简直好得不得了 虽然这些家伙 对陆姊妹的要求很高 甚至表面看起来 都有点吹毛求疵了 可是好在 陆姊妹可以感知到 他们的内心世界 虽然表面上 对她要求很高 甚至经常会提出强烈抗议 但是内心里 他们对陆姊妹 其实尊敬得很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 把陆姊妹 当成是他们的领导者 不要以为 他们是因为对陆姊妹有意见 所以才会如此地吹毛求疵 事实上 他们只是太过高傲 自尊心太强了 他们绝对无法忍受 有人说 他们是靠溜须拍马而上位的 那是一群 宁愿被打断脖子 也要保全脸面的存在 因此 他们的忠诚度 是绝对不需要质疑的 试想 连讨好上司的事都不肯做 都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又怎么可能被主求容呢 因此 陆姊妹一直以来 其实都没什么事可做 她能有如今的成就 完全是一群精明强干的属下 把她给拱起来的 陆姊妹负责掌管的 是摩扬族军部的 军械设计和制造 这个军械 指的并不是铁甲战舰之类 而是普通士族日常所用的兵器 铠甲 盾牌等 值得一提的是 陆姊妹麾下的军械部门 并不掌管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冶炼 而是在得到了各种金属材料之后 对其进行锻造和加工 批量生产出大量的兵器 铠甲 盾牌 以及弓箭 箭支 等一系列的军械 摩扬族所有的军械部门 都掌控在陆姊妹的手中 换句话说 陆姊妹掌管招摩扬族的军械制造 整个军械制造系统 陆姊妹就是最高的领导者 如果有人问陆姊妹 想知道她是如何驾驭 以及统帅那些杠子头的 陆姊妹能回答吗 如果所有人都知道 陆姊妹拥有独心之术的话 那恐怕所有人见到她 都会一脸恐惧 生怕自己的心事被看穿吧 很显然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陆姊妹拥有独心术的事 除了她自己之外 任何人都不知道 陆姊妹也绝对不可能 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否则的话 一旦对方知道了 恐怕就再也不会和她接触了 所谓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既然她陆姊妹 并不希望有人问她这样的问题 那么很自然的 她也不能去问朱衡宇 大家各有各的手段 各有各的法门 反正陆姊妹也并不羡慕朱衡宇 陆姊妹自问 她的统育之道 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 也最完美的 所有的人才和精英 接入她的囊中 所有工作 她只需要分配下去就可以了 大家自然可以凭借各自的才华和能力 将其完成 甚至于 时到如今 那些家伙已经不需要她命令 便已经可以自如地运转了 也正是因此 陆姊妹才可以安心地离开军部 到这里来探险 来寻找宝物 一路前行之间 朱衡宇和陆姊妹 很快便穿过了林耀田 进入了英灵儿 先前进入的那处世外桃源之中 看着那秀丽无比 鸟语花香的世界 虽然陆姊妹早就知道 这里是如何的美丽 可是真正亲眼见到这一切的时候 陆姊妹却还是不由地目眩神迷 活了这么大 陆姊妹还是第一次 看到如此阳光明媚 风景秀丽的世界 第4063章 高深莫测 作者 云天空 这里的天是蓝的 草地是绿的 河水是清澈的 草地之上 百花盛开 香气扑鼻 各种鸟 蝴蝶 蜜蜜 在花丛上飞舞着 旁边的朱衡宇 倒是很平静 毕竟 通过石海内的窗口 她刚才已经见过了这里的美丽 虽然现在是亲眼见证 但其实所见所闻 都是一模一样的 在陆姊妹的陪伴下 两人并肩行 穿过了那茂密的丛林 柔嫩的草地 躺过过了那清澈的溪水 终于 穿过了一条峡谷之后 朱衡宇和陆姊妹的面前 出现了一座辉煌的宫殿 原本 在朱衡宇想来 悬兵魔皇的行宫 那肯定是由悬兵建造而成的 在真正见过这座宫殿之后 朱衡宇的想法 被彻底破坏了 放眼看去 在那蓝天和白云之下 在那聪裕的丛林环抱之中 在那清脆的草地上 在那清澈的溪水旁 一栋完全由白玉为砖 堆砌而成的白玉城堡 出现在了面前 洁白无比 散发着神圣光芒的宫殿 静静地注立在那里 看着那洁白无比 散发着圣洁光芒的宫殿 朱衡宇和陆姊妹知道 那就是冰皇魔宫了 对视了一眼之后 两人极有默契地 同时加起了速度 朝着那洁白的宫殿跑了过去 穿过丛林 躺过小溪 踏过清脆的绿草地 朱衡宇和陆姊妹 同时抵达了那栋 洁白的宫殿之前 枪 刚一靠近那栋 洁白的宫殿 一道剧烈的坑枪声中 一道冰蓝色的光照 猛地凭空出现在了 朱衡宇和陆姊妹的面前 那冰蓝色的光照 实在出现得太突然了 是直到朱衡宇 以及陆姊妹的身躯 抵达了那个位置后 才突然之间出现的 朱衡宇和陆姊 躲闪不及 一头撞了上去 剧烈的坑枪声中 朱衡宇和陆姊妹 被狠狠地撞飞了出去 那冰蓝色的光照 出现得非常突然 消失得也很突然 在将朱衡宇 以及陆姊妹 轰飞之后 便瞬间消失 仿佛从来就不曾存在一般 面对这一幕 朱衡宇虽然早就知道 但是却依然无可奈何 之前 英灵儿其实便已经来过这里了 也是 被这道冰蓝色光照 给挡住了 根本进不去 此时此刻 英灵儿已经按照朱衡宇的吩咐 去周围探查情报去了 这冰皇魔宫的宫殿 不是她可以破开的 看着那近在眼前的冰皇魔宫 朱衡宇眉头一皱之间 取出了得自江海的那枚悬兵令 虽然 悬兵令内的魔纹 已经被朱衡宇破坏掉了 但是朱衡宇破坏的 只是引导的部分而已 试探着 寄出了悬兵令 冰蓝色的光芒闪耀处 那冰皇魔宫 却并没有任何反应 看着朱衡宇 一脸期待的样子 陆子妹不由地笑了起来 不用尝试了 冰皇魔宫的大殿 怎么可能是一个属下 能随便进入的 你也不想想 万一他们正在亲热 结果 被属下忽然闯进来 给 话说到一半 陆子妹猛地回过神来 她这都是在说些什么啊 虽然是确实是这么个事 但是由她一个女孩子家说出来 却终究还是太 看着陆子妹 面孔羞红的样子 朱衡宇先是一愣 不过很快 她便意识到了什么 确实 这里可是悬兵魔皇轻生 与陆子萧的爱巢 万一两个人 在宫殿内 做点什么羞羞的事 却猛然被属下闯了进来 给撞破了 那可就太尴尬了 很显然 那两枚悬兵令 只能卡在这里了 再想往前 肯定要宫殿里面的人放行才可以 思索之间 朱衡宇摸了摸下巴 快速地思索了起来 看着朱衡宇皱眉苦思的样子 陆子妹奄然一笑 柔美地道 怎么样 这一关 总算是把你卡住了吧 听着陆子妹幸灾乐祸的声音 朱衡宇不由得一阵迷糊 不解地看着陆子妹 朱衡宇疑惑地道 怎么回事 我被卡在这里 你为什么这么开心 陆子妹不由得一愣 是啊 被卡住的 又不是只有朱衡宇一个人 现在的情况是 陆子妹不也被卡在这里了吗 她有什么可开心的 张了张嘴 陆子妹尴尬地笑道 我见你一路之上 可谓是势如破竹 把所有人都玩弄于鼓掌之上 所以 看着陆子妹尴尬的样子 朱衡宇明白了过来 很显然 陆子妹内心里 对朱衡宇 其实多少有点畏惧的 若不和朱衡宇结盟的话 陆子妹可未必能进入到这里来 就算进来了 也未必可以得到最大的好处 陆子妹最想要的 就是那悬兵之力 除此之外 其他的一切 对她而言 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陆子妹之所以要和朱衡宇结盟 并不是担心别的 就是担心朱衡宇先行一步 抢走了悬兵之力 只要得不到悬兵之力 陆子妹的梦想 就永远不可能达成 到目前为止 但就摩阳族而言 已经出世 并且广为世人所知的 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炼狱之力 一个是悬兵之力 一水一火 焦香灰映 这两大本源之力 塑造出了两尊震骨朔金的强者 一个是摩阳族第一高手 炼狱魔王 一个是摩阳族忠心魔皇 悬兵魔皇 正是在这两大强者的率领下 魔族才在这北海之上 打下了一片落脚点 正是在这两大强者的领导下 魔族才终于稳住了阵脚 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错过了悬兵之力 陆子妹这一生 都别想再拥有这样的机会了 而且 最重要的是 那朱衡宇 给陆子妹的感觉 实在太过高深莫测 直到现在 陆子妹都想不明白 朱衡宇和她的一众属下 到底是怎么闯进来的呢 那悬兵城墙之上 可足有三千悬兵 巨兽负责驻守 难道说 这个世界上 有第三块悬兵令吗 可是不对啊 听后来的人说 那悬兵城墙前 可是有着上万只 长臂兵员死后留下的残兵 朱衡宇和她的那些属下 到底是怎么杀死 那些长臂兵员的 而且 翻阅了悬兵城墙不说 接下来 朱衡宇竟然制造了 两扇甲的兵门 把大家玩弄于鼓掌之间 别看后来者 似乎很容易就破掉了 朱衡宇假造的兵门 可是事实上 这计策 真的没那么好破的 也就遇到了杨昊那个蟒汉 随手一拳轰爆了兵门 否则的话 大家还不知道 要被卡住多久吗 朱衡宇的计策 其实都没有多难 但却都是针对着 人性的弱点 去设计的 有资格 进入这兵皇魔宫的 肯定都是实力强横之辈 而实力强横的 智力肯定是非常高 非常聪明的 而聪明人 更多喜欢动脑 而不喜欢动手 越是聪明的人 就越是喜欢用思考来代替行动 第4064章 不得寸进 作者 云天空 这兵皇魔宫 可是位于一载冰川之下 这里的悬兵 都被极地之力 侵蚀了亿万载 早已经坚固到 近乎无法破坏了 即便是白光圣体的修士清灵 也很难凭借强弓 来粉碎这些悬兵 既然无法破坏 那就不去破坏好了 若不是那杨昊 凭借着暴力 破坏掉了那两扇假门的话 包括陆子妹和江海在内 绝大多数人都会被卡在那里 不得寸进 至于到底会被卡多久 那没人知道 直到那个聪明绝顶 但却经常会头脑发热 行动快过头脑的杨昊出现 才莽撞的一拳 轰破了朱衡宇制造的假象 接下来 进入了悬兵迷宫之后 陆子妹也是被骗了很久很久 直到确定朱衡宇 就是那个提前进入迷宫的家伙之后 她才以此为节点 进行拓展思考 才猜到了朱衡宇的全盘计划 而且事实上 即便她猜到了又如何 对朱衡宇来说 她的目的从来就不是无限地 把大家卡在这里 朱衡宇唯一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拖延时间而已 就算有人猜到了 朱衡宇制造出了假的冰墙又如何 难道说 这些假冰墙 就不能再有真假之分了吗 只要朱衡宇愿意 完全可以在真正的冰墙表层 再不一道假的冰墙 当你以为是假的 其实却是真的 任你轰上半天 却根本轰不破 因此 就算陆子妹猜到了 其实也依然要被拖在这里 根本闯不出迷宫 越是和朱衡宇在一起 陆子妹就越是感觉到了朱衡宇的可怕 虽然他的实力还很弱 但是他年龄却很小 潜力简直无限 最重要的是 这家伙心眼实在太多了 尤其是出的计谋 各个针对性十足 一路走来 似乎没有什么事 能难倒朱衡宇 现在 猛地看到这冰蓝色的光照 终于把朱衡宇给挡住了 陆子妹下意识就开心了起来 完全忘记了 她也被挡在了光照之外 不得寸进 疑惑地看了看陆子妹 朱衡宇没有多做理会 现在可不是和她聊天的时间 时间如此宝贵 若不能尽快进入宫殿 将所有宝藏都装入囊中的话 一旦那些家伙 想到什么办法 突破了迷宫的话 那朱衡宇恐怕连哭 都找不着门了 朱衡宇转过头 看着陆子妹道 怎么样 你有办法突破这道屏障吗 陆子妹惭愧地 摇了摇头道 没有 我要有办法 不早就用了 何必还等在这里 皱了皱眉头 朱衡宇闭上双眼 快速地思索了起来 看着朱衡宇闭目苦思的样子 陆子妹先是好奇地看了一会 不过很快 陆子妹便收回了目光 转过头 陆子妹迈开脚步 朝着那光照的位置走了过去 轰隆 刚走出没几步 一道冰蓝色的光照 再次呼啸而出 瞬间将陆子妹给轰飞了出去 即便以陆子妹高达九十七段的魔体 却依然无法对抗 这道护照的恐怖力量 看着陆子妹惊叹的样子 朱衡宇不由地摇了摇头 不用乱事了 没用的 这座城堡 可不是胡乱选的位置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应该就是整个北极圈内 最核心的区域 这座宫殿之下应该镇压着极地之力的全员 因此 这道冰蓝色的护照应该是悬兵魔皇 用悬兵之力引导着极地之力锁不下的防御护照 这道护照与整个极地的力量相连 攻击这道护照便等于是和极地力量对抗 以人力对抗天道 那绝对是愚蠢到极点的事情 别说是陆子妹了 就算是白光圣体的大能青睐 也根本破不开这道看似普通的护照 听着朱衡宇的话 陆子妹不由地有点泄气 无奈之下 陆子妹只好转过头去 朝朱衡宇看了过去 但愿 这家伙能继续像之前那样神奇 可以再次破除这道阻隔 在陆子妹的注视之下 朱衡宇取出了一系列的金属和各种金石 祭出了魔火 当着陆子妹的面 全速开始炼制了起来 在陆子妹的注视之下 朱衡宇右手驾驭着魔火 左手将各种金属块 纷纷送入魔火之中烧灼 带到那些金属块 纷纷融化之后 朱衡宇左手曼妙的舞动之间 将那融化的金属液体 拉扯成一道道线条 在陆子妹的注视之下 朱衡宇只耗费了一刻钟的时间 便炼制出了一柄色泽银白的金属伞 金属伞的形状 与日常所见的油纸伞 并无任何差别 只不过 这是一把完全由稀有金属 炼制而成的 法器级的宝伞 这还没完 炼制出了一柄金属宝伞之后 接下来 朱衡宇拿起了一把符文刻刀 在金属伞上快速地刻画了起来 说起来很慢 可是事实上 速度却非常的快 在陆子妹的旁观下 一道道玄妙的花纹 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了空白的伞面之上 勾勒出了一道道玄傲而又古朴的花纹 吃吃吃 轻微的声响中 金属伞 一时之间 陆子妹对朱衡宇的赞叹 简直达到了极致 陆子妹掌管的 可就是军械制造 其中主要的工作 就是铸造各种兵器 铠甲 盾牌 以及各种强大的法器 可是和朱衡宇亲手炼制的这柄金属伞比起来 魔阳族军部作坊 生产的那些所谓的法器 实在是弱爆了 不说其功效 也不说其威力 单就其造型 以及纹路上看 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不要误会 不要以为 朱衡宇炼制的这柄金属伞 不过是金玉旗外的样子或 事实上 法器类的宝物 从来都是越华丽 威力就越大的 那些看起来简简单单 朴朴素素的 九乘九 就是简单又朴素的寻常法器 可是 就在朱衡宇 收起符文刻刀 就在陆子妹以为 这柄法器已经炼制完成的时候 朱衡宇却拿起了旁边的各色宝石 快速地镶嵌了起来 金珠 银珠 铜珠 赤珠 玛瑙 车渠 琉璃 一共是七种宝珠 将整个散面 以及整个散柄 甚至包括握手在内 全部都镶嵌得满满当当的 赞叹地看着朱衡宇手中的 这柄七彩雨伞 陆子妹的双眼 不由地露出了喜爱的光芒 原就是这样 对于美丽的事物 总是缺乏了一些抵抗力 争争 下一刻 就在陆子妹的面前 朱衡宇催动能量 激发出了这柄金属伞 剧烈的铿锵声中 那绚丽无比的金属伞 顿时放射出七彩的光运 七彩光运笼罩之下 整柄金属伞 简直美得无法形容 着迷地看着朱衡宇手中的金属伞 陆子妹道 这 这柄金属伞 叫什么名字 第4065章 生命武装 作者 云天空 朱衡宇也没有隐瞒 一边测试着金属伞的各种功能 一边随口道 这叫七星破戒伞 七星破戒伞 听到这个名字 陆子妹大约明白了过来 很显然 这是一柄专门用来破除戒戒的法器 用七种宝石的力量 凝结为七星之力 而七星之力 正是天下一切结界的克星 不过 为什么是雨伞形状呢 仔细一想 陆子妹便明白了过来 这吉地之力 说白了也是水系力啊 雨伞本就是用来挡雨用的 因此 七星克水 正在陆子妹思索之间 朱衡宇已经撑起了 那柄七星破戒伞 戴然道 好了 咱们出发吧 出发 看了看朱衡宇 又看了看她手中那柄雨伞 一时之间 陆子妹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共花了两刻钟的时间 随随便便地 炼制了一把雨伞 这就要破关了 难道说 创造出铁甲战舰的悬兵魔皇 引动极地之力布下的结界 就这么好破 只要两刻钟 她就炼制了一柄破戒伞器 带着满脑子的疑惑 已经难以置信 陆子妹和朱衡宇一起 并肩朝对面那白色的冰黄魔宫走了过去 哗啦啦啦 刚走出没几步 周围的景色一变 瞬间变得阴暗了起来 与此同时 一阵稀稀利利的小雨 从天穷上洒落而下 落在了朱衡宇手中的雨伞之上 满足不走在小雨中 周围竟是扑速速的雨落之声 朝远处望去 周围的一切 在雨幕的遮掩下 都变得朦胧了起来 漫步走在小雨之中 陆子妹只感觉自己的心 全所未有的平静 安详 一种无比舒适 惬意的感觉 让她分外地沉醉 她已经不记得 上一次如此轻松 如此惬意 如此舒服 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就这么无比舒适 无比惬意的 陆子妹与朱衡宇一起 踏上了冰皇魔宫的 大殿台阶之上 直到陆子妹的双脚 踏上台阶顶端之后 陆子妹才猛地醒了过来 转头朝身后看去 入目所见 那里又有什么小雨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道冰蓝色的结界 竟然真的没有阻挡他们 任由他们一路走了进来 一共花费了两颗钟的时间 朱衡宇轻而易举地 便破掉了悬兵魔皇 精心布置下的结界 吃惊地看着朱衡宇 对于朱衡宇 如此轻易就破掉了结界 陆子妹实在是无法理解 就在陆子妹疑惑之间 朱衡宇已经迈开脚步 朝大殿之内走了过去 虽然这里 已经闲置了数千万年的时间 但是这里人既罕至 又有结界守护 因此 大殿之内的地面 依然是光可见人 周围的墙壁和地面之上 见不到一丝的灰尘 啪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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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脆的脚步声中 朱衡宇昂首迈进了大殿之内 完全不担心 再有什么机关和禁止 其实想来也是 谁会在自己的客厅里 布置一堆机关陷阱什么的 有那道结界阻隔 这里已经是绝对安全的了 再布置什么机关禁止 就纯粹属于多此一举了 刚一迈入大殿 朱衡宇第一眼 就看到了一件 散发着血色光芒的黑赤色战甲 仔细看去 那套战甲 通体黑红 黑赤色的甲片边缘处 是一道醒目的 新红色的滚边 此刻 那套铠甲 正放置在一个支架之上 支架的顶端 顶着一对羊角盔 一对粗状盘曲的羊角 牢固地安装在头盔之上 又或者说 那头盔本就是以羊角为核心 炼制而成的 再往下 则是一整套战装 其中包括了铠甲 护手 战裤 以及战靴 整套铠甲 是最最标准的五件套规格 看着那套战装 散发出的黑赤色光芒 朱衡宇不由地兴奋了起来 单从这套战装 散发出的光芒 就可以看出很多东西 毫无疑问 这套战装 绝对是顶级的法器 难道说 这就是魔羊族的传承圣器吗 不 当然不可能是 魔羊族的传承圣器 可不是什么铠甲 而是一柄法杖 据说 这柄法杖 乃是用羊族的始祖 羊族的头颅 炼制而成的 具体什么样 有什么功能 朱衡宇暂时还不知道 但是毫无疑问 那绝对是一根法杖 而不是一套战装 思索之间 朱衡宇迈开脚步 走到了那套战装之前 近距离打量了起来 与此同时 陆子妹微笑着走到了朱衡宇的身边 看着这套战装 细声介绍了起来 这套战装 是悬兵魔皇主战铠甲 以前 悬兵魔皇还没有成为魔羊族的魔皇时 穿戴的就是这套铠甲 不过 自成为魔羊族魔皇之后 这套铠甲 便被闲置了起来 身为魔羊族的魔皇 秦圣的衣食著用 都是非常讲究的 可以不强大 可以不犀利 但是却一定是美观 大方 富丽堂皇 充满皇家威严的 这套战装 虽然确实非常强大 可是色泽却太过暗沉 那赤红色的滚边 又太过妖艳 因此 自从悬兵魔皇上任之后 就再也没穿过这套战装 看着这套黑赤色的战装 陆子妹轻轻伸出手 抚摸了起来 七迷地摇了摇头 陆子妹道 如果当初魔皇穿着这套铠甲的话 也许就不会死了 一切都是命啊 什么 听到陆子妹的话 朱衡宇顿时一头的雾水 怎么回事 从陆子妹的话里判断 这套黑漆漆的战装 似乎比魔阳族魔皇套装 还要强大吗 这套铠甲 名为生命武装 这套战装 是专门为了群战而设计的 当年 悬兵魔皇之所以能在 炼狱魔王的狂攻下 依然坚持得住 靠的就是这套生命武装 这套生命武装 可以在遭受攻击时 汲取对方的能量 转化为治愈光波 治疗铠甲内的魔体 治愈其身躯遭受的创伤 穿上了这套生命武装 就等于有一个拥有魔能调和的修饰 随时跟随在身边 不断地对它释放魔能调和 除非在短时间内 遭受了难以承受的攻击 否则的话 即便站得再久也不会受伤 即便受了伤也会瞬间在治疗光波的治疗下 瞬间痊愈 欲战欲勇 说的就是这套生命武装 如果当日 秦圣穿的是这套生命武装的话 就算依然不是那些妖族大能的对手 也绝对可以活着离开 而不至于身受重伤 透支了灵魂和生命 一命呜呼了 除了这无限释放的治疗光波之外 整套生命武装的防护力 以及其他方面的性能 都只是中等偏上 并不算拔尖 不过 对于玄冰魔皇来说 有魔能兵甲在 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防御力 谁又能破开玄冰魔皇的兵甲呢 有几个人的能量 能打穿兵甲的防御呢 拼着陆子妹详细地解说 朱衡宇不由地连连点头 一挥手之间 将那套黑赤色的战装 给收进了兵皇手环之内 按照朱衡宇与陆子妹的约定 这里的一切 除了玄冰之力外 全都是朱衡宇的 因此 朱衡宇可不会客气 该是他的 就是他的 没必要 也不需要客套 第4066章 会了不难 作者 云天空 这套生命武装 真的太适合玄冰魔皇了 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有了这套生命武装 即便他无法战胜对手 对手也没办法战胜他 只可惜 做了魔皇之后 必须身穿魔皇武装 以体现皇家的威压 彰显皇家至高无上的权力 魔皇武装 无论是防御力 还是其他的特性 都是远超着生命武装的 不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最强的武装 不一定最适合你 适合你的 不一定就是最强的武装 如果说 这套生命武装 与玄冰魔皇 是完美契合的话 那么完全复制了 玄冰魔皇的陆子妹 岂不是也非常适合这套生命武装呢 一旦穿上了这套生命武装 陆子妹将变得有多恐怖 外层有兵甲保护 经过魔能激动加持之后 那兵甲几乎是坚不可摧的 里面再穿上生命武装 如此一来 只要对方不能将陆子妹当场秒杀 她便可以凭借生命武装的回复能力 在短时间内治愈创伤 恢复巅峰战力 虽然说这套生命武装的款式 看起来有点不太适合 无论是颜色还是款式 都有着太多的问题 完全体现不出皇家的气派和威严 可是事实上 这战甲的外在 不是最好改变的吗 当然 朱衡宇也知道 想改变战甲的外在 其实也需要扎实无比的符文知识 以及魔文知识 不然的话 哪怕是破坏 或者影响了其中一道符文 或魔文 整套生命武装 恐怕就彻底废掉了 不但不能保护使用者 反而又可能出现其他的故障 一个不好 反而会误伤到自己 或者使得生命武装的某些功能 效果 特性 完全消失 因此 即便是单纯更改一下外在的款式 也是千难万难的 总体而言 还是印了那句俗话 会了不难 难了不会 不过好在 这生命武装 似乎并没有超出朱衡宇所掌握的 炼奇之道的传承 原本 换了是其他人的话 既然美女这么适合 而且一脸艳羡的样子 肯定当场就把 这套生命武装 送给陆子妹了 可是朱衡宇 却绝对不会这么做 所谓 没有规矩 就不成方圆 既然定下了规矩 就一定要遵守 自意破坏规则的 从来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套生命武装 确实与陆子妹是绝配 可是接下来发现的其他宝贝呢 难道就不适合陆子妹了吗 一旦开了这个口子 接下来的一切 恐怕就不可收拾了 因此 朱衡宇收起了生命武装之后 朝周围搜寻了起来 一路搜寻之间 朱衡宇陆续地发现了丹药室 兵器室 铠甲室 以及一众用来收藏各种宝贝的收藏室 原本 在朱衡宇和其他人想来 悬兵魔皇的行宫之内 肯定是各种宝贝堆积成山的 可是事实上 却并非如此 这里是悬兵魔皇秦圣 与陆子肖的爱巢 这里的一切 与金钱和利益 都是不挂钩的 悬兵魔皇也不可能 把这里 当成是藏宝室 用来储藏宝贝 尤其是丹药室内 根本没多少 用来提升实力的丹药 倒是各种养颜 美白 装扮之类的丹药 倒是有不少 一路搜寻之下 朱衡宇非常的失望 这冰皇魔宫 可是耗费了朱衡宇 不少的心血和精力 不说别的 但是他专门抽出两三年时间 来这里走一走 就已经损失巨大了 如果不来这里的话 无论朱衡宇做点什么 都不只有这点收获 看着朱衡宇失望的表情 陆子妹不由暗笑 陆子肖可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 她唯一渴望的 就是秦胜的爱情 至于其他的金钱 珍宝 灵药什么的 她都是完全不在乎的 秦胜也不会拿这些东西 来取悦陆子肖 秦胜和陆子肖 在这世外桃源之中 只想过一过悠闲的田园生活 外面的一切喧嚣 与他们 与这里 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一路搜寻下来 虽然收获也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对现在的朱衡宇来说 这点收入 已经入不得他的罚 而且最最让朱衡宇失望的是 那传说中的摩羊族传承圣器 却一直没有找到 一路搜寻之下 朱衡宇找遍了整个行宫 也没有发现 摩羊族传承圣器的踪影 难道说 那陆子肖将秦胜的尸体 以及摩羊族的传承圣器 一并带进棺材 被冰封在冰川之下 极地核心之中了吗 看着朱衡宇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陆子妹也很无奈 他的祖宗到底留了什么在这里 也不是他可以决定的 一路行走之间 终于 朱衡宇和陆子妹 一路进入了冰皇魔宫最顶层 秦圣和陆子肖的寝宫之内 也许有人会说了 这陆子妹干嘛 一直跟着朱衡宇啊 他们就不能分开行动 分开搜寻吗 事实上 还真就不能 对于朱衡宇来说 万一陆子妹先踏一步 找到了魔阳族的传承圣器 然后不声不响地收了起来 那朱衡宇怎么办 这一行 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对陆子妹来说 万一朱衡宇先踏一步 找到了悬兵之力 然后不声不响地收了起来 那陆子妹该怎么办 即便把其他的一切都给了他 也弥补不了他的损失啊 因此 两人都是不可能放对方离开的 在彻底搜寻了行宫之前 他们只能同进同退 不得私自离开 一路进入了寝宫 一时之间 朱衡宇与陆子妹的心里 都有点怪异 和魔皇行宫其他的区域不同 魔皇行宫之内 其他的所有区域 都是有雪白的白玉建造和铺就的 可是这寝宫之内 却一片粉红 天棚是粉红的 墙壁是粉红的 床铺是粉红的 甚至就连地面 都是粉红色的 虽然时间 已经过去了千万年的时间 但是很显然 玄冰魔皇当年选用的材料 可都是非常考究的 以周围的地面 墙壁 以及天棚 全部都是由淋浴建造和铺就的 时间过去的越久 这些材料在汲取了天地灵气之后 反而越发地充满灵性了 完全不存在老化 腐朽的问题 难道这里的魔器 混沌之气 以及阴煞之气 不会侵袭吗 事实上 整个行宫之内 并没有这三种气息 否则的话 外面的青草 野花 灌木 就不可能存活 否则的话 那些蜜蜂 蝴蝶 蜻蜓 就不可能存在 在这灵气逼人的小世界内 是不存在那三种侵蚀力 无比恐怖的气息的 因此 即便时间过去了再久 这里的一切 也绝不会腐朽 破败 如果时间更久一点的话 反倒有可能成为金怪 避过 玉石之类的存在 想要成为金怪 那可是千难万难的 即便是一兆年时光 对它们来说 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 因此 这个世界上 几乎没有玉石之类的奇物 可以成为金怪的 不过反过来说 一旦有玉石之类的奇物 有了灵性 化为了金怪 那么它的实力 便几乎是无敌的 玉石一类的存在 本就是以印度著称 一旦成了金怪 其防御力 只会越发地强横 想要战胜这样的金怪 难度实在太大了 第4067章 玲珑玉球 作者 云天空 看着寝宫之内 那粉色的装饰 一时之间 陆姊妹和朱衡宇 都多少有点尴尬 不过 朱衡宇来这里 可不是为了玩乐的 那魔阳族的传承圣器 很可能就在这寝宫之内 因此 朱衡宇快步走了进去 在寝宫之内翻找了起来 一连翻了几个抽屉和香柜 可是里面却并没有朱衡宇想要的东西 一通翻找之后 朱衡宇却还是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 朱衡宇只好将目光 看向了那张硕大无比 有着粉色丈慢的大床了 刚一转过身 朝那大床看过去 朱衡宇便不由地呆掉了 入目所见 那鹿子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到了床边 此时此刻 她正双眼迷离地看着床慢之上挂着的一个粉红色的玲珑玉球 仔细看去 那玲珑玉球色泽粉红 分为外环以及内环双层结构 每层玉球都有九窍 内外两层加起来一共有十八孔 此刻 那玲珑玉球正无风自动 滴溜溜地旋转着 朱衡宇不由好奇地凑了过去 虽然准知道 这不可能是魔阳族的传承圣器 但是自传承了炼器之道后 朱衡宇对于各种法器 法宝 就特别地感兴趣 现在的朱衡宇 暂时还只是知道而已 实际的炼制经验 还非常缺乏 甚至于就连亲眼见过的顶级法器 见到的都很少 现在猛然见到了一个如此精致的法器 自然是非常感兴趣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按照与陆姊妹的约定 这件法器可是归朱衡宇所有的 思索之间 朱衡宇快步走上前去 近距离下 仔细地观察着那枚玲珑玉球 那玉球色泽粉红 一共有内外两重 看着玉球之上 那繁杂而又瑰丽的花纹 朱衡宇不由的一阵痴迷 精巧 太精巧了 这绝对是炼器宗师级的高手炼制出来的 以内以外 两层玉球 一共有九窍十八孔 以内以外 一阴一阳 正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 悠然旋转之间 那玲珑玉球之上 散播出一丝丝一香 弥漫在整个障漫之中 却又不会散意开来 无比的神奇 只不过 这玉玲珑实在是太精巧 符文的刻画 实在太精细了 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 即便是朱衡宇 也看不清楚 上面到底都画了一些什么样的符文 更不知道 这个玉玲珑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为什么要挂在这里 吸了吸鼻子 朱衡宇大约也猜出了 这玉玲珑的功能 很显然 这其实就是一个奢华版的香囊 所谓 软玉生香 这种色泽粉红的软玉 肯定是自带香气的 被炼制成法器之后 便可以稳定地散发出这种异香来 一枚精巧的玉玲珑 便可以取代香炉 以及香囊 让整个香归 真正地变香 而且这种香气 既非常的迷人 又永远不会断绝和消散 最难得的是 这玉玲珑 不但是由软玉雕琢而成的 而且 这软玉 还是极为难得的粉色软玉 这就更加的珍贵了 非皇室家族 是绝对没可能得到如此质宝的 赞叹地看着那悠然旋转的玉玲珑 朱衡宇不由地暗暗赞叹 皇室的奢华 就是从这些小细节 才可以看出来 整个寝宫之内 每一件器物 都是无比精致 无比珍贵的 正在朱衡宇 暗暗赞叹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 朱衡宇忽然感觉大脑有点眩晕 而且 心脏跳动的速度 正在一点点地加快 朱衡宇周身的血液 犹如那烧开的水一般 咕嘟嘟地奔流着 涌动着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疑惑地检查了一下自身的状况 这一查之下 朱衡宇不由暗暗叫苦 刚才全神贯注地去欣赏那玉玲珑 所以朱衡宇并没有察觉身体的异样 可是现在 当朱衡宇终于收起心神的时候 才终于发现不对了 此时此刻 朱衡宇和旁边的陆子妹一样 都是肌肤火红 血流加速 心脏砰砰的跳跃中 周身一片火热 心里也是热辣辣的 一股无以名状的感觉 让朱衡宇有种眩晕的感觉 不好 感知到自己的状况 朱衡宇知道要坏事 这玉玲珑 显然是一件有问题的法器 这件法器 显然是玄冰魔皇亲手炼制出来的 用来增加夫妻情趣的助性小法器 悬挂在账漫之内 可以催动秦圣和陆子霄的色欲之心 以欢想床榻之间的乐趣 这粉色的软玉 生出的异香 本就有着催情的作用 经过玄冰魔皇亲手炼制 将其炼制成法器之后 其威力自然更加恐怖 不过 这一切的一切 都不重要 单凭一件普通的法器 是很难威胁到魔皇镜大能的 至于类似陆子妹这样的魔皇镜巅峰高手 更是几乎不会受到影响 可是 凡事都有例外 这枚玉玲珑 可一点都不简单 也许千万年前 玉玲珑刚刚被玄冰魔皇炼制出来的时候 还只是一件普通的法器而已 可是 随着千万年时光的流逝 这玉玲珑 在汲取了海量的灵气之后 已经灵性十足了 虽然暂时来说 还远远不可能化成金怪 但是却也算的是一箭一宝了 其威力之强 绝对不是普通的魔王所能抵挡的 而且 最最重要的是 过去几千万年的时间里 这枚玉玲珑 都一直在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不断地散发出一丝丝一香 汇聚在这粉红色的床蔓之内 经过几千万年时间的酝酿 床蔓内的香气 已经化为一种奇特无比的灵气了 面对这种灵气般的存在 即便是魔皇镜的大能 也丝毫没有抵抗能力 毕竟 这种灵气 对魔体是有意无害的 是可以促进魔体段位提升 提升魔体强度和硬度的 就好比 人体是不会排斥氧气 对抗氧气的 不是人太弱小 而是人需要氧气 才可以存活 抵挡不抵挡得住 这并不是问题所在 问题是 魔体并不会去抵挡 反而是如鸡似渴地去吞噬 看着朱衡宇 那迅速涨红的肌肤 以及双眼 陆子妹虽然也对抗不了 这粉红色的一香 但是如果她想走 想要离开的话 却是不成问题 以陆子妹的实力 完全可以第一时间抽身而退 离开这个区域 可是这魔皇行宫之内 已经完全搜索完毕了 朱衡宇想要的魔阳族传承魔器 却依然不见踪影 当年陆子霄送回去的书信里 并没有提到传承圣器的事 陆子妹只是根据当年的经过 推断出应该在这里 虽然陆子霄的书信上并没有提 但是在陆子妹想来 既然秦圣活着 回到了兵皇魔宫 那应该把传承魔器带回来了 可是现在看来 陆子妹的判断 显然是错的 当年的秦圣 很可能在战斗时 失落了传承圣器 虽然活着 回到了兵皇魔宫 但是他的传承圣器 却遗留在了战场之上 如此一来 朱衡于此行的目标 就全部落空了 反观陆子妹 他想要的悬兵之力 却肯定在 当年陆子霄传回去的书信里 着重提的 就是这悬兵之力 陆子霄希望 陆家的后人中 那些杰出的天才 可以来到兵皇魔宫 取回悬兵之力 继承玄兵魔皇秦圣的遗志 继续为振兴魔阳族而奋斗 第4068章 算计 作者 云天空 至于为什么 非要是陆家的后人 那是因为 陆子霄本就是陆家之女 陆家的后人 就是秦圣的后人 秦圣的遗志也好 财富也好 自然该由秦圣的子孙去继承 而且 作为一个母亲 陆子霄自然希望 自己的子孙后代 能有大出息 自然希望自己的子孙中 能再出现一个 类似于秦圣的伟大存在 陆子霄的书信中 甚至连悬兵之力的位置 以及获取的方法 都写得明明白白的了 因此 陆子妹是一定可以得到悬兵之力的 至于朱衡宇 则有点悲剧了 这兵皇魔宫之内 显然并没有传承圣气 如此一来 即便朱衡宇 获取了再多的好处 也根本没有意义 对于朱衡宇和陆子妹这样的存在来说 财富什么的 虽然也会想要 但他们最需要的 却绝不是财富 他们真正需要的 永远是金钱买不到的质保 神色复杂的 看着朱衡宇 终于 陆子妹迎牙轻咬之间 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朱衡宇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 若目所见 他正躺在那粉红色香暖的大床之上 至于那陆子妹 却已经不见了踪影 第一时间检查了一下身上的衣服 穿戴得非常整齐 简直一丝不苟 冰黄手环 也安然戴在他的手腕之上 并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朱衡宇感觉大脑 依然有点发晕 甚至还有一丝丝的痛楚 努力地回忆着刚才的事情 可是 不管朱衡宇怎么回忆 最多也只能想起之前 自己观看那玉灵龙石的画面 再往后 一切的记忆都没有了 陆子妹去哪里了 疑惑地皱着眉头 朱衡宇想起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正疑惑之间 英灵儿的声音 在朱衡宇的尸海内响了起来 喂 怎么回事 刚才你怎么忽然 失去了意识 你不要紧吧 失去了意识 听到英灵儿的话 朱衡宇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不过很快 朱衡宇便意识到 现在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 紧皱着眉头 朱衡宇道 你看到陆子妹了吗 她去哪里了 英灵儿苦笑着道 你说的是和你一起进来的那个女人吗 她刚才闯进了悬兵魔皇的陵墓 当着我的面 抢走的悬兵之力 然后就离开了 对了 那女人过来的时候 手里拎着一根羊手法杖 你该不会把传承圣器送给她了吧 什么 羊手法杖 听到英灵儿的话 朱衡宇猛地站了起来 仔细回想起来 朱衡宇的怒气 不由迅速地酝酿了起来 站在朱衡宇的角度想来 那陆子妹 身为秦圣和陆子霄的后人 对这里的一切 自然是了如指掌的 她肯定是借助了那玉玲珑 迷晕了朱衡宇 然后 趁着朱衡宇昏迷的机会 去隐秘处 取走了魔阳族的传承圣器 然后再赶去悬兵魔皇的陵墓 夺走了悬兵之力 如此一来 朱衡宇便落得个竹篮打水 一场空的结局 除了那三万多株 千万年份的水系灵药之外 朱衡宇基本是颗粒无收了 一想到自己被陆子妹给算计了 朱衡宇便不由地怒从心头起 往她对她那么信任 可是她却做出这样的事来 当然 朱衡宇也不是没想过其他的可能 可是 如果真的不是向朱衡宇猜测这样的话 那陆子妹 现在去哪了 她为什么要避开朱衡宇 是什么原因 让她连见朱衡宇一面的勇气都没有呢 紧紧地捏着拳头 朱衡宇心里恨恨不已 但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说到身份和地位 那陆子妹是军部九大巨头之一 朱衡宇得罪不起 说到个人实力 那陆子妹乃是九十七段的高手 尤其是夺取了悬兵之力后 更是会在短时间内 进军到九十八段黑光魔体 甚至是九十九段白光圣体 假以十日的话 即便正得混沌战体 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说到权力和势力 陆子妹身为陆家的家主 手中执掌着魔阳族的军械生产 麾下的士族更是酒精训练 装备精良 朱衡宇根本没有能力 没有本钱去和陆子妹对抗 因此不管内心里有多恨 他都只能暂时压在心底 虽然暂时来说 朱衡宇确实没有资本去对抗陆子妹 可是朱衡宇有信心 一定可以迅速崛起 站在与陆子妹同样的高度上 到了那个时候 朱衡宇自然就有了资本 去和陆子妹对抗了 无论如何 早晚有一天 陆子妹必将为今天所做的一切 付出千百倍的代价 而且这一天并不会太过遥远 思索之间 朱衡宇快速下达了一系列的命令 所有人全速搜索兵皇魔宫 将所有宝物全部带走 下达了一系列的命令之后 朱衡宇转过身 快步走出了寝宫 虽然说陆子妹根据他的先祖 陆子肖提供的消息 可能私自带走了传承圣器 以及悬兵之力 但是朱衡宇相信 很多东西 即便是陆子肖 也是不知道的 毕竟 陆子肖的修为并不高 虽然圣的倾国倾城之貌 是当年帝都最美的花 但是他的修炼天赋 资质 却非常的普通 不是修炼的料 很多东西 即便悬兵魔皇不瞒他 他也根本弄不懂 因此 这兵皇魔宫之内 肯定还有陆子肖不知道 但是却无比珍贵的宝藏 还没被陆子妹带走 接下来 朱衡宇在冰皇魔宫内 快速穿行了起来 一路穿行之间 朱衡宇很快便根据自己的经验 判断出了一些事物 这座魔皇行宫巨大无比 占地面积足有上千平 可是在朱衡宇敏锐的观测之下 魔皇行宫的一层空间 显然比二层的空间小了那么一点 虽然小的并不多 只小了不到十平方米而已 可是无论如何 小了就是小了 这是不正常的 来回在一层和二层游荡几次之后 终于 朱衡宇走到了一楼角落出的一堵墙壁前 轻轻伸出右手 将手心按在了玉壁之上 朱衡宇却始终保持着那个动作 一动都不动 足足一刻钟之后 在一阵阵沉闷的声响中 朱衡宇又长下的那面玉壁 缓缓地升起 露出了一个只有十平米左右的空间 十平方米的空间 说大不大 但是说小 其实也不小了 仔细看去 那是一个直径大约三米的圆形区域 整个区域之内 一片空旷 什么都没有 更不用说宝物了 换了是其他人 看到这空空如也的房间 恐怕也就失望地离开了 可是朱衡宇不同 第4069章 更改 作者 云天空 虽然还没有获得完整的符文之道以及魔文之道传承 但是单就炼器之道中包含的符文之道以及魔文之道便已经非常强大了 只一眼 朱衡宇就看出了这间密室的用处 很显然 这间密室正是整座冰皇魔宫之内所有大阵的核心枢纽 用据专业术语来说 这里就是大阵的镇核 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间密室也许一点用处都没有 可是对于朱衡宇来说 这间密室才是最有价值的 有了这间密室 他就可以掌控整个冰皇魔宫 更改冰皇魔宫内的一切阵法和禁制 如此一来 朱衡宇根本不需要搜刮这里的财富了 只要将这里的阵法和禁制全部修改一遍 那么 即便是玄冰魔皇复活 也休想来去自如了 甚至于 如果朱衡宇可以在此基础上 对真法和禁制进行升级换代的话 整个冰皇魔宫将更加的固若金汤 外人想要闯进来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思索之间 朱衡宇不敢怠慢 第一时间踏入了密室之内 朱衡宇的身后 那扇隐秘的玉石之门 也无声无息地关闭了 长吸了一口气 朱衡宇盘膝坐在地面之上 调整了一下心神 朱衡宇慢慢闭上双眼 将神念注入了身下的符文大阵之中 轰隆 一声轰鸣声 在朱衡宇的时还响了起来 与此同时 朱衡宇的神念 进入了一个无比玄妙的世界之中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整个天地之间 一片虚空 天地之间 到处都涌动着冰蓝色的气流 在那冰蓝色的气流之中 一道道由玄冰凝聚而成的符文 有如一颗颗星辰一般陈列在虚空之上 那一颗颗星辰般的符文 却又彼此不成阵形 凝聚成一道道玄妙的符文法阵 看着那一道道符文星辰排列成的阵符 朱衡宇不由地叹为观止 很显然 为了布下这道大阵 悬兵魔皇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光从这灿若星河的符文法阵上 就可以看出悬兵魔皇的造诣 悬兵魔皇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大的名望 真的不是侥幸得来的 但就目前而言 朱衡宇还远远步不出如此庞大 如此繁杂的符文法阵 不过还好 虽然具体的布局上 朱衡宇还无法达到悬兵魔皇的高度 但是他能看懂这些符文法阵 也可以再细部进行修改和升级 一边观察着那浩若星海 兴罗齐步的符文大阵 朱衡宇的大脑 快速地运转着 不断地思索着改进的办法 很快 这符文法阵 已经彻底布局完成了 想要进行大的改动 朱衡宇还没那个本事 即便有那个本事 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 浪费在这里 而且 朱衡宇也根本没有必要 去进行大的改动 此时此刻 这符文大阵 其实就像一架精密无比的 由能量塑造而成的机械一般 朱衡宇要做的 只是细微的调整和改动 如果 把这座符文大阵 比作一把密码锁的话 那么 朱衡宇要做的 就是重新修改一下密码 一旦密码更改结束 那么 即便是悬兵魔皇重新复活 也休想破解 观察两久 终于 朱衡宇猛地探出双手 遥遥地抓向那漫天的符文星辰 在朱衡宇的驾驭下 抖转星移 天地之间爆发出一阵阵剧烈的轰鸣声 聚精会神地观察着那漫天的符文星辰 朱衡宇不断地牵引着 引动着 更改着一颗颗符文星辰的位置 终于 整整半个时辰之后 朱衡宇终于完成了符文密码的修改 整整半个时辰之内 朱衡宇抹出了悬兵魔皇留下的所有密码 并且在此之上 添加了一道由三千道符文密码组成的复杂密码 这三千道符文密码 完全是由最基础的 三千符文之道设置而成的 三千道密码 就是三千道基础符文 因此 除非和朱衡宇一样 拥有着完整的 基础的符文之道传承 否则的话 破解到死 也是绝对破解不开的 说的简单点 连密码的符文是什么都不知道 又怎么可能正确地画出来 并且使其发挥功效呢 随着三千道密码设置成功 朱衡宇终于松了口气 即便是当日的玄冰魔皇 都只运用了三百六十五道符文而已 他所掌握的基础符文 也就十分之一多一点而已 因此 这三千道符文密码 即便是玄冰魔皇清零 也绝对是一头雾水 更改和增添了密码之后 朱衡宇等于是将这兵皇魔宫 彻底地上了把锁 没有掌握密码的人 是无论如何 也进不来的了 就在朱衡宇修改完密码之后 毒牙那边猛然传来了消息 尼宫内的那些修士 已经发现了毒牙假造的那些墙壁 已经有修士 开始探索假玄冰墙壁的位置 并且试图暴力破坏了 听到毒牙传来的消息 朱衡宇皱了皱眉头 不过很快 朱衡宇也就释然了 时到此刻 那些万年份的药材 已经采摘完毕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朱衡宇现在可正坐在大镇枢纽之上 整个玄冰迷宫 可都在他的操控之下 心念一动之间 朱衡宇对毒牙下达了命令 不需要再假造什么悬兵墙壁了 毒牙和他统帅的那魔狼射手 立刻赶去药田那边 接到朱衡宇的命令之后 毒牙没有丝毫的迟疑 第一时间 带领着魔狼射手 离开了迷宫 朝药田的位置赶了过去 朱衡宇长吸了口气 再次探出双手 牵引着天上的符文星辰 行那斗转星移之法 轰隆隆的轰鸣声中 一道道符文星辰 缓缓地移动着 与此同时 外面的悬兵迷宫 也剧烈无比地颤抖了起来 感受到迷宫剧烈地颤动 迷宫内的修士们都一脸地紧张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所有人小心戒备 仔细观察之间 悬兵迷宫之内 一道道悬兵墙壁 开始动了起来 原本平整的地面之上 升起了一道道悬兵墙壁 而原本是墙壁的地方 则有的降了下去 有的旋转了起来 只短短的百息时间之内 整个迷宫的地形 便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轰隆 终于 在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 所有的变动终于彻底停止了下来 看着周围的迷宫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失去了说话的兴趣 原本 这么长的时间里 大多数人已经将迷宫的布局 给探索了出来 可是现在 经过了变动之后 他们的探索 全部都白费了 迷宫的地形改动之后 整个布局全部都改变了 再想找到出口 又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了 就在迷宫内 所有人都一脸苦笑的同时 另一边 大阵核心处 朱衡宇的脸上 却露出了笑容 第4070章 不是夸张 作者 云天空 刚才的一系列变化 倒不是完全由朱衡宇完成的 而是那悬兵迷宫 本身就自带的功能 很多时候 悬兵魔皇 其实并不在这魔皇行宫之内居住的 作为魔阳族的皇帝 他经常要回到魔阳族 去处理诸多的事物 而且 铁甲战舰的研发 建造 也离不开他的指点 基本上 他每年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留在兵皇魔宫之内 他不在的时候 为了保证陆子肖的安全 自然要封门庇护的 说白点 他不在家的时候 自然是要锁上大门的 即便是他的朋友 属下 亲人 拿着悬兵令 也绝对进不来 朱衡宇现在在做的 就是发动大阵的功能 彻底迷宫的地形改变 改变了地形之后 整个悬兵迷宫 根本就没有出口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 悬兵魔皇是通过法阵 锁上了自家的大门 那悬兵迷宫的位置 是位于冰川之下 极深之处 当初进入这悬兵迷宫时 朱衡宇一行人 先是沿着旋转楼梯 向下行进 随后 更是坐着那悬兵滑梯 一路向地心处滑行 根据朱衡宇的保守估计 那悬兵迷宫的位置 距离北极圈的地表 足有十万八千米 猛一听起来 似乎十万八千米 也并不算太远 但那可是上百公里的一段距离 在这里 要解释一下 兵皇魔宫的真正位置 在一般人想来 这兵皇魔宫肯定是身在大地之下的极深之处 事实上 却恰恰相反 兵皇魔宫不在地下 而在地面之上 当初 英灵儿第一次抵达兵皇魔宫内宫的时候 可是出现在半山腰处的 英灵儿出现的位置 就是地表的一座山脉的半腰处 想进入兵皇魔宫 先要深入地下十万八千米处 进入悬兵迷宫 离开了悬兵迷宫之后 依然在地下十万八千米处 接下来 穿过药田之后 会抵达一处富丽堂皇的悬兵阶梯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 这处悬兵阶梯 完全由悬兵凝聚而成 悬兵阶梯的地面之上 刻满了繁杂的符纹 在这悬兵阶梯的之上 纹刻了一整套空间压缩符纹 这道悬兵阶梯 一共有一百零八个台阶 走到台阶的顶部 就可以进入到真正的魔皇行宫 不要小看这一百零八道悬兵阶梯 在空间压缩符纹的特效下 每踏上一道阶梯 便跨越了一千米的距离 连续迈出一百零八步之后 便跨越了十万八千米 重新回到了地表之上 出现在了真正的兵皇魔宫之内 说了半天 那兵皇魔宫到底在哪啊 事实上 那兵皇魔宫就在极地核心的正中心处 九座冰川围拢出来的山谷里 悬兵魔皇凭借着悬兵之力 引动那极地之力 将九座冰川给冰封了起来 在无限的极地之力 不断加持之下 以那九座冰川为基座 凝聚出了一座高可接天的超巨型冰川 兵皇魔宫的大殿 就坐落在九座冰川围出来的空间之内 兵皇魔宫的正上方 则是极地之力凝聚而成的万丈冰川 因此 那些被困在悬兵迷宫之内的修士 其实距离真正的魔皇行宫 真的还有十万八千米的距离 这并不是在夸张的形容 而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如今 朱衡宇已经改变了迷宫的地形 彻底封锁了出口 到此为止 那迷宫已经是只有入口 没有出口了 而且 就算有人突破了迷宫也不要紧 即便穿越了迷宫 他们距离真正的兵皇魔宫 其实也还有着十万八千米 足足上百公里的距离 此时此刻 朱衡宇虽然还没有关闭悬兵阶梯处的空间压缩阵 但那是留着给毒牙 以及那一百名魔狼射手用的 一旦他们进入兵皇魔宫之内后 朱衡宇就会关闭悬兵阶梯 并且将悬兵阶梯隐藏进冰川的山腹之内 如此一来 就彻底断绝了通往兵皇魔宫的通道 药田所在的位置便是尽头了 做完这一切之后 朱衡宇终于松了口气 不过到此为止 朱衡宇还不能休息 由于这兵皇魔宫之内 魔闻存续的时间都实在太久了 大量的魔闻都已经开始失效了 之所以会如此 其实还是因为 悬兵魔皇所掌握的魔闻之道 并不完善 虽然悬兵魔皇已经掌握了365大周天符文 可是大周天符文只可以延长魔闻存续的时间 却并不能使其永恒存在 只有集齐三千大道符文 布下的法阵才可以永恒存在 甚至于 存在的时间越长 大阵的威力就越大 不过 也不要因此 就小看了悬兵魔皇 对比起魔族其他的那些魔闻师 他们布下的魔闻法阵 连百年时间都抗不过去 在魔器 混沌之气 以及阴煞之气的冲刷之下 少的只能抗几个月 朱衡宇在魔阳剑宗的店铺 就是如此 多的能抗几年 甚至十几年 能撑过几十年 达到上百年的 那便 已经是绝顶高手了 类似于悬兵魔皇这样 竟然可以让魔闻持续几千万年 才渐渐失效的 这在魔族的历史上 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不过 不管怎么样 为了重新使整座大阵恢复功能 朱衡宇必须对其进行修改和增补 补全悬兵魔皇部下的法阵 修改其中存在的错误 使得整个大阵 彻底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循环 好在 玄兵魔皇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 朱衡宇只需要小修小补 便可以初步实现自己的需求 朱衡宇能做的 其实并不多 他只能在玄兵魔皇部下的法阵之间 增加几条捣索 是本该连通 但现在却彼此断绝的阵法之间 形成回路 只要形成了回路了 那些因为失去能量 而渐渐失去功效的魔纹 就会瞬间恢复所有的功能 至于更多的操作 朱衡宇暂时也无法进行 毕竟 他所掌握的符文之道 只是最基础的三千道符文而已 虽然非常的全面 但是深度却很浅薄 用来补权 修改错误 问题还不大 但是想要创造性的 在玄兵魔皇的基础上 对大阵进行改进 甚至是升级 却还是力有未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就在毒牙和他的八道分身 统帅着上百名魔狼射手 带着所有收割的灵药 正打算朝玄兵阶梯迈进的时候 一道宝蓝色的光芒闪过 那身材健壮无比 身高足有两米出头的杨昊 竟然穿越了迷宫 出现在了迷宫的入口处 嘿嘿嘿 远远地看着毒牙 以及那上百名魔狼射手 杨昊发出了一连串低沉的笑声 笑声中 杨昊的周身 释放出灰黑色的烟雾 与此同时 杨昊咧着嘴道 放下你们身上的所有财物 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如果不然的话 可不要怪我心狠手了 第4071章 人形暴龙 作者 云天空 快跟我走 见到这一幕 毒牙先是一愣 随后瞬间下达了命令 接到毒牙的命令之后 上百名魔狼射手 第一时间排列好队形 跟随在毒牙的身后 朝着悬兵阶梯的方向赶了过去 与此同时 毒牙的八尊分身 朝着那杨昊围了过去 看着迎面来的八个对手 杨昊却一丝畏惧都没有 毒牙的八尊分身 可都拥有着九十段的魔体 从境界上而言 他们和杨昊一样 同样是魔皇境的高手 只不过 毒牙的八尊分身 属于魔皇境初阶 而那杨昊 却是魔皇境中阶 两人之间的魔体段位 足足差了六段 不过 即便如此 以八对一 毒牙的八尊分身 依然是有着八成的胜率的 老话说得好 双拳南地四手 猛虎也架不住一群狼啊 可是仔细朝那杨昊看去 面对毒牙的八尊分身 杨昊却一点紧张的表情都没有 看着毒牙的八尊分身 杨昊的脸上 反倒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眼看着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就在这个时候 朱衡宇却通过灵魂锁链 制止了这场大战的爆发 在朱衡宇的命令下 毒牙全速奔行 朝着兵皇魔宫大殿的方向 全速迈进 而英灵儿 则暂时停止对兵皇魔宫的探索 第一时间赶回魔宫的大殿 至于毒牙的八尊分身 则尽量别开战 想办法用语言 拖住那杨昊 为毒牙 英灵儿 以及朱衡宇 赢取时间 且不说 毒牙 英灵儿 如何全速奔驰 也不提 那毒牙的八尊分身 以及那上百名魔狼射手 如何迅速撤离 另一边 朱衡宇的双手 挥舞到了极限 他必须全速对悬兵阶梯 进行修改 在那杨昊战胜毒牙的八道分身 抵达悬兵阶梯之前 彻底完成对悬兵阶梯的掌控权 毒牙的八道分身 觉得那杨昊再强 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已 有上百魔狼射手在 一人一记魔能狙杀过去 那杨昊还不得死一百个死 可是事实上 朱衡宇可不敢考虑得这么简单 凭借九十六段魔体 便战胜了九十九段白光圣体的家伙 岂是可以小觑的 要知道 一旦判断失误的话 那么 杨昊就有可能瞬间杀入人群之中 以杨昊那可以击败白光圣体及大能的破坏力 一拳轰下去 一脚跺下去 都最少可以轰杀几名 甚至十几名魔狼射手 只要几个呼吸之间 那上百名魔狼射手 便可能死伤殆尽了 这么大的损失 朱衡宇是无论如何 也承受不了的 这一百名魔狼射手 可是朱衡宇的心头之肉 随便损失一个 朱衡宇都承受不起 因此 这个危险 朱衡宇是绝对不会去冒的 要知道 在与妖族的十年停战协定结束之后 朱衡宇便将开启 制霸血扬岛海域的战役 既然要开战 那自然需要一众将领了 其中 毒牙和他的八尊分身 可以分别统率一支舰队 横行与大海之上 获得治海权 一共九支舰队 足以封锁整个血扬岛海域了 可是 光是毒牙和他的八尊分身 就足够了吗 不不不 只凭借毒牙的九道战体 根本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毒牙和他的九道战体 足以担任九支舰队的统帅之职 可是义军之统帅 也是需要驻守 需要一系列的军官 帮他统帅士族的 而朱衡宇去哪里 为毒牙的九大战体配备将军? 没错 这一百名魔狼射手 正是朱衡宇为毒牙的九大战体 特意准备的大将 这上百名魔狼射手 在来朱衡宇这里之前 便已经是魔帅境的高手了 若不是因为身有残疾 无法再上战场的话 无论如何 魔狼族的军部也不可能把他们放给朱衡宇的 不过现在 在朱小妹的治疗之下 他们已经恢复了健康 他们的伤残 已经恢复如初 他们亿万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和阅历 也依然存在 因此 他们足以成为毒牙九大分身 最强有力的助手 这上百名魔狼族射手 在魔狼族内 原本就是魔帅 现在只做毒牙的副手 已经算是降格任用了 若不是朱衡宇的地盘还太小 势力还太弱的话 即便把他们放出去 担任义军之统帅 都绝对是负负有余的 尤其是现在 这一百名魔狼射手 都已经在熊掌的滋补下 将魔体段位提升到了八十段 达到了魔王境的初级境界 因此 这一百名魔狼族射手 绝对是一笔庞大的财富 损失了任何一个 朱衡宇都承受不了 很快 英灵儿按照朱衡宇的命令 抵达了魔宫的大殿之中 出现在了朱衡宇所在的密室之外 感知到英灵儿的到来 朱衡宇也没有废话 直接开启了暗门 将刚才得手的那套生命武装 从门内扔了出去 随后 那上暗门便再次合拢了起来 英灵儿没有多说什么 一把抓起地面上的生命武装 全速朝着大殿外跑了过去 与此同时 独牙也已经全速奔驰 远远地将那一百名魔狼射手甩在了身后 从高空府看下去 英灵儿自大殿之内 全速窜了出来 朝着入口的方向跑去 而独牙则从半山腰处的入口处窜出来 全速朝大殿的方向狂奔 而悬兵阶梯之外 独牙的八道分身 却已经和那杨昊正面对峙了起来 若不是朱衡宇再三叮嘱 恐怕战斗早就开始了 毕竟 以八对一的情况下 即便对方的魔体段位足有九十六段 他们也应该拥有着必胜的把握 可是他们必须遵守朱衡宇的命令 即便再怎么想要开战 也只能强行忍耐 不过 独牙的八尊分身 虽然想拖延战斗 但是那杨昊 却未必肯拖 原本身为超级高手的杨昊 还不屑先行出手 可是甘等了好一会 对面那八个家伙 竟然一直不肯出手 只是站住了八个方位 将他死死地围在中间 却就是不肯开打 面对于此 以杨昊的智慧 自然很快就意识到了什么 撇了撇嘴角 杨昊道 想和我拖延时间吗 那可由不得你们了 轰隆 话声刚落 杨昊周身缭绕着的黑气 猛地爆发开来 刹那之间 那无尽的黑气 凝聚成一条黑色的蛟龙 围绕着杨昊的身躯 猙獰地盘旋着 感受着那漆黑的气流中 那肆虐无比 无比混乱的破坏之力 一时之间 毒牙的八道分身 同时暗叫危险 这杨昊 不仅仅是外表看起来 见状结实 一旦释放出威压 进入战斗状态 简直就是一尊人形暴龙 那森寒无比 暴虐异常的威压 直牙的八尊分身 连气都喘不过来 眼看着毒牙的八尊 分身不肯接战 那杨昊自然不会傻等下去 再继续拖延下去的话 魔宫内的宝藏 恐怕被人抢光了都 第4072章 强横高手 作者 云天空 暴怒之间 那杨昊双手一探一抓之间 那漆黑的龙形气流 顿时一分为二 分别汇聚到了他的双拳之上 暴鹤声中 杨昊的身躯只一闪 便出现在了毒牙的一尊分身旁边 好 下一刻 那杨昊的右拳 伴随着一声龙吟 悍然对着毒牙的一尊分身轰了出去 不得不说 那杨昊的移动太快了 简直像是瞬间移动而已 而且 移动的同时 杨昊的攻击便已经出手了 说起来很复杂 事实上 杨昊先是原地出拳 对着面前的空气进行攻击 可是 就在杨昊的拳头 挥出一半的时候 金光一闪之间 杨昊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毒牙的一尊分身的身前 仓促之间 毒牙的分身 只来得及架起双臂 在身前做了一个十字交叉 杨昊的那一拳 便已经轰到了 沉闷的声响之中 毒牙的分身 尽管已经是在全力防御了 可是在杨昊那势大力尘的一拳之下 毒牙的分身 却还是被轰得连连后退 一连退出了上百米 才终于停住了脚步 扑齿 就在毒牙分身的脚步站稳的一刹那 一口紫红色的鲜血 夺口喷了出来 按道理说 毒牙的分身 已经完成了十字交叉防御 一双小臂 在胸前做出了十字交叉 这已经是正面最强的防御形态了 可是即便如此 却还是没能挡住杨昊那狂暴的一拳 只一拳之下 毒牙的那尊分身 便深受重伤 虽然暂时来说 还没有失去战斗能力 但是一身的本领 却被虚弱了两三成 继续战斗的话 恐怕只能爆发出七八成的实力了 说时迟那时快 那杨昊并没有因为一拳得手 便就此停下来 嗖嗖嗖嗖 一连串的呼啸声中 杨昊的身躯不断地闪现着 远远地看去 杨昊手舞足蹈之间 一拳一脚 不断地对着空气轰出去 虽然表面看起来 那杨昊似乎是在轰击空气 可是就在杨昊的拳脚 轰出一半的时候 金光暴闪之间 它总是会出现在毒牙的 一尊分身的周围 或者是出现在身前 或者是出现在身后 也可能出现在身侧 那原本挥出一半的拳头 在杨昊现身的同时 正好挥到了极限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达到了最巅峰 面对杨昊如此的攻击 毒牙的八道分身 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杨昊每次发动攻击的时候 他们都不知道 他要对谁发动攻击 也不知道 杨昊到底会出现在什么位置 用什么方式 对他们发动攻击 而且杨昊的每一拳 每一角都可谓是势大力尘 都是将力量爆发到了极限后 才瞬间出现在目标身边 对目标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而且杨昊的每一拳之中 都蕴含着一道龙形气流 那龙形气流钻入魔体之后 一路之上 将锁过之处的所有经脉 全部破坏掉 而且那条龙形气流 实在太恐怖了 一路在经脉内钻来钻去 直到能量耗尽 这才彻底消散 可是在消散之前 他们却已经破坏了大量的经脉 砰砰砰 剧烈的轰鸣声中 毒牙的八道分身 还没来得及反击 便先后在三夕时间之内 纷纷被杨昊打倒在地 傲然地挺直了身躯 杨昊一脸不屑 面对着他的龙皇闪击拳 对方根本就不可能有招架的资格 这才只是他随手轰出的普通攻击而已 如果他全力施展开来的话 对方根本连三夕时间都坚持不过去 冷笑一声 那杨昊迈开脚步 朝着悬兵阶梯的方向 大步走了过去 毒牙的八尊分身 虽然很想立刻阻拦 可是刚一站起身来 他们便再次坐回了地面之上 刚才那一拳中 蕴含的龙形气流 实在太强横了 所有人经脉受损 已经无法爆发出太强的力量了 即便勉强迎上去 也只会被一拳轰飞 根本无力阻拦那杨昊 那毒牙可也是海蛇一族 不是出的奇才了 一直以来 对于魔羊族的所谓高手 毒牙其实并没有放在眼里 对于海蛇而言 所谓的魔羊族 其实就是一道美食而已 海蛇族每年发动的海洋之灾 除了要获取陆地上的资源之外 其他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想猎杀一些魔羊族 当作肉食进步一下 可是今天 毒牙的八道分身 终于遭遇了一个不是出的 甚至可以和猎狱魔王相提并论的 强横高手 杨昊 在以八对一的情况下 在短短的三夕时间之内 对方只用了八拳 便彻底将他们击溃 伤重难起 面对如此巨大的落差 毒牙的八道分身 都有点接受不了 这魔羊族的修饰 什么时候强大到这个地步了 随便站出来一个什么人 就能玩耍一般地击败他们了吗 原本 对于朱衡宇的谨小慎微 毒牙和他的八道分身 其实是不以为然的 虽然无法违抗朱衡宇的命令 但是在内心里 他们还是觉得朱衡宇有点谨慎过度 可是现在看来 朱衡宇当时的决定 绝对算是高瞻远瞩 如果那一百名魔狼射手 没有在杨昊抵达前 第一时间撤退的话 那么凭借着杨昊的闪击拳 绝对可以酿造一场惨剧 在闪击拳的面前 魔狼射手的魔能狙杀是没有用处的 只要一记闪击拳 杨昊就可以出现在上百名魔狼射手部下的军阵之中 以杨昊的破坏力 连九十段魔体的毒牙都承受不住 更何况是这些魔体段位只有八十段的魔狼射手了 别说是正面被轰中了 即便是杨昊拳脚的余波 都足以震杀这些魔狼射手 要不是朱衡宇见机得快 直接下令让大家撤退的话 恐怕现在 这里已经是满地尸体 血流成河了 正在毒牙的八尊分身暗暗后趴之间 冰皇魔宫之内 毒牙的本尊终于与英灵儿碰面了 没有丝毫的犹豫 英灵儿直接将那套生命武装扔给了毒牙 毒牙也没有客气 直接要破舌尖 血迹了这套生命武装 很快 那生命武装的各大配件 纷纷化作一道黑赤色的光芒 覆盖在了毒牙的身躯表面 与此同时 包括毒牙 以及他的八尊分身在内 所有人的死海中 都传来了朱衡宇的命令 不得不说 毒牙的八尊分身 还是太过大意了 原本 他们自持以八对一 因此根本不屑全副武装 在他们看来 以八对一 已经胜之不武了 现在却还用动用神兵力气 那实在太丢脸了 说白了 毒牙的八尊分身 对魔阳族的修饰 还是缺乏必要的尊重 不过现在 吃过了苦头之后 他们自然不会 再轻视魔阳族修饰了 尤其不会轻视这个举手头族之间 便将他们重创的阳号 第4073章 拿出真本事 作者 云天空 随着毒牙血炼了生命武装 随着朱衡宇下达的强制命令 刹那之间 毒牙的八尊分身 全速动了起来 哗啦啦啦 一连串的脆响声中 毒牙的八尊分身的手中 纷纷凝聚出了 嗜血魔剑 以及玄规战盾 与此同时 一套黑赤色的装甲 纷纷在他们的身躯表面 凝聚了出来 真正的超级法器 从来都是法则的凝聚体 而不仅仅是钢铁铠甲 那么简单 嗜血魔剑是如此 玄规战盾是如此 生命武装也同样是如此 只要毒牙的本尊 炼化了这三件法器 那么他的八尊分身 就都可以凝聚出 这三大法器 哗啦啦 听到那清脆的声响 杨昊不由地停下了脚步 朝着毒牙的八尊 分身看了过去 入目所见 毒牙的八尊分身 全身都覆盖在了一套 黑赤色的战甲之中 一对粗壮而又盘曲的羊角 顶在头顶 毒牙的八尊分身 完全被黑赤色的战甲 覆盖在其中 连双眼 都没有露在外面 拳锋壁是铠甲覆盖下 毒牙的八尊分身 左手持着黑赤色的嗜血魔剑 右手提着黑赤色的玄规战盾 八尊分身的背后 左四 右四 分别窜出了八条黑赤色的锁链 与此同时 在生命武装的治疗光波之下 毒牙八尊分身的创伤 也瞬间痊愈 只短短不到三细的时间里 毒牙的八尊分身 便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呼啦啦啦 一连串的声响中 毒牙的八尊分身 再次将那羊号给围在了中间 这一次 再没有人敢麻痹大意 再也没有人 敢小看了这魔羊族的高阶修士 此时此刻 无论是毒牙 还是他的八尊分身 甚至包括英灵儿和朱衡宇在内 所有人都非常想知道 毒牙的八尊分身联手之下 是否可以与魔羊族目前的第一高手 经常被大家拿来 与炼羽魔王相提并论的杨昊 进行正面对抗 见到毒牙的八尊分身 竟然这么快便恢复了伤势 并且再次围了上来 一时之间 杨昊也不由地露出了惊讶之色 对于自己的力量 杨昊还是非常自信的 那每一拳 每一脚中 都蕴含着肆虐的破坏之力 以毒牙分身魔皇境初期的魔体断位 是无论如何 也承受不住的 可是现在 就在他的眼前 刚才还重伤难起 口吐鲜血的八个对手 现在却已经是生龙活虎地跳了起来 再次把他围在了正中央 而且 和刚才不同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这八个家伙还赤手空拳 只是凭借人多维欧他而已 可是现在 这八个家伙 已经是全副武装 武装到了牙齿 全身穿上了一套黑赤色的 全封闭铠甲 右手握着一柄黑赤色的宝剑 左手拎着一张黑赤色的盾牌 肩背之后 八道黑赤色的锁链 犹如八条灵蛇一般 剧烈地舞动着 见到这一幕 杨昊却并没有畏惧 刚才 对方确实因为大意 而没有拿出真本事 可是 他杨昊又何尝认真 何尝拿出真本事了呢 傲然一笑之间 杨昊傲然地伸出右手 右手食指轻挑地勾了勾道 来来来 尽管放马公过来吧 让我感受一下你们的力量 见到杨昊如此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毒牙的八尊分身 同时怒上心头 要知道 毒牙的八道分身 和其他人的分身是不同的 毒牙拥有的 是贪欲九头蛇的血脉 既然是九头 自然就有九颗头颅 九道灵魂 因此 毒牙的每一尊分身 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每一尊分身 都有着自己的喜好 思维 意识 每一尊分身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 因此 毒牙和他的八尊分身 其实可以看成是九个不同的修士 只不过 这九人之间 拥有一套融合之法 可以凝聚为一体而已 此刻 面对杨昊轻挑的挑衅 八尊分身 立刻就怒了 即便在海蛇族内 毒牙的身份 也是非常高的 差一点 毒牙就成了海蛇族内 仅次于皇族的 四海宗的下一任宗主 在海蛇族内 毒牙绝对是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能与他相提并论的 也只有海山了 可是现在 面对区区魔羊族的一个魔王 他竟然被蔑视到这个地步 这让他如何能忍受 虽然说 对方的战体段位 比他高出了六段 可是他们这边 人数还比杨昊多八倍呢 但就优势而言 应该是毒牙这边的优势更大才对 就算这杨昊是一尊猛虎 就算毒牙的八尊分身 只是八匹野狼 可是即便如此 那猛虎也未必是八匹野狼的对手吧 哪能如此看不起人呢 思索之间 毒牙的八尊分身对视了一眼 随后全速移动了起来 嗖嗖嗖 剧烈的呼啸声中 毒牙的八尊分身 有如走马灯一般 围绕着杨昊旋转了起来 一路旋转之间 毒牙的八尊分身背后 八八六十四道黑赤色的锁链 有如六十四条灵蛇一般 剧烈地舞动着 终于 心灵相通之下 毒牙的八尊分身 同时驾驭着肩背后延伸出的黑赤色锁链 朝着那杨昊传射了过去 嗖嗖嗖 锐利的破空声中 八八六十四道锁链 呼啸着从四面八方 朝杨昊传射了过去 面对遮天蔽日的六十四条锁链 那杨昊却不为所动 傲然挺立在原地 下一刻 一连串剧烈的叮当声响中 六十四道锁链 准确地命中了杨昊的身躯之上 毒牙和他的八尊分身 不由得大喜过望 这八八六十四道锁链之中 可蕴含着多重力量 首先 每一道锁链中 都蕴含着一道森罗之力 一旦被森罗之力命中 对方的灵魂 便会遭受灵魂之刃的切割 其次 每一道锁链中 都蕴含着一道贪欲之力 一旦被贪欲之力命中 对方身躯内的能量本源 就会被吞噬 而且 对方被吞噬的能量本源中 其中的十分之一 会被毒牙消化吸收 因此 一旦被毒牙 连续命中六十四几 对方就算不死 周身的能量 也会被吞噬大半 再难以保持巅峰状态了 在森罗之力的切割之下 对方的灵魂 也必然遭受残酷的切割 进入虚弱状态 而且 这八八六十四条锁链 本就拥有着恐怖的破坏力 随便一条锁链的传射 都相当于九十段魔皇镜的全力一击 八八六十四条锁链 便相当于八八六十四个魔皇镜 高手 联手轰击 如此猛烈的打击之下 即便是白光圣体的大能清灵 恐怕也要退避三射吧 嘟嘟嘟 就在毒牙 以及他的八道分身 自信满满的时候 一连串轻微的声响 密集地响了起来 连续的轻响声中 只见杨昊的身躯表面 出现了一层由黑色雾气 凝聚而成的鳞片 毒牙的八道分身 合计六十四道锁链传射之下 杨昊周身的黑色鳞甲表面 荡漾起一道道灰黑色的涟漪 毒牙那密集的攻击 就犹如是春雨落进了池塘一般 只能激起一道道涟漪 除此之外 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第4074章 来去自如 作者 云天空 毒牙和他的八道分身 都不由得骇然 如此狂暴的攻击 落在杨昊的身上 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杨昊周身浮现的黑色龙灵 竟然驱散了所有的法则之力 将森罗之力 以及贪欲之力 完全隔绝在了外面 根本无法 深入到杨昊的身躯之内 去伤害他的灵魂 去抽取他的能量本源 一轮攻击结束之后 毒牙的八道分身攻势已尽 无法继续下去了 因此 几乎在同一时间 毒牙的八道分身 同时退了开来 再看那杨昊 却背负着双手 傲然注立在那里 完全没有要追击的意思 很显然 自始至终 杨昊都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 对于毒牙分身的攻击 更是连最基本的防御都不需要做 就那么站在那里 任你全力攻击 也伤不到他半根汗毛 这杨昊 实在太狂妄了 可是事实证明 人家的狂妄是有理由的 他就那么站在那里 接下了毒牙八尊分身 权力之下的联手一击 最后的结果 杨昊还真就是毫发未损 面对于此 不仅仅是毒牙 和他的八尊分身无语了 就连一直通过灵魂锁链观战的 朱衡宇和英灵儿 也彻底无语了 杨昊的强大 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只稍微一计算 朱衡宇便快速得出了结论 杨昊的这身龙灵 可以免疫一切法则之力 而且 这身龙灵 可以削弱九成的破坏力 真正能穿透这道龙灵 落在杨昊战甲上的能量 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真正能穿越杨昊的战甲 落在杨昊身躯上的能量 则约等于零 也就是说 毒牙的八尊分身 刚才的权力围殴之下 对杨昊来说 还真就是 连脑痒痒都不算 人家站在那里任你攻击 可是感受到的力量 却连脑痒痒都不如 面对这样的结果 说实在的 不光是毒牙和他的分身 就连朱衡宇 也完全不能接受 怪不得 这杨昊可以凭借九十六段魔体 正面对抗白光圣体的 现任魔羊族皇帝 甚至于 最终还小胜了一招 不得不说 杨昊确实 有狂傲的资本 多了不说 单说刚才 杨昊为了突破迷宫 施展了次元穿梭 出现在了这里 单说次元穿梭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朱衡宇 陆子妹 不都成功施展了吗 可是要说差别 却肯定是有的 即便是拥有着 九十七段魔体的陆子妹 在施展次元穿梭之后 魔体都遭受了剧烈的损伤 一身的战甲 更是被切割得七零八落的 可是反观杨昊 他的魔体段位 只有九十六段而已 可是他施展次元穿梭之后 却脸不改色 心不挑 周身的衣衫 更是整洁如新 甚至连头上的发丝 都一根不乱 很显然 施展次元穿梭 对杨昊来说 基本是一件无损 或者是低损的小事 不要以为 杨昊只施展了一次次元穿梭 便那么巧合地 突破了迷宫的限制 事实上 他很可能一直在施展次元穿梭 过去这段时间里 杨昊很可能施展了千万次的次元穿梭 直到刚才 他才巧合地脱离了迷宫 出现在了这里 由此可见 这家伙恐怖到了什么程度 即便是在这极地核心处 即便是在上一任魔皇的行宫之内 这家伙 依然是无所畏惧 来去自如 不需要怀疑 这里的一切 对杨昊来说 都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 根本威胁不到他 以迷宫中 最危险的那道陷阱为例 一旦中了陷阱 将会被送入次元空间 遭受崩坏风暴的绞杀 可是这对杨昊来说 算是吗 任你卷进去好了 反正你不卷我 我没事也总是斩次元穿梭 去反空间溜达 对杨昊来说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什么地方是危险的 不管是什么险地 绝地 他都视若坦途 他都可以来去自如 即便面对白光圣体的大能 他依然没有畏惧 依然敢正面对抗 并且最终 他竟然还赢了 以前 没有亲眼见过杨昊的战斗时 对于杨昊自比炼狱魔王 朱衡宇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内心里 甚至还暗暗责怪这个家伙 自高自大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不过时到现在 亲眼见过杨昊的战斗后 朱衡宇却苦涩地发现 他和其他那些亲眼见过杨昊战斗的人一样 也开始相信了 这杨昊实在太强大了 即便现在 杨昊还没有施展任何的奥义和绝学 即便现在 杨昊只展现出了自己的防御能力 可是即便如此 便已经足以证明很多事情了 强悍 绝对的强悍 这杨昊 无论是天分还是财情 都太强了 一直以来 在朱衡宇的眼里 杨昊似乎都显得太莽撞了 遇到事情 直接就拿拳头解决 当初在悬兵迷宫之外 朱衡宇假冒的两扇悬兵大门 正是被这家伙莽撞地给轰碎了 在朱衡宇看来 玉士只知道动拳头的 那绝对是蠢货 可是现在 尽管朱衡宇不愿意 但是却必须得承认杨昊的恐怖 拳头绝对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但却绝对是最有效的 所谓 大智若鱼 大巧不公 最笨的办法 往往是最有效 最聪明的办法 事实证明 朱衡宇机关算尽 骗过了所有人 可是却被这杨昊 随手一拳就轰破了 朱衡宇明明已经彻底封死了迷宫 可是这杨昊 却用看似最笨 但却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穿越了朱衡宇的封锁 对于杨昊来说 他不是不聪明 也不是没有头脑 问题在于 他根本不屑于 或者说不需要去动头脑 对于杨昊这样的大能来说 最蠢笨的办法 反而就是最聪明的 刚才那一战 别看毒牙的八道分身 来势汹汹 可是对于杨昊来说 那就是八只蚊虫而已 谁会因为飞过来八只蚊子 立刻就双手抱拳 双膝微曲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的 你真要飞过来 并且落在身上 再一巴掌拍死就是了 没人会因为一只蚊子的到来 而大动干戈 不是他傻 而是不需要 恰恰相反 只有傻子 才会因为一只蚊子靠近 而大呼小叫起来 蚊子可怕吗 不可怕 随手一巴掌 就可以拍死的东西 且不说大家如何惊叹 另一边 那杨昊傲然一笑道 不行啊 力量还是差了点意思 简直连挠痒痒都不如吗 面对杨昊的话 毒牙的八道分身 虽然不愤 但是无奈的是 他们都知道 杨昊只是在说实话而已 人家说实话 你是没有办法反驳的 硬是想去反驳的话 只会降低了自己的档次和格调 不过老话说得好 输人可以 但是不能输朕 傲然挺着身躯 毒牙的一号分身大声道 我们的攻击是伤不到你 不过你的攻击嘛 比挠痒痒确实强多了 第4075章 加深印象 作者 云天空 什么 听到毒牙一号分身的话 杨昊猛地瞪大了双眼 冷冷地环顾一周 杨昊道 原本 我感知到你们的身躯内 蕴藏着庞大的魔器 显然是魔族的一员 所以不想伤你们太重 不过 既然你们自己不知道进退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给你们加深一下印象了 说话之间 杨昊沉腰坐马 右手一圈之间 猛地一拳轰了出去 哦 伴随着杨昊 一拳轰出 刹那之间 一声龙银声 冲天起 与此同时 一道漆黑的能量蛟龙 自杨昊的右拳之上 抱窜而出 那能量蛟龙 瞬间脱离了杨昊的拳头 朝着杨昊正对面 毒牙的四号 分身冲了过去 那道由能量凝聚而成的蛟龙 仿佛活了过来一般 在半空中张牙舞爪 蜿蜒扭动 呼啸着朝毒牙的四号 分身窜了过去 毒牙的四号 分身不敢怠慢 第一时间举起了手中的 玄规战盾 死死地挡在了身前 噼里啪啦 咔咔咔咔 下一刻 那漆黑的能量蛟龙 呼啸中 轰击在了四号 分身的战盾之上 脆烈的声响中 那漆黑的能量蛟龙 仿佛一条鞭子一般 重重地抽在了 玄规战盾之上 火星四箭之中 那能量蛟龙周身的鳞片 犹如锋利的锯齿一般 摩擦着玄规战盾 换了是其他战盾 面对如此恐怖的切割 恐怕早就瓦解掉了 即便由白金炼制而成的盾牌 恐怕也得活活被锯开一条裂缝 不过好在 这能量蛟龙 固然是能量凝聚而成的 玄规战盾 其实也并非是实物 同样是由能量凝聚而成的 因此 即便两者之间的摩擦如此的剧烈 但是彼此 却都是毫发未损 一击无果之下 那能量蛟龙 并没有就此消散 而是一个盘旋之后 朝下一个目标 毒牙的七号 分身窜了过去 与此同时 杨浩左手一圈之间 再次轰出了一圈 第二条能量蛟龙 瞬间脱手而出 哈哈 一声声爆合声中 杨浩一脸打出了九拳 一共轰出了九条能量蛟龙 放眼看去 九条手臂粗细的能量蛟龙 在虚空中蜿蜒扭动着 不断地朝着毒牙的八尊分身 发动着残酷的打击 哈哈 看着毒牙的八尊 分身全力抵挡着 九条能量蛟龙的攻击 那杨浩猛地仰天大笑了起来 笑声中 杨浩道 这九条蛟龙 现在还只是幼龙而已 如果你们不能尽快将它们击溃的话 你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什么 这才只是幼龙 听到杨浩的话 毒牙的八尊 分身心里同时咯噔一下 杨浩继续道 这九条幼龙 会不断吞噬空气中的混沌之气 快速成长 如果不能尽快击溃这九条幼龙 任由它们无限成长下去的话 那么 每过九九八十一息 它们的实力便会提升一阶 一旦这九条幼龙 全部晋升到九十九段白光圣体的时候 那么九龙合一 便可以晋升为混沌战体 当日 杨浩正是凭借这一招 成功击败了现任的 拥有九十九段白光圣体的 魔羊族的魔皇 碰啪 啪啦啦 听着杨浩的话 毒牙的八尊分身 面色大惊 仔细看去 那九条能量蛟龙 确实在一丝丝的汲取着空气中的能量 不断壮大着自身 而且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九条能量蛟龙的每一次攻击 都比上一次更加沉重了 很显然 那九条魔龙的实力 确实在迅速提升着 然而 毒牙和它的八道分身 并没有惊慌 更没有屈服 毒牙八尊分身的背后 八道黑赤色锁链 疯狂地舞动了起来 仿佛八条巨蟒一般 朝着半空中的能量蛟龙 缠绕了过去 吃吃吃 一连串的呼啸声中 九条能量蛟龙中 其中的八条 分别被毒牙的八尊分身给纠缠住了 毒牙的每尊分身 都拥有着八条分支蛇手 此时此刻 那八条蛇手 犹如八条绳索一般 将一条能量蛟龙 缠了个结结实实 简直给绑成了粽子一般 那杨浩眉头轻条 不懈地道了一声 没用的 光缠住 它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只要给它们足够的时间 它们便可以成长为白光圣体 然后九龙合一之下 瞬间成就 混沌战体 到了那个时候 毒牙的八道分身 拿什么去拘禁它们呢 听到杨浩的话 毒牙却丝毫都不肯示弱 紧紧地咬着牙齿 毒牙怒声道 救你会稀释吗 老子也会 说话之间 在毒牙的命令下 毒牙的八尊分身 同时开启贪欲之力 开始吞噬那八条魔龙身躯内的能量 原本 毒牙和它的分身 只是逼急了眼在拼命而已 毕竟 贪欲之力 竟然无法吞噬杨浩身躯内的能量本源 自然也很难吸取 这九条能量蛟龙的能量本源 毕竟 两者都是有着黑色龙领保护的嘛 可是没曾想 这一息之下 还真就奏效了 伴随着毒牙八道 分身全力催动贪欲之力 刹那之间 那八条被它们 缠绕住的能量蛟龙 顿时剧烈地挣扎 撕明了起来 不过很显然 在毒牙分身的八条锁链缠绕之下 它们的挣扎 是毫无用处的 八条能量蛟龙 身躯内的能量本源 迅速被毒牙的八尊 分身吞噬一空 砰砰砰 一连串的闷响声中 毒牙八道分身缠绕的能量蛟龙 先后被抽干了能量本源 爆成了漫天的灰烟 瞬间消散一空 不见了踪影 见到这一幕 那杨浩不由得又惊又怒 活了这么久 战斗了这么多场 它的九龙魔掌 还是第一次被破掉 以前 即便是对上了白光圣体的魔皇 这一招都没有被破掉 反观毒牙的八尊分身 在吞噬了八条能量蛟龙的本源之后 精神不由的大振 这八条能量蛟龙 拥有着九十六段魔体的段位 随便一条能量蛟龙的能量本源 都是一团庞大的能量 现在毒牙的分身 一连吞噬了八条 其总额更是惊人到了极点 虽然毒牙的贪欲之力 只能将其中的一成 转化为自身的能量本源 可是即便如此 毒牙的魔体段位 却还是在短时间内 从九十段 晋升到了九十一段 而且 在消化吸收了所有的能量本源之后 毒牙的魔体段位 距离九十二段 也只有一线之隔了 面对如此庞大的收获 毒牙和他的八尊分身 当然是喜出望外了 与之对应的 失去了八条能量蛟龙本源的杨昊 则已经是怒不可遏了 虽然那八条能量蛟龙的灵魂 魏师 依然可以再次召唤出来 但是能量本源被掠夺一空之后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可以恢复过来 毫无疑问 这次对战 杨昊虽然没败 但却吃了个大亏 第4076章 一锅粥 作者 云天空 找死 暴怒之间 杨昊终于彻底地怒了 咬牙切齿的爆合声中 杨昊瞬间进入了暴走状态 嗖嗖嗖 轰轰轰 刹那之间 杨昊的身躯 不断地闪现在毒牙的八尊分身面前 每一次出现 杨昊都会狂暴地轰出一拳 又或者是暴力地踹出一脚 不过 毒牙早已经全神贯注的八尊分身 却丝毫都不惊慌 不断移动手中的玄规战盾 抵挡着杨昊的拳脚轰击 在挡住了杨昊攻击的同时 毒牙手中的嗜血魔剑 以及背后的八道锁链 也没有闲着 别管有用没用 也别管能不能伤到杨昊 总之 毒牙的八尊分身 也已经进入了癫狂状态 疯狂地和杨昊站成了一团 丝毫不肯示弱 更不会退缩 轰轰 痴痴 羞羞羞 剧烈的呼啸声中 整个战场之上 可谓是吐起胡落 打成了一锅粥 让杨昊惊恐的是 即便 他已经用尽了全力 可是 面对这八个对手 他却似乎根本没什么办法 虽然杨昊 依然可以凭借强大的破坏力 正面压制对方 但是杨昊的每一拳 每一脚 都被毒牙的分身 及时挡住了 面对着那面黑赤色的战盾 杨昊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 那么沉重的拳脚 落在那战盾之上 却直接被削弱了九成 虽然表面看起来 杨昊的攻击 依然是摧枯拉朽 所向披靡 可是杨昊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这样的破坏力 虽然依然可以将毒牙的分身 轰出去十多米远 但是却并不能真的伤到毒牙的分身 杨昊最大的杀招 已经被毒牙给封死了 他根本就不敢放出九条能量蛟龙 放出来没用不说 反而会被对方吞噬掉能量本源 提升了对方的实力 而不放出能量蛟龙的话 单单凭借拳脚之力 根本打不穿那面龟甲一般的黑色战盾 越是打 杨昊就越是气 这架 实在是打得太憋气了 继续这么打下去的话 即便打个三天三夜 也根本分不出胜负 最让杨昊无法接受的是 对方人数虽然比他多了八倍 可是境界上 却比他低了六段 哦不对 时到现在 吞噬了他八条能量蛟龙之后 毒牙的八尊分身的魔体段位 已经提升了一段 因此两人之间的差距只有五段魔体了 可是正因为如此 杨昊就更气 毒牙的魔体段位 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瞬间 暴增了近两段 完全是因为吞噬了他的能量交融本源 想起如此巨大的损失 杨昊的心就在滴血 终于 那杨昊猛出几拳 将毒牙的八尊分身 全部轰退之后 猛地跳出了战圈 愤怒地看着毒牙的八尊分身 杨昊大声道 很好 我承认无法突破你们的封锁 既然如此 今天算你们赢了 我会退出此次争夺 不过 你们千万不要得意 说话之间 杨昊昂昂起了头颅 傲然道 一旦我将魔体 晋升为白光圣体的话 我的九条能量蛟龙 也将免疫所有法则之力 到了那个时候 哼哼 说完话 杨昊再不停留 脚下一踏之间 宝蓝色光芒闪耀而起 当光芒收敛的时候 现场已经不见了杨昊的身影 很显然 这家伙已经施展次元穿梭 回到了迷宫之中 也许在一般人看来 这杨昊有点窝囊 打不过人家 立刻就怂了 可是在朱衡宇看来 这杨昊却太恐怖了 明知道是不可为 立刻做出了决定 壮士断腕 及时止损 这可是只有那些最顶级的修士 才有可能拥有的特质 无谓地留在这里 做那口舌之争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真正高明的人士 在明知道是不可为的时候 一定会选择壮士断腕 及时止损的 即便因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丢掉很大的面子 也绝不会迟疑 换了是其他人 拥有着杨昊这样的实力 哪可能如此轻易地 就退出这一次的争夺呢 那魔皇行宫之内 可是拥有着魔阳族的传承圣器 这对于正在全力争夺 魔皇宝座的魔王们来说 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虽然不能说 谁拥有了传承圣器 谁就是下一任魔皇 但是获得了传承圣器后 绝对会在皇位争夺战中遥遥领先 竞争对手 如果不拿出点真本事 不做出点惊天动地的大贡献的话 还真就无法竞争 可是即便面对如此诱惑 在明知道是不可为之后 杨昊却还是断然转身离开 虽然理论上 他只要继续坚持下去的话 最少有三成的机会 能获得传承圣器 可是理论永远只是理论 事实上 连十分之一的机会 都已经没有了 而且 正如杨昊所说的那样 别看这一次 他在毒牙的手中吃了大亏 可是一旦他的魔体段位 突破到九十九段 达到白光圣体的时候 他的九条能量蛟龙 也将一并拥有 免疫一切法则之力的能力 到了那个时候 贪欲之力 恐怕就无法抽取七本源了 不过 不得不说 即便到了那个时候 毒牙也依然有和杨昊一战之力 毕竟 单就魔体提升的速度而言 这天下之间 恐怕没有人敢和毒牙相提并论 刚才这一战之下 毒牙的魔体段位 便几乎提升了两段 这可是九十段魔体以上 魔皇镜的两大段位啊 换了是其他的魔皇镜高手 想提升两段魔体 怕不要千万年的时间 可是毒牙却只花费了一战的时间 便成功提升了上去 因此 当杨昊提升到九十九段白光圣体的时候 毒牙肯定早几百万年 就已经提升到这个段位了 而且 毒牙的贪欲之力吞噬之下 毒牙的能量积累 绝对可以碾压杨昊 因此 即便到了那个时候 毒牙也依然可以与杨昊一战 而且很可能还会站进上风 赞叹地摇了摇头 怪不得未来的自己 会想方设法地 传递给他一道信息 这毒牙 如果不能控制在手中的话 一旦他真正崛起 这天下之间 还真没多少人能治得了他 即便强横如杨昊 竟然也在毒牙的手中 吃老大亏 这要是传出去 恐怕会轰动整个魔阳族 乃至整个魔族 不过很显然 无论是朱衡宇 还是杨昊 都不会主动宣扬此事 朱衡宇是不想惹人注意 不想平白添加许多麻烦 而杨昊就不需要说了 这么丢脸的事 他为什么要到处宣扬呢 因此 如此激烈的一战 势必不可能被众人所知 毒牙的威名 自然也无从光耀天下了 不过好在 毒牙虽然很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威望 但是他在乎的 是自己在海蛇族内的名声和威望 至于魔阳族怎么看他 他是真的不在乎 在毒牙看来 作为海蛇族的超级天才 击败了一名魔阳族的高手 这根本没啥可吹嘘的 即便拿回海蛇族内宣扬一番 也根本没有人会在意 所有人都只会嗤之以鼻 在毒牙看来 魔阳族不过是蝼蚁而已 蚁蚁的想法 谁又会真的在意呢 第4077章 完全无视 作者 云天空 成功击退了杨昊之后 朱衡宇终于松了口气 接下来 不会再有人突破迷宫了 毕竟 除了杨昊那个恐怖的家伙之外 谁又能完全无视反空间内的崩坏风暴 自由地施展次元穿梭呢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毒牙和他的八个分身 以及一百名魔狼射手 在魔皇行宫之内全力探索 争取摸清楚行宫之内的一草一木 而朱衡宇则坐镇大镇核心处 不断修补 增改着大镇 虽然说 悬兵魔皇已经完成了大镇90%的架设 尤其是大镇的360大镇组 都已经完全铺设完毕了 朱衡宇根本不需要对其进行太大的改动 毕竟 悬兵魔皇虽然只掌握了365道魔纹 但是对于这365道魔纹 他吃得却很透 达到的高度也很高 至于具体的应用 更是没有任何问题 朱衡宇要做的 只是在这365座法镇之间 增补上2600多道基础符文 以补全大镇的所有缺陷 让整个大镇 真正凝聚为一个整体 不但拥有着强大的功效 更能自给自足 从天地之间抽取能量 在维持自身运行的同时 还会让整座大镇 威力逐步积累 层层提升 总而言之 朱衡宇要做的工作 虽然比较基础 但是却特别的繁琐 特别的耗费时间 好在 虽然朱衡宇要补全2600多道符文 而且工作内容也十分的繁琐 但是工作量 却并不太大 前后耗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朱衡宇终于完成了大镇的改造 从这一刻起 即便是那悬兵魔皇附生 也根本闯不进这兵皇魔宫了 毕竟 朱衡宇改造后的大镇 已经从365道镇符 增加到了3000道 新增的那2000多道镇符 都是悬兵魔皇文所未闻的 当然 朱衡宇之所以修改大镇 主要目的 其实不是为了要防谁 单论防御 悬兵魔皇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过去千万年来 在那些魔文没有失效之前 根本没有任何人 能找到兵皇魔宫的位置 更不用说闯进去 探索魔宫内的宝藏了 因此 朱衡宇这次改造大镇 最重要的目的 一共有三个方面 一是恢复大镇的功能 重新将兵皇魔宫给隐藏起来 二是为弥补大镇缺陷 使大镇能够自己自足 自我运转 永久持续 三是在原有大镇基础上 增加诸多新的静置 新的法镇 以强化大镇的威力 经过朱衡宇的改造之后 整座大镇 虽然主体并没有改变 还是以悬兵魔皇亲手练制的 那365座法镇为主体 毕竟这365座法镇 可是无比繁琐 无比复杂的 想练制出这样的一套大镇 没有两三千年时间 是绝对没可能的 朱衡宇没那个时间 没那个精力 也没那个兴趣 就连补全这三千道符文 朱衡宇的兴趣都不大 只不过 朱衡宇考虑得很长远 那悬兵魔皇 对自己的信心显然很足 这悬兵魔宫的内功之内 他基本没有布置任何的阵法 也就是说 一旦敌人闯进了这内功 便可以直接面对那座大殿了 如果对方也像朱衡宇这样 拥有着破戒神器的话 就可以直接破掉悬兵结界 进入到大殿之内 这对朱衡宇来说 实在太不安全了 因此 朱衡宇这三个月的时间忙碌下 以周围的九座冰川为阵眼 以大殿之下 极地核心处的极地之力 为能量源泉 布置出了一套九阴悬兵杀阵 一旦朱衡宇降下静置 那么整个魔皇行宫之内 将成为一片修罗地狱 抽取周围九座冰川之内 蓄积了亿万载的悬兵之力 抽取大地之下 极地核心处的极地之力 通过三千伏文法阵 朱衡宇可以抽取天地之力 并且驾驭这股力量 对来犯之敌 发动毁灭性的打击 其具体的威力 朱衡宇暂时还不得而知 因为朱衡宇根本就没有目标 来测试一下大阵的威力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套九阴悬兵杀阵 可以将朱衡宇的力量 放大三千倍 只要实力没有超过朱衡宇三千倍 在这兵皇魔宫之内 就绝对不是朱衡宇的对手 而朱衡宇不在这兵皇魔宫的时候 这九阴悬兵杀阵 也依然在运转着 整座大殿 将彻底被蕴含着 极地之力的悬兵所冰封 一旦有人进入 这内宫之中 将瞬间被悬兵之力 以及极地之力所冻结 随后 被冻结成冰块之后 对方会被投入到次元空间之中 瞬间送出兵皇魔宫之内 当那冰块从次元空间中脱离时 恐怕已经身在千万里之外了 再想赶过来 没有几个月的时间 根本不可能 经过改造之后 朱衡宇彻底将冰皇魔宫 改造成了自己的专属 既然陆子妹违背了约定 抢走了传承盛器 拿走了悬兵之力 那朱衡宇自然要将剩下的一切 全部收归自己所有了 虽然陆子妹回去之后 肯定掌握了悬兵之力 可是即便如此 她想再回到这冰皇魔宫 也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掌握力量是一回事 运用力量是另一回事 悬兵之力也不是万能的 面对朱衡宇部下的大阵 除非在阵法造诣上超过朱衡宇 否则的话 想破他的阵 真没那么简单 大阵改造完成之后 朱衡宇终于长长地输了口气 站起身来 朱衡宇离开了大阵核心处的符文密室 值得一提的是 朱衡宇之所以第一时间 便探查和修复大阵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 朱衡宇始终坚信 悬兵魔皇肯定有一些宝贝 藏在这冰皇魔宫之内 而且 这些宝贝 是连陆子肖也不知道的 想要将这些宝贝找出来 光是在地面上跑来跑去 是根本找不到的 以悬兵魔皇的心机和智慧 他肯定会将宝贝藏得很严 不过 不管悬兵魔皇把宝贝藏得有多严密 都肯定会把藏宝之处 用大阵保护起来 换句话说 悬兵魔皇最隐秘的藏宝室 一定是连接在大阵之上的 因此 只要朱衡宇完全摸清楚了 悬兵魔皇部下的所有法阵 便一定可以顺藤摸瓜 找到悬兵魔皇藏的最隐秘 也最珍贵的宝藏 那么 朱衡宇的猜测 到底是否准确呢 没错 朱衡宇的猜测 是非常准确 也非常靠谱的 别看悬兵魔皇那么痛爱陆子肖 可是 还是有很多事物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对陆子肖说的 比如 事关魔阳族军部的事物 比如 事关魔阳族命运和前途的重要情报 比如 事关魔族兴衰成败的重要宝物 类似的事情 他都是不会和陆子肖说的 如果连这点最起码的操守都没有 秦圣是不可能当上魔皇的 离开了符文密室之后 朱衡宇独自一人 朝悬兵魔宫背后 那堵高耸入云的冰川走了过去 第4078章 事半功倍 作者 云天空 悬兵魔宫所在的位置 是由九座冰川排列而成的 其中的八座冰川 分别排列在东 南 西 北 东南 东北 西南 西北八大方位 而第九座冰川 则正好位于八座冰川围笼下 正中间的那一点 而且 这一点也正是极地核心的正中心处 九座冰川 按照九宫阁排列 天然就适合用来布城大阵 也不知道那悬兵魔皇 当年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悬兵魔皇的宝藏就在正中心处那座冰川的山腹中 除了悬兵魔皇本人外 其他人根本无法进入其中 当然 如果给陆子妹一些时间让她彻底炼化悬兵之力 并且将悬兵之力彻底掌握的话 她也是有能力凭借着悬兵之力进入这处宝库的 不过暂时来说嘛 即便给陆子妹一千年 甚至一万年时间 她也绝对进不去 一来 是因为她的实力还太低了 对悬兵之力的驾驭 肯定差得太远 二来 这里的阵法和符文 都已经被朱衡宇更改了 锁都换了 你还拿着原来的钥匙去开 那怎么可能开得开 一路行去 朱衡宇很快便抵达了悬兵魔宫大殿之后 那高耸入云的巨大冰川之下 站在朱衡宇的角度看 这座冰川根本就是一座冰墙 无论朝左边看 还是朝右边看 都一眼看不到边际 整个魔皇行宫的内宫 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 纵横足有三百多公里 魔宫之内 到处都是鸟语花香 英飞燕舞 而魔宫核心处的这座冰川 正是称起整个魔宫世界的晴天玉柱 一路走到那冰川的冰壁之前 朱衡宇微微一笑 伸手按在了那冰壁之上 死啊死 刹那之间 一道道冰蓝色的光流 自朱衡宇的手心 朝着冰壁周围蔓延开来 千百道冰蓝色的符文线路 以朱衡宇的手掌为核心 朝周围蔓延开来 冰蓝色的光流 迅速在冰壁之上 勾勒出了一道繁杂无比 古朴而又玄傲的符文法阵 看着那亮起的冰壁 以及冰壁上的千百道魔纹 朱衡宇迈开脚步 朝冰壁走了过去 无声无息的 朱衡宇就那么直直地 走进了冰壁之中 就仿佛走进了一道水墓一般 那坚固无比的悬兵 完全没有阻挡朱衡宇的脚步 朱衡宇一路走过去 甚至连一道涟漪都没有激起来 就仿佛 那冰壁只是虚幻的光影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一般 一路在冰壁之内穿梭着 朱衡宇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冰壁真的不存在了吗 当然不是 冰壁一直都存在 而且是一兆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朱衡宇现在 是在大阵的帮助下 进行冰盾 想要像朱衡宇一样 在这一载冰川内冰盾 必须要大阵去配合 否则的话 即便拥有悬兵之力 也不可能盾进来 一路在冰川之内 前行了大约一刻钟 以朱衡宇的冰盾速度 最起码前进了十多公里 这才终于抵达了冰川核心处 一座冰川洞府之内 这座冰川洞府 显然是悬兵魔皇秦圣的修炼之所 魔皇秦圣拥有着悬兵之力 而这里 正是极地核心处 极地之力的源头 因此 在这里修炼起来 绝对是事半功倍的事情 巨大的冰川洞府之内 到处一片空旷 并不像朱衡宇事先想象的那样 摆满了各种宝物 看着这个面积 大约有100多平方的圆形修炼密室 朱衡宇有点失望 本以为 这里应该藏着大量的 珍贵无比的宝物呢 可是现在看来 朱衡宇虽然猜对了一些事物 但却也并没有全猜对 失望地在悬兵魔皇的修炼密室中 转了几圈 整个密室之内 真的什么宝藏都没有 直径百米的圆形修炼密室之内 什么都没有 地面更是光可见人 连点灰尘都找不到 只有修炼密室正中心的一处水池 在鼓鼓地涌动着清澈的水波 一路走到那水池边 朱衡宇仔细看了过去 那水池直径不到十米 大约在九米左右 和那九阴之数 水池中的清水 纯净无比 一点杂质都没有 一道小小的泉眼 咕嘟嘟地往外冒着清澈的泉水 可是那水池中的水 却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的高度 即不会溢出也不会降低 水池的底部是一片密密麻麻 鸡蛋大小 冰蓝色的鹅卵石 朱立在水池边 朱衡宇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一股股刺骨的寒气正在侵蚀着他的魔体 最让朱衡宇感到神奇的是 他明明是站在一个寒池之前的 可是魔体的感受上 却仿佛是站在了一堆大火之前一样 周身感觉热辣辣 滚烫烫的 如不是朱衡宇身怀炼狱之力 根本就承受不住这寒池中冒出的寒气 看着水池中那清澈无比的池水 朱衡宇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这一次总算没有白走啊 这水池中的水可不是凡俗之水 能在如此超低温度下 还保持液态 不结冰 这显然不是凡水 事实上 这种液体就是由亿万载的冰川凝结出的冰川玉露 这冰川玉露是由天地精华凝聚而成的 纯水系的灵液 对于那些水系的修饰来说 这绝对是穷江玉液 别说一池了 就算是一滴 那也是求之不得的 冰川玉露可以极大幅度地淬炼魔体 提升血脉的纯度 提升魔体的强度 尤其是对于海蛇族的三千修饰而言 这简直是天地之宝 时到现在 毒牙已经帮助三千海蛇族修饰 获取了三万多株水系的灵液 再配合上这里的冰川玉露 绝对可以在短时间内 把他们的实力堆到八十段魔体 达到魔王镜的层次 拥有着魔王镜的实力 而且 在这持冰川玉露的淬炼下 他们的战体 会被淬炼到极致 无论是血脉纯度 还是战体的力量 速度 强度 都将达到极致 不要小看那一池子的冰川玉露 过去三四千万年时间里 这里续集了三四千万滴冰川玉露 足足装满了一大池子 三千海蛇族精英 每人都可以分到上万滴冰川玉露 这用来泡澡 几乎都够了 二话不说 朱衡宇自冰皇手环内 取出了一个玉葫芦 这个玉葫芦 是朱衡宇之前在杨角城的闲霞时 随手炼制的 这个玉葫芦 虽然体积并不大 但其内部 却铭刻了空间拓展符文 小小一个玉葫芦 足可以装下一百立方米的液体 用来装这些冰川玉露 几乎是量身定制的一般 再大点没用 再小点就装不下 倒转玉葫芦的口 朱衡宇催动玉葫芦法器 将水池中的冰川玉露 全部收了起来 很快 水池中的冰川玉露 便一滴不剩地 被朱衡宇收进了葫芦中 这冰川玉露 可是一年只 凝聚出一滴 过去三四千万年来 一共才凝聚了三四千万滴而已 其珍贵之处 实在不足为外人道 总的说起来 这池冰川玉露的价值 绝对不在外面那三万多株灵药之下 这都是过去三四千万年来 不断积累的结果 收走了所有的冰川玉露之后 那水池之内 已经是一片干涸了 只有水池底部 那冰蓝色的 鸡蛋大小的鹅卵石 依然陈列在那里 原本 朱衡宇已经打算转身离开了 可是就在朱衡宇转过身 打算离开这里的时候 却猛然发现了一个奇怪之处 第四千零七十九章 悬冰种子 作者 云天空 那水池内的冰川玉露 明明已经被收取干净了 可是水池内的寒气 却并没有就此收敛 反倒越发的森寒 越发的刺骨了 怎么回事 猛地转过身 朱衡宇朝水池内看了过去 可是入目所见 除了白满水池底部的 冰蓝色鹅卵石外 再无其他 等等 鹅卵石 看着白满水池底部 那冰蓝色的鹅卵石 朱衡宇不由地亮起了眼睛 普通的鹅卵石 是承受不住冰川玉露的超低温的 也不可能在极地之力冲刷之下 存在这么久 还没有消弭掉 而且 悬冰魔皇没理由 去找来一堆普通的鹅卵石 铺在这水池底部 最重要的是 即便这些鹅卵石 真的就是普通的鹅卵石 在经过了极地之力 以及悬冰之力数千万年的淬炼下 也已经变得不普通了 思索之间 朱衡宇右手一探之间 从水池底部 摄取了一块鹅卵石 啪大 一声轻响中 一块冰蓝色 鸡蛋大小的不明物体 出现在了朱衡宇的手心之中 感受着鹅卵石中泛出的刺骨寒意 朱衡宇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若不是朱衡宇有炼狱之力护体 还真抵抗不住这刺骨的冰寒 朱衡宇将自己的神石 侄入到了手中的鹅卵石中 下一刻 朱衡宇猛地睁开了双眼 目光中尽是狂喜之色 这鹅卵石 可真不是什么鹅卵石 事实上 这些鹅卵石 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死去的 玄冰古猿的那单 而这些玄冰古猿的那单 正是朱衡宇来这里 必须要寻找和获取的宝物 也是朱衡宇此次出行 最重要的目标 没错 这冰蓝色的鹅卵石 就是朱衡宇务必要拿到手的 玄冰种子 炼化这些玄冰古猿的那单之后 朱衡宇麾下的三千兵魔进位 便可以将他们的兵剑 进化为兵枪了 而且 他们射出的兵枪 在命中目标后 还会瞬间幻化作长臂冰原 攻击周围的一切敌人 而那长臂冰原 其实就是所谓的冰霜巨兽 随着不断的修炼 那些长臂冰原的实力 会逐渐提升 长臂冰原的体积 也将不断变大 到了最后 甚至可以成长为 身高三米多的巨型冰霜巨兽 想起长臂冰原那健壮的身躯 犀利的冰爪 朱衡宇便新潮澎湃 这就是当年在大海之上 纵横无敌的兵魔进位 最拿手的好戏 最看家的本领 兴奋之下 朱衡宇大手一挥之间 将水池底部 所有的悬兵谷原的内单 全部收进了冰皇手环之内 到此为止 朱衡宇此次极地之行 终于是功成圆满 虽然并没有得到悬兵之力 也没有拿到摩扬族的传承盛起 但是 朱衡宇已经可以心满意足了 而且 对于那陆姊妹 朱衡宇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放过她的 无论如何 那陆姊妹势必要为她所做的一切 付出应有的代价 悬兵之力 肯定是要不回来了 不过那传承圣器 她却必须拿出来 不然的话 朱衡宇一旦势力出城 势必要和陆姊妹过一场的 陆姊妹今天得到的好处 他日 她必然会为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 而痛悔万分 而且朱衡宇相信 那一天 并不会很迟 如今 朱衡宇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本 这次回去之后 朱衡宇很快便将绽放出万丈光芒 不仅仅是在摩阳族 即便是整个魔族的范围之内 朱衡宇都势必会明动一方 成为魔族之内 具有超级影响力的大人物 当朱衡宇终于心满意足地 带着冰川玉露 以及三千枚玄冰种子 离开修炼密室的时候 距离朱衡宇 进入冰皇魔宫的符文密室 已经足足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里 其他人也没有闲着 除了继续探索冰皇魔宫之外 那一百名魔狼射手 分别炼化了一枚阴煞魔果 在开始升级法阵之前 朱衡宇将得自处列的那一百枚阴煞魔果 全部分给了他们 时到如今 一百名魔狼射手 已经炼化了阴煞魔果 将魔能狙杀 全部晋升为了魔能轰杀 唯一可惜的是 一百名魔狼射手中 没有一个人的魔能狙杀 像毒牙那样发生变异 变成魔能诛杀 不过总的说起来 朱衡宇还是满意的 这一百名魔狼射手 在那些冰霜暴雄的熊掌滋补下 都已经拥有了八十段魔体的断位 经过三个月的沉淀后 根基都已经扎实无比了 而且 将魔能狙杀 晋升为魔能轰杀之后 这一百个魔狼射手 已经由机枪手 变成了重炮手 射程远达十万米 打击范围 足有直径百米区域内的 所有目标 这一百名魔狼重炮手 无论是在战术上 还是战略上 都能为朱衡宇 提供巨大的帮助 一百名魔狼重炮手 将被分配在 十艘新造的黑金战舰之上 大海之上 远隔上万米 便可以开炮轰击 在敌人靠近之前 便将对方的战舰击沉 而且 一旦将黑金战舰 开到岛屿附近 那么 射程足有十万米 上百公里的魔能轰击 更是能在沿海地区 直接对岛屿中心处的城市 进行轰击 其威慑力 震慑力 都绝对是恐怖极数的 到此为止 此次魔攻之行 已经彻底结束 这一行 朱衡宇的收获 还算不错 修改了大阵之后 朱衡宇将这悬兵魔宫 彻底收归囊中 并且 在魔宫之内 朱衡宇还获得了 三万多株水系灵药 以及三千多万滴 一载冰川玉露 至于其他杂七杂八的收获 自然也是非常丰厚的 不过 对于类似钱财之类的收获 朱衡宇早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三天之后 朱衡宇最后检查了一遍 确认这里没有遗留下来其他宝贝之后 朱衡宇终于捅摔着一百魔狼重炮手 离开了冰皇魔宫 朱衡宇这次离开 走的并不是来时的路 原本的道路 此刻已经被彻底封闭了 按照来路走的话 最多可以抵达那三万多株水系灵药生长的药田区域 在网里已经无路可走了 朱衡宇新设置的出入口就在冰川的本体之上 通过大阵 朱衡宇开启了大阵附带的冰盾之树 直接从冰川内穿了过去 当朱衡宇一行人终于穿越了冰川 抵达极地平原上的时候 放眼朝周围看去 可谓是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感受着外界无比熟悉的一切 朱衡宇不由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从现在起 除非有人可以像朱衡宇这样 用森罗之力以及炼狱之力 开启这道繁杂无比的大阵 否则的话 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入冰皇魔宫之内了 第4080章 当者披靡 作者 云天空 朱衡宇知道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距离朱衡宇与秦兰 秦宇尔 以及秦可儿约定的时间 已经很近了 如果再不尽快赶路的话 恐怕那三对丫头 就要苦等很久了 接下来的一路上 没什么可说的 不要以为 魔能轰杀中距离 就无法释放了 事实上 中近距离下 机关枪变成了机关炮 每一发魔纹子弹射出去 都会轰然炸开 对直径十米内的所有目标 造成剧烈的打击 想要射程达到百米 那是需要经过蓄力的 而且 还需要特殊的法器 以及特殊的符文弹配合 才可以发挥出真正的威力来 暂时来说 这一百名魔狼射手 转变成了机关炮手 一路走过去 可谓是当者披靡 全速赶路之下 朱衡宇在约定时间过去七天后 终于再次回到了北极圈外 那无尽冰原之上 会合了秦儿三女之后 朱衡宇一行人 登上了白金战舰 朝来路全速返回 刚一登上战舰 朱衡宇便下达了命令 全速赶回阳脚岛 回到阳脚城 可是 朱衡宇的话声刚落 秦儿便传来了一个消息 这阳脚岛 看来暂时是回不去了 根据秦儿传来的消息 前段时间 魔牛族的蛮力 派人传来了消息 上一次 蛮力与朱衡宇一席谈话之后 便第一时间赶回了魔牛族 召集了所有的魔牛族军部大佬 召开了会议 会议上 蛮力深入浅出的 将朱衡宇所说的一切 尽数陈述了出来 经过与朱衡宇的一番谈论 再加上一路赶回来的路上 不断地思索 蛮力已经深深地意识到 朱衡宇所说的一切 都是正确的 一旦魔羊族垮了 魔牛族必然无法幸免 所谓的纯王齿寒 真的是再正确不过了 魔羊族虽然个体实力非常弱小 比不得其他族的修饰 和魔狼族比起来 魔羊族速度太慢 攻击太弱 和魔牛族比起来 魔羊族力量太小 防御太弱 至于和魔族的其他分支 种族比起来 也依然是如此 魔羊族唯一胜过魔族其他种族的 就是耐心 灵巧 以及智慧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 所以魔羊族在发展和建设上 尤其是在工业上 更是远远地超出了魔族的其他分支种族 尤其是几千万年前 横空出世的悬兵魔皇 更是建造出了铁甲战舰 正是铁甲战舰的问世 才让魔族拥有了制海权 在北方群岛站稳了脚跟 一旦魔羊族被灭了族 那么制海权便将彻底失去 一旦失去了制海权 那么朱衡羽所推理出的一切 就必然发生 一旦妖族封锁了大海 魔牛族就只能被分割包围 一一歼灭了 考虑清楚 这一切利害关系之后 蛮力刚一回到魔牛族 便召集了所有的魔牛族军部大员 召开全体会议 在蛮力看来 只要如实地将一切 分析给大家听 大家肯定会和他一样 选择支持朱衡羽的 可是没曾想 蛮力所说的一切 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 用那些魔牛族将领 和统帅的话说 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事物 都是不能用常理去推断的 如果都按照理论去说的话 以魔族在崩坏战场内的优势 应该是制霸了 整个崩坏战场才对 可是事实呢 事实是 魔族最惨的时候 几乎没灭族 即便是现在 也只是刚缓过一口气来而已 试问 现实和理论之间 是不是差距太大了呢 再有 魔羊族确实工业发达 连铁甲战舰都能建造出来 可是 魔牛族之所以工业不发达 那也不过是因为 魔牛族不需要去建造 直接花钱 从魔羊族那里购买就可以了 建造一艘铁甲战舰 需要的方方面面配套 实在是太多 消耗太大了 反正魔牛族有钱 随便滔滔兜底 就能买下千八百艘的铁甲战舰 因此 不是魔牛族不擅长工业 而是因为 魔牛族不需要去发展工业 既然能买 何必飞那么大的劲去造呢 至于说 妖族的威胁 以及制海权的问题 那也完全不是问题 一旦魔羊族状态不好 面临覆灭之祸的话 到了那个时候 魔牛族肯定会出兵相助的 而且 趁那个时机 魔牛族肯定会将魔羊族的造船工业 给搬迁到魔牛族领地内 吞掉了魔羊族的造船工业之后 魔牛族哪还需要担心什么制海权 而且 就算魔羊族不肯将造船工业 送给魔牛族 可是即便如此 魔牛族现在开始发展重工业 发展造船工业 那也不晚啊 以魔牛族的身强体壮 发展重工业 那再适合不过了 要不了多长时间 他们就可以建造出 比魔羊族更先进的战舰出来 因此 魔羊族的兴衰成败 对魔牛族来说 真的是无关紧要的 蛮力所说的一切 纯粹是耸人听闻 站在魔羊族的角度上看待问题 面对魔牛族大佬们给出的说法 蛮力也无言以对了 确实 等魔羊族快被灭族时 魔牛族肯定是不会做事的 到了那个时候 魔牛族自然会派兵相助 而且 趁那个机会 魔牛族完全可以趁机吞掉魔羊族的造船工业 将魔羊族的优势变成魔牛族的优势 而且 就算魔羊族坚持不肯把造船工业搬迁到魔牛族的领地内 那也不要紧 魔牛族以前只是没有发展造船工业而已 没有证据证明 魔牛族不适合发展造船工业 即便有蛮力所说的那些隐患 也不太要紧 从现在开始 发展造船工业就好了吗 完全不需要像蛮力和朱衡宇所希望的那样 直接出兵帮助魔羊族 帮助朱衡宇 虽然隐约之间 蛮力还是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但是很显然 蛮力找不到任何理由 去说服那些军部大佬 不得不说 那些军部大佬们的想法 是有道理的 也是切实可行的 就算有漏洞 也绝对不是蛮力所能找到的 因此 蛮力第一时间赶去了外洋群岛 见到了郑小渝 并且将这一切都陈述给了郑小渝 让他转告给朱衡宇 而郑小渝当时也联系不上朱衡宇 只能将这些情报送去了羊角岛 羊角城交给了朱小妹 然后 朱小妹将情报交给了情儿三姐妹 送到了朱衡宇的面前 面对于此 朱衡宇自然不敢怠慢 距离与妖族的十年休战期 还有五六年的时间 这五六年时间里 如果朱衡宇不能说服魔牛族 借来大军的话 那即便他可以攻克那些岛屿 也终究守不住 如此一来 朱衡宇便和那魔狼族一样了 能打下那些岛屿和城池 却根本守不住 如此一来 朱衡宇的血羊岛海域的战略部署 恐怕就要夭折了 因此 朱衡宇来不及考虑太多 第一时间命令秦兰 全速前进 目标 魔牛族 下达了命令之后 朱衡宇和毒牙 以及那一百多名魔狼炮手一起 开始潜心修炼 从这里赶去魔牛族领地 即便以白金战舰的速度 也足足需要跑上一个月的时间 趁这段时间 还是潜心修炼一下 将根基扎得再结实一点 牢固一点 第4081章 充满自信 作者 云天空 接下来的一个月 没什么可说的 秦儿三姐妹 兢兢业业地驾驭着白金战舰 全速朝魔牛族的领地前进 而朱衡宇一行人 则全部心无旁骛的潜心修炼 潜心修炼状态下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白金战舰也终于进入了魔牛族的领地之内 抵达魔牛族领地之后 朱衡宇叮嘱毒牙 以及那些魔狼炮手们 继续留在白金战舰上 潜心修炼 而朱衡宇本身 却离开了白金战舰 朝蛮丽的庄园赶了过去 与蛮丽的会面 没什么可多说的 不外乎一些寒暄 以及客套 三天之后 蛮丽再次召集了 魔牛族军部的一众大员 召开了魔牛族军部的高层会议 这一次 朱衡宇随同蛮丽一起 参加了魔牛族军部的高层会议 对于朱衡宇的到来 魔牛族军部的一众大佬 也都是心知肚明的 大家都知道 蛮丽所陈述的一切 本就是朱衡宇的观点 正午时分 魔牛族军部的会议室内 魔牛族军部的一众大佬 全部到齐 就连很多外出探险 闭关前修的大佬 也都被叫了回来 这次的会议 魔牛族内部争论也很激烈 三百多位魔牛族军部大佬 其实也不乏支持蛮丽的存在 只是数量太少而已 三百六十名魔牛族军部大佬中 支持蛮丽和朱衡宇的 只有三十多人 其他的三百多人 全部都是反对的 因此 朱衡宇此行 若是不能说服大多数人的话 那朱衡宇 就别想从魔牛族借兵 而且 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魔羊族都只能靠自身的力量 去对抗妖族 除非魔羊族面临灭绝的处境 否则的话 魔牛族是绝对会选择袖手旁观 因此 朱衡宇很清楚 这一次的交流至关重要 决定着未来千万年时间内 魔羊族与魔牛族的关系 以及相处模式 硕大的会议室内 坐满了蛮牛族的军部大佬 有资格坐在这里的 最次也是魔王境的存在 这里的所有人 有权力决定 魔牛族的一切军事事物 要想从魔牛族借力 就必须说服在场的所有人 很快 会议开始了 魔牛族军部之内 该讨论的 已经讨论了很久 所有该说的 该做的 该想的 全都讨论了无数次了 因此现在 魔牛族军部的大佬们 已经不需要再讨论什么了 他们只想听朱衡宇说 看看他能不能说出一点新鲜的东西 如果不能 那没有人有心情继续坐在这里 听朱衡宇胡言乱语 看着讲台之下 三百多名魔牛族的军部大佬 朱衡宇多少有些紧张 让他紧张的 不是这里的人太多 也不是这些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散发出的威压 而是因为朱衡宇知道 这次的会议 到底有多重要 可以说 魔羊族未来的命运 就由这次会议决定 长吸了口气 朱衡宇整理了一下思绪后 平静地开始讲述了起来 其实朱衡宇能说的 也就只有那些了 虽然朱衡宇的讲述 明显比蛮力要清晰得多 有条理得多 可是说到根本 朱衡宇所讲述的 也依然是原本的那些道理 在本质上 并没有任何不同 因此 听着朱衡宇滔滔不绝的陈述 台下的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渐渐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 不是他们不够尊重朱衡宇 实在是过去 他们为这些事 开过太多次会议 因此 听着朱衡宇陈述的这些话语 他们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 这些内容 他们耳朵都听快听出茧子了 终于 讲台之下 一名魔牛族军部大佬 抬手打断了朱衡宇 不耐烦地看着朱衡宇 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 皱着眉头道 如果你没有什么新的说辞的话 我想 这个会议没必要开下去了 面对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的话语 朱衡宇并没有生气 毕竟 换了他是对方 肯定也已经烦躁到想要发狂了 思索之间 朱衡宇道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就算有新的说辞 也改变不了这个本质 我要说的 其实概括起来 一个次语就能表达 唇王齿寒 很好 深沉地点了点头 那魔牛族军部大佬开口道 我还是那句话 就算你们魔羊族覆灭了 我们魔牛族 也可以接收魔羊族的造船工业嘛 我们并不会失去制海权 认真的看着那军部的大佬 朱衡宇道 如果你们始终保持着如此幼稚的想法的话 那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了 幼稚 听到朱衡宇的话 那魔牛族军部大佬顿时暴怒 不过很显然 这里是会议室 并不是暴跳如雷的场合 强吸一口气 那魔牛族军部大佬沉声道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 否则的话 你可是要为你所说的话负责的 冷冷地看着那军部大佬 朱衡宇针锋相对 毫不必让得道 怎么 说你们幼稚 你们还生气了 还想对我动手 你 面对朱衡宇的斥责 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有点语色 朱衡宇可是孤身一人 前来他们魔牛族军部的 如果他们在这里对朱衡宇动了手 那传出去真的没法听 军事会议本就畅所欲言嘛 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 但是你不能不允许人家说话啊 说点不愿意听的话 你就动手嘛 有本事 你单枪匹马 跑去魔羊族军部动手试试看 两军交战 还不斩来使呢 人家魔羊族的代表 孤身前来和魔牛族商讨军国大事 结果魔牛族的大佬们 却把人家给揍了 这传出去的话 绝对会一臭万年 强忍了口气 那魔牛族军部大佬道 我没说要动手 但是我一定会向你们魔羊族军部 提出抗议 冷冷一笑 朱衡宇道 好吧 我确实说了不好听的话 如果说错了的话 你们确实有资格抗议 可是 如果我可以证明 我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呢 你又怎么说 这个 面对朱衡宇的禁逼 那魔牛族军部大佬 顿时雨色了 人家如果说错的话 他就要跑去人家军部抗议 可人家如果说对了呢 就这么不了了之吗 很显然 如此一来 就不对等了 不能说 人家说错了 就让人家吃不了兜着走 人家说对了 就什么事都没有吧 思索之间 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断然道 如果你能证明 我刚才的说法是幼稚的 那我就支持你的主张 很好 听到这句话 朱衡宇顿时亮起了眼睛 虽然三百多名魔牛族军部大佬中 他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根本无足轻重 可是 不及魁步 无以致千里 不及小刘 无以乘江海 哪怕一天只能说服一个 那一年下来 他岂不是就可以说服所有人了吗 做事 最忌讳的 就是贪大求全 恨不能一下就把所有人都说服 凡事要一步步来 不要奢望着 一口吃成个胖子 思索之间 朱衡宇不由地露出了一丝充满自信的微笑 第4082章 幼稚 作者 云天空 不管今天能不能说服大家 这件事都不会就此终结 未来的一年时间内 类似的会议 肯定还是要开下去的 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 朱衡宇必须证明 他对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的评价是正确的 否则的话 朱衡宇还真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思索之间 朱衡宇朝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看了过去 森冷地看着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 朱衡宇道 请容许我解释一下 我刚才所说的幼稚 是说这个想法幼稚 而不是 在攻击这位魔牛族的朋友幼稚 听到朱衡宇的这句话 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的神色 顿时缓和了起来 只要是人就会犯错 甚至会经常犯一下幼稚的错误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朱衡宇只是对视 而不是针对他本人的话 他反倒可以接受 你说我的说法幼稚 那么你现在说说看 这个想法 到底哪里幼稚了 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沉声道 朱衡宇冷冷地看着他道 咱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如果将魔牛族与魔羊族的处境 对调一下的话 结果会是如何呢 听着朱衡宇的话 那名军部大佬皱着眉头 思索了起来 很快 不仅仅是那名军部大佬 会议室内的所有军部大佬 面色都阴沉了下来 看着大家阴沉的表情 朱衡宇不由地笑了起来 环顾一周 朱衡宇朗声说了起来 面对魔羊族的苦难 魔牛族始终不肯伸手相帮的情况下 魔羊族即将灭族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如此大公无私 毫无保留地 把自己的造传工业 白白送给魔牛族的 我们需要人帮忙 需要人救命的时候 你们袖手旁观 现在 既然我们魔羊族已经灭族了 那又怎么可能便宜了你们魔牛族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们只会拖着魔牛族 一起下地狱 怎么可能像魔牛族所想的那么美 把自己的造传工业 送给魔牛族 保护魔牛族的安全 你们魔牛族不是说 离了我们魔羊族 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吗 很好 现在我们魔羊族亡了 接下来 我们倒要看一看 你们魔牛族失去了魔羊族的战舰 拿什么去和妖族的海军对抗 甚至于 如果遇到了那些性情暴躁点的主 甚至会把魔羊族的造传工业 全部送给妖族 不为别的 只为证明 离开了魔羊族 魔牛族什么都不是 一想到这个可能 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面色又怎么会好看呢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换了是他们 他们是一定会这么做的 不要说什么魔族利益 也不要提什么同族的情谊 当魔牛族对魔羊族袖手旁观的时候 一切便已经是注定了的 魔羊族宁肯把造传工业送给妖族 都不会送给他们魔牛族 因此 朱衡宇刚才所说的那句话 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指望着魔羊族覆灭前 将所有造传工业交给魔牛族 这真的太幼稚了 这样的想法 根本站不住脚 也没有拿出来讨论的必要 沉默了许久 那魔牛族军部大佬 倔强地张了张嘴 尖色地道 可是 难道魔羊族 不需要考虑魔族的未来吗 面对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的话 朱衡宇不屑地道 你们魔牛族都不考虑魔族的未来了 凭什么要我们魔羊族去考虑 再说了 魔羊族如果覆灭了的话 那要这魔族未来有何用 死 听到朱衡宇的话 现场的三百多名魔牛族军部大佬 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 所有人都知道 讲台上的这个家伙 绝对是一个铁血的统帅 要么一次就把他击败 杀死 让他万劫不复 要么就别与他为敌 因为那后果实在太恐怖了 一时之间 整个会议室内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用惊叹的目光 看着讲台上的朱衡宇 虽然朱衡宇的魔体段位只有八十三段 可是光凭他说出的那句话 便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魔羊族都不存在了 还要这魔族何用 这句话实在太霸道了 那种玉石俱焚的气魄震慑住了所有的魔牛族统帅 沉默良久 那名魔牛族大佬终于默默站起身来 对着朱衡宇欠了欠身 随后开口道 好吧 你说服了我 我必须要承认 我刚才说的那个想法 确实太幼稚了 不具备讨论的价值 说话之间 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转过头 环顾了一周 随后沉声道 从现在起 我支持他提出的那些观点 接下来 你们有什么疑问 可以畅所欲言了 说完话 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 对着朱衡宇点了点头 随后坐了下来 赞叹地看了看那尊魔牛族军部大佬 朱衡宇有点惊讶 他没想到 对方能知错认错 而且说到做到 由此可以看出来 对方能坐到现在的位置 绝对不是侥幸 思索之间 朱衡宇开口道 如果魔牛族希望有一天 能接收魔羊族的工业产业的话 那现在就必须派兵相助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两族之间才有未来可言 如果在魔牛族的帮助下 魔羊族还是没能抵挡住妖族的入侵 那么在魔羊族覆灭前 绝对会把所有工业产业转赠给盟友 让魔牛族继承魔羊族的斗志 继续与妖族对抗 那个时候 魔羊族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更希望魔牛族强大 甚至希望魔牛族能灭掉妖族 帮魔羊族报仇 听着朱恒宇的话 所有魔牛族的军部大佬们都纷纷点头 确实 朱恒宇所说的完全是符合事务规律的 而不是在信口胡说 不过 沉默了一小会 另外一名魔牛族军部大佬开口道 我们魔牛族就算无法获得魔羊族的工业产业 也可以自己发展的吗 嗯嗯 听到这句话 会议室内的一众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再次交头接耳了起来 确实 以前他们只是没有认识到 现在既然认识到了 那魔牛族也是可以发展自己的工业产业 建立属于魔牛族自己的造船工业吗 只要给魔牛族足够的时间 他们也是可以建造出超级战舰的 毕竟 外人终究是不足以一丈的 想要真正的站稳脚跟 还是要靠自身的力量才对 从这个角度上说 魔牛族根本就不需要依靠魔羊族 他们应该大力发展造船工业 补足魔牛族最大的短板才对 第4083章 几个问题 作者 云天空 听着会市内的窃窃私语 朱衡宇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确实 魔牛族的这块短板 是必须要补上的 不管这次谈判的结果如何 魔牛族都必将大力发展造船工业 毕竟 时到如今 在朱衡宇的提醒下 魔牛族 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的 这个共识就是 魔牛族必须有自己的海军 必须掌握制海权 否则的话 一旦魔羊族灭亡了 那么接下来就轮到魔牛族了 只不过 虽然这个共识已经达成了 但是很显然 魔牛族不想将自己的命脉 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因此 魔牛族现在的争执 不在于要不要发展造船工业 也不在于 要不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而在于 到底要怎么建立 怎么发展 而且 对朱衡宇最不利的是 不管魔牛族军部怎么争论 都不会选择将希望 寄托在魔羊族身上 如此一来 与魔羊族的合作 也就无从谈起了 看着整个会议室内嘈杂的样子 朱衡宇不由地叹息一声 默默地等待着 不等大家讨论够了 是没人有心思听他说话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终于 有人发现了讲台上 保持着沉默的朱衡宇 渐渐地 会议室内的议论声 终于渐渐平息了下来 会议室内 再次恢复了绝对的安静 就连呼吸声 都几乎听不见了 所有人都想听听 朱衡宇有什么话可说 在魔牛族军部大佬们看来 这根本是无解的 魔牛族不可能将自己生存的命脉 放在别人手里掌控 环顾一周 朱衡宇傲然地笑了起来 虽然大家讨论得很热烈 不过在我看来 你们这个想法 和上一个想法一样 都是一样的幼稚 什么 听到朱衡宇的话 一众军部大佬们 顿时暴怒了起来 很显然 他们和刚才那个军部大佬一样 接受不了朱衡宇 如此蔑视的评价 摆了摆手 朱衡宇道 别急着动怒 我并没有 针对大家的意思 我说的是 这个想法幼稚 听到朱衡宇的话 现场总算是稍微平静了一点 虽然大家内心依然非常的不愤 但是仔细想来 朱衡宇确实是对事不对人 虽然他这句话 几乎把所有人都给骂进去了 但是幼稚的错误 其实人人都会犯 这并不可耻 不过 虽然话是这么说的 可是如果朱衡宇 不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 那他们肯定是不会轻易放过朱衡宇的 一时之间 会议室内的军部大佬们都瞪大了双眼 死死地盯着朱衡宇 沉默了好半天 一名身强体壮 胡须花白的魔牛族魔王开口道 说说吧 我们这个想法 又有哪里幼稚了 看了看那个白胡子的魔牛族魔王 朱衡宇点了点头道 其实不需要解释 我只要问几个问题 你们就知道 这个想法有多幼稚了 很好 白胡子道 你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开诚不公地去问 现在你可以开始问了 点了点头 朱衡宇道 接下来 我一共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在座的各位 有谁精通魔闻之道 以及符文之道 第二个问题 魔牛族的各岛屿和城市里 造船工业的技术水平如何 第三个问题 魔牛族士兵 在船上的战斗力如何 说完话 朱衡宇环顾一周道 好了 我的三个问题问完了 我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去考虑 去讨论 然后再告诉我 刚才的想法 是否幼稚 说完话 朱衡宇不再多坐停留 对着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点了点头后 转身走进了身后的休息室内 将硕大的会议室 完全让点了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随着朱衡宇离开 会议室内瞬间就乱成了一锅粥 有资格坐在这里 参加这次会议的 最起码也是魔王境的高手 能将魔体段位 修炼到这个境界 其智力是不需要怀疑的 就算有的人脑子比较慢 但是智商上却并没有问题 不过 朱衡宇问的三个问题 覆盖面太广了 因此 一时半会的 大家都只是隐约意识到了什么 但是思路却非常狭窄 不够全面 因此 所有魔牛族军部大佬 都纷纷和身旁的人 交头接耳地讨论了起来 就连那花白胡须的老魔王 也不例外 第一时间便偏过身子 和旁边的一尊老牌魔王交流了起来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在座的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有多少擅长魔文之道 以及符文之道的 这个问题 猛一听起来 似乎与大家要讨论的问题 根本没什么关系 可是 只要稍微仔细一想 就知道两者之间的关系了 要知道 有资格坐在这里的 那都是魔牛族的动量 涉及到符文 魔文之类的知识 如果他们 没有掌握的话 就别指望那些平民百姓能掌握了 现在的情况是 会议室内的这些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对魔文之道 多少都有一些接触和掌握 可是说到符文之道 那就真的基本是 没有了解了 而造传工业 其实和魔文的关系并不大 所谓的魔文 其实是魔祖为了传承魔法和魔技 而研究出的一种特殊符文 魔文虽然也可以用来布阵 也可以用来文刻 但是用在造传上 却终究还是有所局限 造传业最需要的 是符文之道的知识 而且 说到底 即便是魔文之道 在座的各位 研究的也没有多透彻 仔细想一想 连他们都掌握不了的东西 你能指望那些普通的魔牛族子民们掌握吗 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 魔牛族各岛屿 各城市内 造船业的技术水平如何呢 提起这个问题 在座的所有人 都有点惭愧 魔牛族根本造不出一艘像样的战舰 魔牛族造的船 只能在近海航行 用来打打鱼 还勉强凑合能用 如果用来远扬航行的话 甚至与敌人作战的话 那恐怕不需要敌人攻打 光是那先天的巨浪 就足以把魔牛族生产的战舰 给撕成碎片了 当然 这是因为 魔牛族没有大力发展造船业的关系 可是事实上 这就是一句废话 魔牛族军部 之前确实没有想过要发展造船业 可是那些造船的企业 难道也不想发展造船业吗 人家那么大的造船厂建造起来 并且发展了这么多年 难道就是在混吃等死吗 很显然 不是那些造船厂 不想发展造船业 而是魔牛族 确实不太擅长这方面的工作 这是种族的特性 与努力程度和态度都没什么关系 很多东西 不是说你大力发展 就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那就拿金雕族来说吧 金雕族刚出生三天 就可以离巢飞行 那么 普通蛮牛族努努力 是不是也可以飞行呢 很显然 这样的想法是不符合常理的 是无比幼稚的 如果努力就能成功的话 那这个世界就太美好了 努力一下 就成了亿万富翁 努力一下 就三七四千 努力一下 就长生不老了 这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吗 很显然 是没有的 努力的结果 通常只是让你明白 很多事情 是不可抢求的 第4084章 不甘心 作者 云天空 魔牛族能不能发展好造船业 这个暂且不说 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魔牛族在造船业上 是毫无天赋的 即便经过千万年的努力 发展出了造船业 也建立起了强大的海军 可是真到了那个时候 魔羊族以及妖族的海军 都不知道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对比而言 魔牛族的制海权 还是不可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就好比 魔牛族永远不可能掌握制空权一样 那是种族天赋上的差距 不是努力就可以弥补的 再来 就是第三个问题了 即便魔牛族发展好了造船业 也建造出了强大的战舰 可是 魔牛族的士族 适合海上作战吗 战舰即便再大 容积也是有限的 你不能指望着一艘战舰 便装下几十万 上百万大军 因此 身高两米多 身材粗壮无比的魔牛族 是不适合做海军的 同样的一艘战舰 只能装下三千魔牛族战士 可是装魔羊族战士的话 却可以装下一万 这就是巨大的差距 而且 海上的战斗 是最考究平衡感的 战舰在海面上行驶的时候 会随着波浪而摇摆 这个摇摆 是毫无规律的 一会上 一会下 一会左 一会右 总而言之 整个航行的过程中 战舰没有任何一秒是禁止的 而且晃动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规律可言的 以魔羊族举世无双的平衡感 即便在陡峭的山崖上 都可以行走如飞 对于魔羊族的修饰来说 这战舰再怎么摇晃 也破坏不了他们的平衡感 而换了是魔牛族 一旦上了战舰 他们脚下就没了根 别说战斗了 如果不服着传贤和违干的话 他们连战都站不稳 虽然说 在严格的训练下 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 可是天赋这种东西 你再怎么训练 也是弥补不了的 即便通过刻苦的修炼 魔牛族能够在战舰上站稳脚跟 可是一旦战斗起来 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魔羊族在战舰之上 那真的是闪转藤挪 灵活的无以复加 可是魔牛族则不然 能站稳脚跟 不会被晃倒 就已经可以出去吹嘘了 至于在战舰上战斗 还是别多想了 那真不是他们擅长的 再有 魔牛族的身材高大 而又粗壮 力大如牛 可是与之相对的 他们的体重也都非常重 普通的魔羊族修士 体重只有七八十斤 而魔牛族的战士 体重最少也得三百多斤起 他们的体重 是魔羊族的四五倍 众所周知 一旦战舰的重量太重 吃水就会很深 吃水一深 阻力就变大 速度就变慢 至于战舰速度的重要性 那还需要多说吗 速度不够的话 你永远追不上敌人 速度不够的话 敌人就永远可以吊着你打 因此 即便魔牛族建造出了 无敌的战舰有如何 蛮牛族战士 根本就不适应海上作战 站不稳 人数少 速度慢 基本上 魔牛族的海军 注定只能追着人家的屁股跑 根本就追不上他们的敌人 一旦进入阶弦战 人数上又处于绝对的劣势 空有一身力量 却连战都站不稳 更不用说 发挥出一身的实力了 相对而言 魔羊族的战舰 天下第一 魔羊族修饰超级的平衡感 让他们可以在战舰之上 上蹿下跳 行走如飞 魔羊族的体型小 体重轻 可以装下更多的士族 战舰的重量也更轻 速度更快 仔细想起来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 魔羊族简直是为海战而生的 别看蛮牛族身材粗壮 力量巨大 破坏力超强 可是海战中 真不是比这些的 蛮牛族再怎么强大 一旦落入大海中 也不过是一块牛肉而已 就算不沉入海底 也一定会成为海魔兽的典型 所有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纷纷议论之间 渐渐地 所有人都发现 他们的想法 确实太幼稚了 一直以来 他们的自信 都是盲目的 不切实际的 事实证明 魔牛族的造船业 发展了亿万年 却依然发展不起来 事实证明 魔牛族在海战中 从来都是一面倒挨揍的坟 魔牛族的历史上 甚至没有一场大劫 是发生在海上的 难道说 魔牛族的海防 注定只能依靠魔羊族吗 可是 这 这太不甘心了 很快 整整一刻钟的时间过去了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朱衡宇再次回到了讲台之上 环顾一周后 朱衡宇将目光 落向了那个白胡子的 魔牛族魔王 深深地看着白胡子 朱衡宇道 怎么样 讨论得如何了 那白胡子魔王开口道 确实 虽然不愿意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那个想法 也是幼稚的 不具备讨论的价值 随后又不甘地道 可是我 始终不愿意相信 难道说 我们魔牛族的海防 只能依靠魔羊族吗 深深地看着白胡子 朱衡宇道 你得放平心态 看待这件事 魔族的各种族之间 都有着各自的优势和缺点 没有哪个一种族是完美的 不仅仅魔族如此 其实妖族也是一样 都是需要族群之间的精诚合作 才可以发挥出无限威力的 魔牛族的海防 确实只能依靠魔羊族 不过 这没什么好不甘心的 反过来说 魔羊族的城防和野战 不也全都要依靠魔牛族吗 不仅仅魔羊族如此 即便是魔狼族 难道他们就适合守城了吗 没有哪个种族是完美的 都是需要其他族群弥补缺陷 才可以达至完美 至于说不甘心 那肯定会有 话说回来 难道魔羊族就甘心吗 过去这么多年来 魔羊族的岛屿 一座接一座的 被妖族攻陷 为了守住这些岛屿 守住这些城池 魔羊族牺牲了多少子弟兵 可是 再怎么不甘心都没用 再怎么不甘心 也是徒劳的 守不住就是守不住 这是种族特性决定的 因此 魔羊族即便每年都牺牲数以千万计的精锐 可是魔羊族的岛屿和城池 却还是一座接着一座的陷落着 不甘心吗 不甘心又能如何 种族的劣势 是注定难以弥补的 换算到魔牛族身上 他们也不甘心 海防只能依靠魔羊族 可是 不甘心有什么用 难道说 不甘心就能弥补这一切了吗 不管魔牛族怎么努力 种族的缺陷就摆在那里 太高 太壮 太重 平衡感太差 而且 魔牛族平民们的智商 相比魔羊族要逊色几仇 不是说 魔牛族就绝对建造 不出强大的战舰 问题是 凡事都是 要对比的 魔牛族可以建造出强大的战舰 但是相对而言 魔羊族和妖族 却可以建造出更强大的战舰 不甘心是没用的 要说不甘心 魔羊族和魔狼族一样 不甘心 要说不甘心 妖族也一样不甘心 可是做人 还是实实物者为俊杰 收起不甘心 面对现实才是正道 说话之间 朱衡宇贪了贪首道 我也很不甘心 不甘心魔羊族守不住城墙 可是我不会沉浸在不甘心的情绪中 而是来到这里 希望能与魔牛族合作 弥补我们双方的不足 第4085章 老调重弹 作者 云天空 拼着朱衡宇的慷慨陈词 一时之间 所有魔牛族军部的大佬们 都沉默了 是啊 不甘心又如何 天赋和种族特性 就摆在这里 就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改变 无法克服 又怎么能强行要求他们的子民 他们的战士去克服呢 不过虽然他们也知道 甘心是无用的 但是无论如何 这口气 真的是咽不下去 长长地吸了口气 那个白胡子魔牛族军部大佬 声音的道 就算我们要和魔羊族合作 也肯定会选择与魔羊族军部合作 而不是和你个人合作 听着那白胡子的话 朱衡宇淡然一笑道 可以啊 想和谁合作 是魔牛族的权利 我个人是无权干涉的 看着朱衡宇淡然的笑容 那白胡子大佬 显然并不开心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 哪里有点不对 虽然接触的时间还不长 但是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朱衡宇这个人 绝对不简单 能当着魔牛族高层的面 指着他们的鼻子 骂他们幼稚 却没人能发作 也无从发作 这绝对是一件 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此 大家都不相信 朱衡宇就这么任由 魔牛族军部 抛开他 直接与魔羊族军部合作 他既然肯来 就肯定是有把握 有信心的 时到现在 他肯定还有什么后手 留着给大家重重的一击 甚至于 这家伙说不定憋着坏 找机会再骂大家一次幼稚呢 一想到这个可能 包括白胡子在内 所有魔牛族的大佬们 都紧张了起来 不会吧 这里面 难道也有陷阱吗 现在想来 魔牛族就算要与魔羊族合作 也肯定是去找魔羊族军部合作 不可能找朱衡宇这么一个实力低微 根基浅薄的小魔王合作 魔牛一族 不可能轻一族之力 与某一个人合作 难道说 朱衡宇如此大公无私 不顾及个人利益 全心全意为魔羊族服务吗 不 这不可能 如果朱衡宇真的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整个魔羊族的话 那这次的会议 根本就名不正 言不顺了 以朱衡宇在魔羊族的身份和地位 他拿什么和魔牛族谈 而在魔羊族一边 朱衡宇凭什么代表魔羊族 去和魔牛族谈判呢 说清点 这叫不自量力 说言重点 这可是僭越的大罪 你一个小小的魔帅 竟然敢代替魔羊族军部的九大巨头 决定魔羊族的军国大势了 如果人人都这么搞 那还不彻底乱套了吗 既然不可能是代表魔羊族来谈判 那么朱衡宇代表的 就只能是自己了 可是按照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 魔牛族不可能和朱衡宇个人合作啊 不对 肯定不对 这小子肯定在哪里憋着坏 等着大家往里跳呢 私存之间 那白胡子大佬皱着眉头道 我们可以忍你一次 两次 但是不可能无限地忍下去 如果你敢一而再 再而三地 故意找机会骂我们愚蠢 幼稚的话 那我们真的会生气的 所以 你有什么话 完全可以开诚不公 敞开来谈 听到白胡子的话 朱衡宇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很多话 他必须解释清楚 不然的话 即便以后合作了 彼此之间 也总是咯咯咯咯咯的 无奈地看着大家 朱衡宇道 你们误会我了 不是我故意找机会骂人 关键是 在我来这里之前 你们就是凭借那两点 将一切彻底否决的 试想 如果朱衡宇不能摧枯拉朽 以雷霆扫雪之事 彻底让大家明白 那样的想法 有多愚蠢的话 那么 接下来的谈判 会耗费多少时间 精力 以及心血呢 虽然朱衡宇言词上 比较不客气 甚至直言 那个想法愚蠢 幼稚 可是自始至终 朱衡宇对的是事 而不是人 环顾一周 朱衡宇道 就事论事 站在大家现在的角度看 原来大家的想法 是不是太幼稚 是不是太愚蠢了呢 这个 听着朱衡宇的话 大家虽然很想反驳 可是 这是不容辩驳的事情 对摩羊族见死不救 却还奢望着摩羊族临死前 把所有的工业产业送给他们 明明种族特性不适合造船业 也不适合海战 还硬要大力发展 这已经不能用愚蠢和幼稚来形容了 这简直太傻 太天真了 思索之间 白胡子开口道 你直接说吧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凭什么认为 魔牛族会绕过摩羊族 直接选择与你合作 面对白胡子的询问 朱衡宇皱着眉头沉饮了起来 好一会 朱衡宇终于开口讲述了起来 以魔牛族现在的处境 如果直接找摩羊族军部谈判 并且寻求合作的话 那么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事呢 很显然 如果是魔牛族主动的话 那一切就变位了 既然是你魔牛族 需要我们魔羊族帮忙 那是你有求于我 主动权可就落在魔羊族一边了 事实上 一直以来 魔羊族的想法 确实就是那样 在魔羊族看来 是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为魔牛族挡住了妖族的冰封 是魔羊族用自己的生命 守护了魔牛族的生命安全 使魔牛族免于战火 能够安全地休养生息 因此 一旦魔牛族现在找上门去 主动要求合作 甚至于 要求魔羊族 为魔牛族提供海上保护的话 那么不需要怀疑 魔羊族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一定会来个狮子大开口 狠狠地咬上几口 组建舰队的钱 得魔牛族出把 建造铁甲战舰的钱 得魔牛族出把 魔羊族海军的军饷 以及抚恤金 得魔牛族发把 并且 魔牛族虽然派遣大量军队 帮助魔羊族助手城池 但是 这可是你们应该做的 一直以来 都是我们在帮你们抵挡妖族大军 现在该你们自己来抵挡了 否则的话 我们魔羊族一灭 你们魔牛族 也一样要给我们陪葬 因此 魔牛族的军费 魔牛族士族战死后的抚恤金 以及魔牛族的军械 以及日常的花销 都要魔牛族自理 拼着朱恒宇的话 魔牛族的一众大佬们 不由地沉默了起来 自始至终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驳朱恒宇 魔羊族和魔牛族之所以闹到今天 还真就如朱恒宇所说的那样 双方对彼此的合作 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魔羊族觉得 我们帮你顶在前面 抛头颅洒热血的 你们做什么 还不是应该的 而且 魔族的海域 就是要靠魔羊族去镇守 因此 魔牛族如果主动去找魔羊族 寻求魔羊族帮助的话 那么 魔羊族肯定会老调重谈 再次提出那些 在魔牛族看来很夸张的要求 门心自问 魔牛族是真的接受不了那样的要求 出人 出物 出力 出钱 魔牛族出了一切 却全部都是应该的 即便付出了这一切后 他们也还是亏欠魔羊族的 因为此时此刻 魔羊族一直在帮助魔牛族 挡灾挡难 流血牺牲呢 沉默良久 那白胡子开口道 你说的确实是事实 可是即便如此 我们也依然没有理由 绕过魔羊族军部 直接与你个人合作 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朱衡宇道 我倒并不那么认为 哦 好奇地看了看朱衡宇 白胡子知道 朱衡宇终于要提出 有建设性的观点了 看着白胡子 朱衡宇微笑着道 其实 我们完全可以抛开一切 单纯从魔牛族的需求出发 来探讨这件事 第4086章 实现 作者 云天空 从魔牛族的需求出发 白胡子皱了皱眉头道 有点意思 你仔细说说看 点了点头 朱衡宇整理了一下思绪 随后再次开口 提出了一个问题 不考虑魔羊族那边的想法 也不需考虑两族之间的所有关系 只从魔牛族的需求出发 去思索和考虑的话 那么 魔牛族需要的 到底是什么呢 面对朱衡宇的询问 魔牛族的一众将领 纷纷交头接耳地讨论了一小会 很快 所有的意见和建议 都被会总了起来 交到了白胡子那里 朱衡宇已经看明白了 魔牛族的三大魔皇 都在闭关苦修 因此 这白胡子就是三皇之下 权势和威望最高的那一个人 三皇不在的时候 魔牛族由白胡子当家 在朱衡宇的注视下 白胡子断然道 我们魔牛族现在需要的 就是海域的安全 微笑着点了点头 朱衡宇道 光说海域的话 毕竟还是太笼统了 咱们细分一下吧 海域的安全 说白了就是治海权 而想拥有治海权 就离不开三大方面的需求 第一是要有强大的 能够纵横四海的战舰 第二是要拥有强大的 能够纵横四海 直霸海疆的海军士兵 第三是 要有可持续发展 不断进步 不断制造出更新型 更强大战舰的造船场 听到朱衡宇的话 那白胡子顿时皱起了眉头 深沉地看着朱衡宇 白胡子道 你现在说这些 有什么意义吗 这三条 你不是一开始 就已经否决了吗 我记得 是你亲口对我们说 这些想法幼稚的 微笑着看着白胡子 朱衡宇道 此一时 彼一时 我既然敢说 就自然有办法帮你们实现 好奇地看着朱衡宇 白胡子兴奋地道 你说说看 你打算怎么做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实现我们原本的目标 环顾一周 朱衡宇微笑着陈述了起来 说白了 魔牛族需要的 其实就是技术先进的造船场 威力强大的超强战舰 以及强大的海军士族 现在最大的桀故是 魔牛族的种族特性 注定他们 在这三个方面 是注定难有发展的 不过不要紧 魔牛族没有先进的造船场 朱衡宇可以帮他们 建造一个造船场 魔牛族没有超强的战舰 朱衡宇可以帮他们 生产超强的战舰 魔牛族没有强大的海军士族 朱衡宇为他们提供强大的海军士族 魔牛族想要什么 朱衡宇就为他们提供什么 哇 听到朱衡宇的话 整个会议室内 顿时轰然乱了起来 所有魔牛族的大佬们 都双眼放光地 交头接耳了起来 如果朱衡宇所说的一切 真的能实现的话 那魔牛族 还真就可以补足所有短板了 兴奋之下 白胡子颤抖着大声道 我想知道 那造船场的所有权 归谁所有 朱衡宇道 事关魔牛族的军事安全 自然归魔牛族所有 听到朱衡宇的话 白胡子的双眼 瞪得更大了 颤抖着声音 白胡子继续问道 那造船场的技术水准 能达到什么标准 朱衡宇断然道 我为你们提供的造船场 在技术上 最少领先魔羊军部 所属船场十年以上 比妖族的造船场 领先一百年以上 哇 听到朱衡宇的话 会议室内再次响起了一阵 嘈杂的惊叫声 白胡子却猛地站起身来 哆嗦着花白的胡子 白胡子大声道 那么 造船场生产的战舰 不等白胡子把话问完 朱衡宇便断然一挥手道 技术领先 生产的战舰 自然也是分别领先 魔羊族军部战舰十年 妖族军部战舰一百年 倒吸了一口冷气 白胡子一字字道 海军士族的来源 你怎么打算的 面对白胡子的第三个问题 朱衡宇毫不犹豫地道 我会为你们精选出大量的 十岁以下的魔羊族孩童 交给你们亲自培训 将它们培养成超级海军 至于它们将来是否忠诚于魔牛族 是否愿意为魔牛族出生入死 誓死捍卫魔牛族海疆 这我就无法保证了 听到朱衡宇的话 那白胡子猛地仰起头 哈哈大笑了起来 傲然看着朱衡宇 白胡子道 这一点不需要你操心 如果给我一群十岁的魔羊族孩童 那么百年之后 我们便可以训练出一支 死士级的精锐海军 听到白胡子的话 所有人都大点起头 如果朱衡宇真的为他们提供 大量的十岁的天才孩童的话 在座的所有人 都有着绝对的把握 将这些孩子 训练成最忠诚的士族 如果连这点本事都没有的话 那他们根本就做不到 这个会议室来 很好 兴奋地看着朱衡宇 白胡子大声道 现在 我只有一个问题了 深深地看着朱衡宇 白胡子道 我现在想知道 你凭什么 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技术和人才 最夸张的是 朱衡宇承诺的造船厂 以及造船技术和造船工匠 竟然领先 魔羊族军部十年以上 面对白胡子的问题 朱衡宇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看着白胡子 朱衡宇道 难道说 过去这两三年时间里 你们就从来没有试图调查 一下我吗 这个 听到朱衡宇的话 白胡子不由尴尬地笑了笑 要说调查 其实魔牛族肯定是调查了 不过 朱衡宇的履历 相对来说 还是非常简单的 只匆匆扫了几眼 便扔在一旁了 根本没有人 深入地去了解和研究过他 看着所有人尴尬的样子 朱衡宇道 好吧 简单说 兵魔重工 现在是 完全属于我的私人企业 兵魔重工 听到朱衡宇的话 房间里的所有人 都一脸的疑惑 很显然 他们对于兵魔重工 并不是太了解 事实上 兵魔重工这个名字 他们从朱衡宇的资料上看到过 但是却并没有人当回事 毕竟 兵魔重工 肯定是某一个魔王创建的工厂嘛 一个魔王 有什么值得大家 去注意和研究的呢 看着所有人 一脸迷惑的样子 朱衡宇不由地摇了摇头 无奈地看着大家 朱衡宇道 兵魔重工没听说的话 那悬兵魔皇 大家总该知道吧 悬兵魔皇 听到这个名字 白胡子顿时瞪大了双眼 大声道 你这就是废话 如果连悬兵魔皇 都不知道的话 那还算是魔族之人吗 当年魔族 被驱赶到了北海的群岛之上 已经是无路可退了 面对着妖族大军的步步紧逼 魔族随时面临着负灭的危险 就在这个时候 悬兵魔皇悍然出世 他研究出了 当时堪称无敌的铁甲战舰 训练出了无敌于天下的海军 正是在悬兵魔皇的统帅下 才终于将妖族大军 给驱逐出了海域 若不是悬兵魔皇的出世 为魔族赢得了喘息的机会的话 说不定 现在魔族已经灭亡了 因此 身为魔族一员 是不可以不知道悬兵魔皇的 第4087章 《亥然色变》 作者 云天空 看着白胡子 以及会议室内 一众魔牛族大佬们 崇敬的目光 朱衡宇贪了贪首道 那兵魔重宫 就是悬兵魔皇的产业 你们所熟知的铁甲剑 就是兵魔重宫创造 和建造出来的 什么 听到朱衡宇的话 所有人都骇然色变 开什么玩笑 原来 兵魔重宫 竟然就是铁甲剑的发明 设计 以及建造的工厂 可是 疑惑地看着朱衡宇 白胡子道 不对吧 玄兵魔皇麾下 不是有一个兵皇重宫吗 据我所知 魔羊族军部现在的铁甲剑 大多数都是由兵皇重宫生产的吧 白胡子化身刚落 旁边的一个魔牛族大佬 赞同地点了点头道 是啊 你不是在忽悠我们吧 要知道 秦圣可是悬兵魔皇 他麾下的造船厂 怎么可能以兵魔为名号呢 一代魔皇 麾下的产业 竟然是魔王级的名号 这不是傻吗 听到白胡子的话 朱衡宇不由地哈哈一笑 环顾一周 朱衡宇道 你们只知道 秦圣是悬兵魔皇 可是难道说 他一出生就是魔皇了吗 事实上 秦圣能够成为魔皇 可是历经了重重的磨难 即便最后当选了魔皇 他的票数 其实比炼狱魔王 也只多了三票而已 三百多名魔王选举 最后只领先了三票 这足以说明秦圣的上位 有多么的不容易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秦圣魔皇 当初是靠什么成为魔皇的呢 面对朱衡宇的问题 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对啊 秦圣凭什么战胜炼狱魔王 成为魔皇的呢 只稍微一思索 所有人便得出了答案 很显然 秦圣凭借的 正是他的铁甲战舰 以及所向无敌的海军 换句话说 早在秦圣成为魔皇之前 他就已经建造出了铁甲战舰 组建起了无敌的海军 而那个时候 秦圣还只是魔王 而不是魔皇 因此 当初设计和建造出 第一艘铁甲战舰的 肯定是不能以魔皇为好的 不然的话 那可是僭越的大罪 如此说来 设计和建造出铁甲战舰的 还真的只能是兵魔重弓 而不是兵皇重弓 只不过 迟疑地看着朱衡宇 白胡子担心得到 那个 兵魔重弓 沉寂了这么多年 他们的造船技术 工艺 以及水准 还能跟得上时代吗 面对白胡子的询问 朱衡宇简直想要翻白眼 不过很显然 此时此刻 这样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深深地看着白胡子 朱衡宇道 兵魔重弓的技术 工艺 以及水准 我不想多说 因为没那个必要 站在我的角度看 你们的问题 本身就是对兵魔重弓 最大的羞辱 傲然挺着胸膛 朱衡宇道 想和兵魔重弓 比技术 工艺 还有水准 他们配吗 这 面对朱衡宇的话 魔牛族的所有军部大佬 都呆掉了 这家伙 是不是太狂 太傲了 难道说 连魔羊族军部的皇家造船厂 都不配和兵魔重弓比了 看着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样子 朱衡宇道 多了 我也不说 我只能保证 我为你们提供的技术 人才 以及造船工艺 最少领先与魔羊族军部十年 至于其他的事情 我不会多说 你们也不需要多问 这个 听到朱衡宇的话 所有魔牛族军部大佬们知道 这件事情 已经涉及到了朱衡宇的核心机密 虽然他们很好奇 但是朱衡宇是不可能回答的 朱衡宇的意思 表达得已经很清楚了 他们不需要管兵魔重弓的技术 人才 以及造船工艺 到底达到了什么境界和水平 朱衡宇唯一能保证的 就是他为魔牛族提供的一切 都最少领先魔羊族军部十年 领先妖族 更是高达百年时间 至于兵魔重弓的一切 属于朱衡宇的核心机密 他绝对不会透露分毫 仔细想了想 所有人很快便释然了 只要朱衡宇能为他们建造起一座先进的造船厂 并且提供配套的技术和人才 确保能生产出超强的铁甲战舰 再为魔牛族提供足够数量的魔羊族天才孩童 魔牛族的隐患基本就彻底被消除了 即便有朝一日 魔羊族被覆灭了 魔牛族也可以凭借着强大的海军与妖族对抗 不会轻而易举的将制海权白白交给妖族 接下来的一整天 军部的大佬们焦头接耳地讨论着 经过一整天的讨论研究 终于 第二天一早 白胡子代表魔牛族军部表态 愿意和朱衡宇达成战略合作伙伴 之所以如此痛快 干脆 原因也很简单 类似的承诺 只有和朱衡宇合作才可以得到 如果绕过朱衡宇 直接去和魔羊族军部合作的话 人家不可能提供领先魔羊族军部十年以上的造船技术和工艺 试问 魔羊族军部自己都没有呢 怎么提供给魔牛族啊 魔羊族能为魔牛族提供的 基本是落后于魔羊族百年以上的造船技术和工艺 而且 想让魔羊族免费为他们选拔士族 为他们建立造船厂 提供所有的技术和人才 类似的好事 魔羊族军部是绝对不会干的 毕竟真的都满足了魔牛族的话 那魔牛族可就真的不需要魔羊族了 见到魔牛族果然答应合作 朱衡宇却并不急着签订合作协议 现在 朱衡宇虽然满足了魔牛族的所有需求 可是魔牛族在整个合作过程中 却始终只是单方面的获得 因此接下来 该轮到朱衡宇提要求了 如果魔牛族不能满足朱衡宇的要求的话 朱衡宇可不会单方面 为魔牛族服务 不过 对于朱衡宇的要求 魔牛族军部 其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魔牛族家大业大 根本不惧怕朱衡宇狮子大开口 只要魔牛族的海上安全得到了保障 即便付出的代价再大 也绝对是值得的 相对得到的而言 魔牛族失去的 毕竟是有限的 朱衡宇拿出的一切 是魔牛族无论如何 也无法拒绝的 是即便花费再大代价 也一定要得到的 不过 虽然说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当大家纷纷做定 朱衡宇即将开口提条件的时候 魔牛族的一众大佬们 却还是一脸的紧张 毕竟 没有人知道 朱衡宇的胃口到底有多大 也没有人知道 朱衡宇到底会开出一个什么样的价码来 看着下面一脸紧张的魔牛族军部的大佬们 朱衡宇不由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朱衡宇之所以如此慷慨地 帮魔牛族补权了几乎所有缺陷 是因为他对魔牛族的要求 也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朱衡宇不拿出点诚意 不能彻底打动魔牛族的话 那么无论如何 魔牛族是不可能同意朱衡宇的请求的 第4088章 信口开河 作者 云天空 环顾一周 朱衡宇的目光 从每一位魔牛族大佬的脸上扫过 整理了一下思路之后 朱衡宇清了清嗓子陈述了起来 这次合作 我付出的很多很多 虽然 我所付出的 可能不是钱财方面的事物 但是事实上 我所付出的 是钱财都买不到的 最宝贵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我所付出的一切 完全可以将魔牛族的短板和缺陷 彻底的补足 听到朱衡宇的话 所有魔牛族的大佬们都连连点头 确实 魔牛族所要的一切 朱衡宇都帮他们解决了 想要造船厂 朱衡宇帮他们建造 连厂房 带技术人员 连同技术 工艺 等诸多的条件 朱衡宇都帮他们构建 而且 新构建的造船厂 完全属于魔牛族所有 完全归魔牛族军部 全权管辖 没有顶级的海军士族吗 朱衡宇会帮他们精心 选拔出一些天才级的魔羊族孩童 有了这些种子 魔牛族自然可以将他们训练成精锐大军 并且 这些种子的后代 不断地繁衍生息之下 会源源不断地 为魔牛族提供大量的海军兵员 至于强大的战舰 那更不需要说了 有了造船厂 有了顶级的技术工匠 有了全套的造船技术和工艺 还怕造不出超强的战舰吗 造船厂有了 战舰有了 海军士兵 有了 甚至连兵员都有了 如此一来 魔牛族便拥有了自己的一整条产业链 这条产业链一旦建造成功 魔牛族便在无海上的忧虑了 因此 为了真正获得朱衡宇所承诺的一切 魔牛族是不介意 付出巨大代价的 环顾一周 朱衡宇开口道 我的要求不多 一共有三条 什么 听到朱衡宇的话 所有人顿时兴奋地亮起了眼睛 在他们想来 如果条件只有三条的话 那么即便每一条都很苛刻 也没那么恐怖了 一时之间 三百多名魔牛族的大楼 都将目光看向了朱衡宇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朱衡宇树立起了右手十指 第一条 魔牛族必须为朱衡宇 提供一支为数三百万的魔牛大军 这三百万魔牛大军 魔体段位必须到达六十段 什么 三百万大军 朱衡宇的话声刚落 整个会议室内便彻底乱了起来 开什么玩笑啊 三百万六十段魔体的大军 这小子是在开玩笑吗 整个魔狼族加起来 也才只有三百万正规军而已 可是现在 朱衡宇一开口 就索取三百万魔牛族的大军 这已经不是狮子大开口了 这简直就是信口开河啊 看着魔牛族军部群情汹涌的样子 朱衡宇慢慢站起身来 大声道 请各位肃静 无论如何 请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一脸喊了三遍 终于 所有的魔牛族大佬 都纷纷安静了下来 正如朱衡宇所说 不管他提出的要求 到底有多夸张 都总要给他机会 把要说的话说完 把该表达的意图表达出来吗 很快 会议室内再次恢复了平静 朱衡宇道 就我所知 魔牛族的常备军 足有三千多万 这个数据不假吧 白胡子开口道 没错 我们确实有这么多军队 不过 你这一口下去 就想要走十分之一的常备军 这显然 不等白胡子把话说完 朱衡宇便断然打断了他 我没有说要 我只是说 你们提供大军 至于军队的归属权 当然还是魔牛族的 说话之间 朱衡宇微微顿了一下 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 听到朱衡宇的话 那些魔牛族军部的大佬们 一脸的茫然 什么意思 朱衡宇的意思是 只要他们出兵三百万 帮他助手一下城池吗 可是如此一来 这代价是不是太低了 如果只是出动三百万大军 帮朱衡宇守守城 就可以换来一切的话 那这笔买卖就不是大赚的问题了 这根本就是无本万利 赚大发了呀 不过所有人都知道 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朱衡宇就算是傻的 也不可能只提出这样的要求 一番讨论之后 所有人终于安静了下来 朱衡宇开口道 好了 既然大家都安静了 那就听我详细地说一说 我第一个要求的具体情况 这三百万大军的归属权 依然是魔牛族军部所有 朱衡宇不需要这些军队的归属权 只需要这三百万大军的指挥权 说白了 朱衡宇就是需要这三百万大军 帮他守城 帮他抵抗踏上岛屿的妖族大军 这三百万大军 是必须得到保证的 就算其中一百万人战死了 魔牛族也必须立刻补充一百万人进来 不管什么时候 这三百万大军必须是满员的 听着朱衡宇的话 所有魔牛族军部的大佬们 再次窃窃私语了起来 很显然 朱衡宇并不是想侵吞魔牛族的士族 他其实就是想通过这次合作 借助魔牛族的力量而已 不过 战争不是二线 战争一旦开启 是一定会死人的 可是魔牛族派出的士族 肯定会出现大量的伤亡 如此一来 魔牛族军部的大佬们 便不得不谨慎行事了 看着魔牛族军部的大佬们 那严肃的表情 朱衡宇却并不担心 魔牛族虽然拥有三千万常备部队 但是在我看来 那其实不过是未经过战争洗礼的散兵 游泳而已 说话之间 朱衡宇严肃起表情 森冷地道 真正的精锐 不是在家里练出来的 而是在战场之上 通过浴血奋战 杀出来的 听到朱衡宇的话 现场的所有大佬 全部都抬起头 朝朱衡宇看了过来 所有人的目光中 都闪耀着亮光 很显然 朱衡宇这句话 他们是无法否认的 他们不但不会否认 而且还深以为然 不管是民间的修士 还是军营低士族 光靠闭门苦修 是永远也成不了高手的 真正的高手 都是千百场厮杀中 一路杀过来的 环顾一招 朱衡宇道 在座的各位 有哪一个是天天坐在家里苦修 便拥有了如今的身份和地位的 有吗 面对朱衡宇的询问 魔牛族军部的所有大佬 都默默地坐在那里 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生 朱衡宇再次开口道 有坐在家里苦修 就成为大佬的吗 如果有的话 请站起来 朱衡宇的话声中 现场却一片寂静 没有任何人站起来 沉默半晌 白胡子终于开口道 这一点 已经是被千万人验证过的真理 这就不需要多说了 你接着往下说吧 点了点头 朱衡宇继续道 没有经过战场考验 没有经过战争洗礼 没有在生死线上徘徊几次 没有流过血 也没有 让别人流过血的士族 算什么士兵 魔牛族 虽然足有三千万常备部队 但是谁能告诉我 这三千万常备部队中 真正称的上战似的 有多少 面对朱衡宇的质问 整个军部之内一片寂静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第4089章 打住 作者 云天空 魔牛族的大军确实数量庞大 总数量高达三千多万 可是真正拉出来 称得上精锐的 恐怕连三百万都没有 一片寂静之中 朱衡宇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你们关爱自己的士兵 不希望他们死伤的心情 我是能够理解的 虽然朱衡宇的身份和地位 远远比不上在座的各位 但是朱衡宇的麾下也是有着几十万大军的 仔细想一想 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 没有经历过生死 没有亲身上过战场的 那算什么战事 现在魔牛族处在和平时代 那一切自然没有问题 可是一旦魔羊族覆灭了 那么妖族的冰封 势必直押魔牛族海域 到了那个时候 魔牛族就用这样的士族 去和妖族对抗吗 朱衡宇洪亮的声音 在会议室内回荡着 除了朱衡宇的声音之外 整个会议室里静悄悄的 三百多名魔牛族军部大佬 却连一道声音都发不出来 是啊 如果魔羊族今天就覆灭了的话 如果妖族的大军 明天就压到魔牛族领地的话 难道说 他们就拿这样的士族 去和妖族对抗吗 妖族的大军 可是征战厮杀了千万年的老兵 魔牛族这些没经历过战火 连血都没见过的士兵 真的能与强大的妖族大军对抗吗 一片寂静之中 白胡子用力地点了点头 对着朱衡宇道 你说得对 我们不能担心士族死伤 便拒绝将他们派上战场 白胡子的话声刚落 他身旁一个同样留着大把的胡须 但是 胡须却又长又黑的魔牛族大佬开口道 没错 不经历血与火的考验 是永远无法成为精锐的 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了 说得好 听到黑胡子的话 朱衡宇顿时笑了起来 战场我有 你们随时可以派遣你们的士兵 去到最前线 也就是我的岛屿和城池中 去历经血与火的考验 去经历生与死的搏杀 虽然 在这个过程中 必然会有很大的死伤 可是留下来的 却都将从一个新兵担子 成长为一名精锐的士族 也只有这样的士族 才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 老话说得好 兵归精 而不归多 如果通过不断的战斗 魔牛族的大军 能做到既精又多的话 难道不是更好的一件事吗 听到朱衡宇的话 所有魔牛族军部的大佬们 都大点起头 魔牛族的长辈部队 虽然数量众多 但是在这些魔牛族军部大佬的眼中 却根本不值得信赖 也不值得依靠 根本就无法形成太强大的战力 如果能把他们送去前线 在战火的淬炼下 晋升为精锐士族的话 那真的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虽然必然会有很大的死伤 但是魔牛族别的少 就是人口多呀 死一批 再选拔一批就好了 总而言之 魔牛族军部的三千万大军 那是一点都不会少的 毕竟 这三千万大军 可是分别隶属于魔牛族的三大魔皇 每个魔皇 都分别拥有一千万魔牛大军 在场这些魔牛族大佬们的任务 就是选拔士族 并且将他们训练成精锐 以前 魔牛族军部的大佬们 一心寻求实战锻炼 却求之不得 现在朱衡宇免费把机会送到他们面前了 为什么要拒绝呢 死伤虽然在所难免 可是不死不伤 怎么练得出精兵呢 不经历血与火的考验 不经历生与死的魔练 永远也锻炼 不出一只精锐之师的 思索之间 白胡子和黑胡子 交换了几句意见 随后 白胡子抬起头 严肃地对朱衡宇道 你的第一个要求 我们原则上同意了 你可以说 你的第二个要求了 什么 这就同意了 看着朱衡宇错愕的表情 白胡子不由哈哈大笑了起来 事实上 只要朱衡宇 不是想获得魔牛族大军的所有权 其他的条件都好谈 说到根本 妖族是魔羊族和魔牛族共同的敌人 与妖族战斗 本就是魔牛族应尽的义务 而且 魔牛族的士族 也确实该经历一下战火的淬炼了 光是关在轿场 是练不出真正的精锐之师的 看着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满脸的笑容 朱衡宇不由地茫然了 在朱衡宇看来 还有很多条款和细则 都是需要反复谈判的 比如军费 比如抚恤金 比如士族的运输 对朱衡宇来说 借来三百万大军 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真正难点 在于这三百万大军的相关费用 这才是大头 别的不说 光是战死士族的抚恤金 便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随便死上一个六十段魔体的战士 该发多少抚恤金 如果一场战斗 死伤个万八千的 那朱衡宇要支付多少抚恤金呢 如果真的死伤十万八万的 朱衡宇甚至担心 自己会因此巨额的抚恤金 而捉襟见肘 甚至有破产的可能 思虑之间 朱衡宇开成不公的道 我觉得 这第一条 还有很多的条款和细则 应该仔细讨论一下 比如这三百万大军的军饷 抚恤金 以及 打住 不等朱衡宇把话说完 那黑胡子便挥手打断了他 紧皱着眉头 黑胡子开口道 你刚才说了 这三百万大军 归属权 依然是我们魔牛族 是这样的吧 没错 我要的只是战地指挥权 一旦离开了前线 回到你们魔牛族 就不归我管了 朱衡宇点头道 点了点头 黑胡子继续道 我们会始终保持 前线有三百万大军 但是会不断地 对他们进行轮换 深深地看着朱衡宇 黑胡子道 既然这些军团 是我们魔牛族的 那我们 为什么要让你 掏军费和抚恤金呢 面对黑胡子的质问 朱衡宇彻底的无语了 换了是其他种族 这种关系到巨大利益的谈判 都是要据理力争的 能不掏的钱 就绝对不会掏 可是没曾想 这魔牛族 竟然要自己掏钱 人家根本就不允许 朱衡宇掏钱 我的兵 自然吃我的饷 我的兵 抚恤金自然由我来发 这就是魔牛族军部的坚持 不过 朱衡宇只稍微一想 就明白了过来 吃谁的饭 拿谁的想 就给谁卖命 这是魔牛族长期以来 形成的潜在意识链 在成为魔牛族之前 他们其实就是蛮牛族的一员 作为中立种族 蛮牛族是最好的佣兵 谁给他们钱 他们就接受谁的雇佣 就为谁卖命 因此 就算朱衡宇想掏钱 魔牛族军部也不允许他掏 不然的话 这军队算谁的呢 当然 朱衡宇又不傻 他怎么可能想掏这笔钱呢 这笔钱真的说起来 那可不是朱衡宇所能扛得起的 别看朱衡宇家大业大 似乎很有钱 但这三百万大军 一个月的军饷 就够朱衡宇喝几壶的了 士兵是高危的职业 既然危险程度高 薪水自然也就更高 而且 朱衡宇需要的 是魔体段位六十段以上的真正战士 如此一来 其薪水和抚恤金就更高了 好在 现在朱衡宇不需要费心费力地去计算了 因为魔牛族 根本不允许朱衡宇掏这笔钱 对于魔牛族而言 保证军队的纯洁 其意义远远大于金钱 第4090章 《麻绳拴豆腐》 作者 云天空 魔牛族毕竟是蛮牛族投诚而来 其性格朴实而又憨厚 对于利益 魔牛族从来不会太过计较 若不是足够有钱 谁能组建起一支 为数三千万的常备部队啊 原本 朱衡宇已经做好了 要被魔牛族狠狠盘剥一把的准备 可是没曾想 人家根本就不用他偷 魔牛大军的一切开销 完全由魔牛族自己负责 其中不仅仅包括军饷和抚恤金 甚至连衣食柱形 兵器铠甲 以及日常消耗 魔牛族全包 不过相对的 魔牛族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朱衡宇对这三百万魔牛大军 只有战时指挥权 而且 魔牛族只负责守城 以及在城外与敌人进行野战 战斗的时候 朱衡宇可以下达作战命令 但是具体的指挥权还是在魔牛族的将领手中 比如说 朱衡宇要求魔牛族大军出城 与妖族大军进行野战 可是实际指挥大军 出城与妖族大军作战的 却是魔牛族的将领和统帅 朱衡宇只可以下达命令 却没有实际的指挥权 而且 一旦魔牛族的领地遭受了外敌入侵 并且情势严峻的话 魔牛族将有权力 将这三百万魔牛大军撤回 面对魔牛族开出的一系列条件 朱衡宇全部接受 对于朱衡宇来说 他需要的是魔牛族三百万大军 帮他驻守城池 只要城池不被攻陷 朱衡宇就可以统帅大军 一路攻城掠地 收复魔羊族的失地 只要他们能帮朱衡宇 守住岛屿和城池 指挥权谁爱要谁要 而且 就算对方真的要朱衡宇全权指挥 朱衡宇也根本指挥不过来啊 朱衡宇就算生就三头六臂 也不可能同时管理三百万大军 就算派遣属下去管理 可是朱衡宇麾下 哪有擅长守城 擅长野战的将领啊 而且 朱衡宇麾下的统帅中 比较了解魔牛族的将领 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 既然对方愿意管并且免费提供高级将领和统帅 那朱衡宇自然乐见其成 原本 朱衡宇第二个要求 是要求魔牛族必须为这三百万大军 配备不少于三百名魔帅 以及三十尊魔王的 可是现在看来 这第二个要求根本不需要提了 魔牛族自愿提供一切 根本不需要朱衡宇操心 也不需要他开口请求 很显然 在魔牛族看来 需要战火淬炼的 可不只有士族 连魔牛族的将军和统帅 也是需要踏上战场 去历经血与火的考验的 因此 憨厚朴实的魔牛族 完全没用朱衡宇多费心 自愿为他提供三百万大军 并且配备三十名魔帅 以及三百名魔将 朱衡宇原本要提出的三个要求 瞬间就被满足了两个 这让已经做好了艰苦谈判 准备的朱衡宇 非常的不适应 哪有这样谈判的呀 真正的谈判 不都是资猪必较 寸步不让的吗 现在倒好 朱衡宇只提了个开头 魔牛族便一股脑的 给出一大堆附赠品 很显然 魔牛族已经几千万年 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了 数千万年休养生息之下 魔牛族真的太富有了 富有道 只要真的能帮助他们培训士族和将帅 帮他们淬炼出百战精兵 他们完全可以不计较 甚至是完全忽略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 很快 在白胡子的命令下 魔牛族的书记员起草了第一份合作纲要 虽然暂时来说 这只是草纲而已 以后肯定会进行修改的 但是大的方面 大的范围和方向 却基本不会有变化了 窃喜地收起了第一份纲要 朱衡宇乐得连嘴都合不拢了 这魔牛族 真的是太慷慨 太大方了 表面上 虽然朱衡宇只索取了三百万大军 可是事实上 这却真的不只是三百万大军 就算战死了三百万 魔牛族也会在短时间内 把兵力补回三百万 朱衡宇说得很清楚 第一份纲要上写得也很明白 这三百万大军 将随时遵从朱衡宇的军令 朱衡宇永久地 为魔牛族弥补了最大的短板 那么 魔牛族也自然愿意永久地 都派遣一支大军 支持朱衡宇 对于魔牛族来说 他们基本是把朱衡宇那边 当成是新兵的训练营了 新兵想渐渐血 那就派去朱衡宇那里好了 除了朱衡宇那里 他们暂时来说 也还真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 当然 合作纲要也不是永久的 每过三百年 这个合作纲要便要重新拟定一次 如果双方都没有提出异议 并且没有书面申请的话 那么纲要便自动延续一百年 如果有任何一方提出异议 则双方协商解决 签订了第一份纲要之后 接下来 所有的魔牛族大佬们 再次坐了下来 等待朱衡宇说第二个条件 朱衡宇也没有多做拖延 直接提出了第二个条件 原本 朱衡宇的第二个条件 是要求配备魔王和魔帅的 不过 既然魔牛族没等他提 就主动将其补足 那朱衡宇就不需要为此操心了 因此接下来 朱衡宇将原本的第三个要求 变成了第二个要求 环顾一周 朱衡宇开口道 第二要求 是希望魔牛族 能够对我开放大宗金属交易 允许我用魔能石 或者其他的物资 换取大量的钢铁 用来建造战舰 如果没有足够的金属 我就没有办法批量建造战舰 而没有足够数量的战舰 魔牛族的三百万大军 要如何运到前线去呢 就算分期分批 终于运了过去 可是魔牛族大军容换时 又用什么去运输呢 想要安全运输魔牛族的士族 朱衡宇就必须建造大量的战舰 由大量战舰 组成一支支超级舰队 才是横行四海的唯一凭舰 听到朱衡宇的话 那黑胡子大佬举起右手 粗声道 战舰的是 你不需要担心 只要我们的造船厂建造起来 我们自己就可以生产和建造 朱衡宇微笑着摇了摇头 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虽然说 朱衡宇承诺 帮助魔牛族建造造船厂 并且提供相应的技术 工艺 以及一众技术人员 可是很显然 这不是一蹴可救的事 没有十年八年 这造船厂根本建造不起来 而且 即便十年八年过去了 造船厂建造起来了 其产量肯定也不可能直接就上去的 说话之间 朱衡宇微微顿了一下 随后对着那黑胡子道 您可能对造船行业不太了解 不过现场肯定有了解的吧 请举一下手好吗 听到朱衡宇的话 讲台下的军部大佬群落中 三三两两的有人举起手来 面对这一幕 朱衡宇随手点了一位军部大佬道 您对造船厂既然有所了解的话 那么您知道 一个造船厂 要花费多长时间 才可以建造一艘巨型战列舰吗 这个 面对朱衡宇的询问 那名军部大佬尴尬的笑了笑 随后开口道 暂时 我们魔牛族还建造不了巨型战列舰 甚至于 我们连巨型商船 都建造不了 听到那位军部大佬的话 会议室内的所有人 都战红了脸 魔牛族的造船业 真的是麻绳栓豆腐 拎不起来啊 第四千零九十一章 天生短版 作者 云天空 朱衡宇道 巨型战列舰建造不了的话 那大型战列舰总能造吧 这个 战红着老脸 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 无比尴尬的道 那个 战列舰我们都造不了 我们暂时最多能造大型商船 而且性能非常差 好吧 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朱衡宇道 大型商船的话 你们的造船厂 要多久才可以建造出一艘呢 这一次 对方回答得很干脆果断 三年 一艘大型商船 需要三年时间 才可以建造出来 听到这里 朱衡宇满意地点了点头 并示意那名魔牛族军部大佬坐下 随后 朱衡宇环顾一周 大声道 一个人数上万人的造船厂 要三年时间 才可以建造起一艘大型商船 这样的建造速度 听着朱衡宇的话 所有人都无语了 看着所有人尴尬的样子 朱衡宇道 其实不需要多问 我对你们魔牛族的造船业 是有着非常详细的了解的 魔牛族最大的造船厂 拥有一万多名员工 需要三年时间 才可以建造起一艘大型商船 虽然大家觉得 魔牛族身强体壮 砍砍木头 造造木船 那不应该是非常快的吗 可是 事情真的不是这样的 造船是一个技术活 不是力气大 就可以造得快的 你造的船 如果不能做到足够精密 足够严丝合缝的话 一旦下了水 很容易就会漏水 可以说 魔牛族建造的船只 始终都解决不了漏水的问题 刚才那位魔牛族军部大佬所说的 商船性能不好 其实就是因为漏水 朱衡宇沉声道 大家试想一下 只是建造一艘大型商船 都需要三年的时间 那么建造一艘超巨型战列舰 又需要多长时间呢 这个 听到朱衡宇的话 所有魔牛族的大佬们 无语了 大型商船 其长度只有不足百米 船体的高度和宽度 也都并不太大 而那超巨型战列舰 可就完全不同了 随随便便 就三四百米的长度 耸立在海港之上 简直就像是一座小山一样 在座的所有人 都是走遍天南海北 见过大世面的 所有人都知道 超巨型战列舰 到底有多么庞大 多么伟岸 和超巨型战列舰比起来 所谓的大型商船 简直就是小不点 可是仔细想一想 一艘小不点的商船 都需要三年时间 去建造的话 那么一艘三百多米长 犹如一座小山一般的 超级战列舰 又需要多长时间 去建造呢 虽然 一想到魔牛族 也可以建造自己的战列舰 所有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都笑逐言开 乐得何不拢嘴 可是仔细想一想 朱衡宇承诺 帮他们建造造船厂 并且提供技术 工艺 设计图纸 以及技术人员 可是朱衡宇所能提供的 也不过是一个造船厂而已 而且 朱衡宇提供的技术人员 数量肯定不会太多 朱衡宇提供的技术人员 能组建起一支技术团队 掌管好一座造船厂 就已经不错了 可以说 朱衡宇能给予他们的 不过是帮他们打个底子而已 至于魔牛族造船行业的未来 还是要靠魔牛族自己去发展 换句话说 朱衡宇可以让魔牛族 拥有先进的造船技术 但却没有办法 让整个魔牛族的造船业 就此腾飞 要想彻底满足魔牛族 对战舰的需求 那不是某一个人 某一个势力能做到的 简单点说 只要把魔羊族整体合并到 魔牛族这边 才看看能满足魔牛族 对战舰的需求 可是这显然 是不可能的 不是朱衡宇不帮忙 而是他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一想到这里 所有军部大佬 仿佛被一盆 凉水浇在了脑袋上 彻底冷静了下来 虽然朱衡宇 可以帮他们拥有 建造战列舰的能力 但是新造船厂的产量 肯定满足不了魔牛族 对战列舰的需求 单靠一个造船厂 那要造到猴年马月去 一艘大型商船 都需要三年时间去建造 那么 换了是那超巨型战列舰 而且还是 铁甲舰的话 还不得十年八年的 以十年去计算的话 魔牛族想建造起一支超级舰队 那需要多长时间啊 在座的所有人 可都是魔牛族军部大佬 就算对战舰了解不多 但也不是 没有丝毫了解的 要知道 一艘战列舰 使用寿命就是一百年 百年之后 这艘战列舰 基本也就报废掉了 战舰上的魔纹 符纹 基本都会陆续失效 而且 战舰各受利出的金属 也都开始疲劳了 尤其是那些木制战舰上的木材 更是已经开始腐坏 军裂 不能使用了 就算这些战舰是永久的 永远也开不坏 可是百年之后 造船行业的发展 又不知道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你还开着一百年前的战舰 怎么和人家最先进的 最新一代的战列舰对抗 因此 一个造船厂 最多只能建造和维持一支十艘战列舰组成的小型舰队 每十年建造出一艘超巨型战列舰 百年时间组建起一支小型舰队 然后接下来 基本就是不断地更换旧战舰 建造新战舰 以维持这支小型舰队 始终保持超强战斗力了 可是 偌大的一个蛮牛族 难道只有这一支小型舰队 就足够镇守海江了吗 不不不 这显然是不够的 差得太远了 虽然魔牛族本身 也是可以大力发展造船业的 可是事实上 这个想法 是不现实的 造船行业 需要的是大量高精尖的顶级人才 类似的人才 魔牛族是培养不出来的 这和士族不一样 如果缺的是海军的话 那么只要朱衡宇为他们提供一批魔羊族的天才少年 魔牛族就可以培训出一批顶级的海军战士 可是造船业需要的是高精尖的顶级人才 魔牛族即便想要培训 也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 魔羊族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工业人才 是因为魔羊族的教育体系 每年都可以为魔羊族培养出大量的顶级人才 这些人才补充下 魔羊族可以同时维持三千多家造船厂 每十年 魔羊族就可以建造出三千多艘新型战舰 组成三十支无敌级的舰队 而反观魔牛族却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即便给他们大量的魔羊族少年天才 他们也没办法把他们培养成顶级的造船业技术骨干和精英 魔牛族可以培养出战斗力超强的战士 但却培养不出技术骨干和精英 这是种族特性决定的天生短板 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沉默半省 魔牛族的白胡子做出了决定 暂时搁置朱衡宇提出的第二个条件 这一条牵涉太多 魔牛族需要长时间的考虑和讨论 才可以做中做出决定 因此接下来可以跳过第二条 直接谈第三条 第4092章 《利益捆绑》 作者 云天空 面对魔牛族的决定 朱衡宇也很无奈 原本他只准备了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就是魔牛族那三百万六十段魔体的大军 第二个要求 就是为大军配备三十尊魔王 三百尊魔帅 第三个要求 就是对朱衡宇开放金属交易 现在 第二个要求 直接被魔牛族自己给补足了 因此 朱衡宇只剩下了两个要求 如此一来 朱衡宇反倒不知道 该替什么要求了 但这么宝贵的机会 可就只有这一次 错过了这次机会 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有这样的机会了 因此 既然魔牛族需要讨论研究 那朱衡宇也不需要立刻提出第三个要求了 他完全可以趁着魔牛族大佬们讨论研究的时间 好好想想 该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思索及此 朱衡宇直接宣布会议中止 在谈妥第二个要求之前 第三个要求根本没必要谈 面对于此 魔牛族的军部大佬们也没什么可说的 直接离开了席位 去进行魔牛族内部的闭门会议了 所谓的闭门会议 指的是不公开的 只有魔牛族内部人员参与的会议 类似朱衡宇这样的外来者 是不能参加的 而朱衡宇也没闲着 他也需要一些时间 来思考一下第三个要求 魔牛族的闭门会议 一直开了一个周 整整一个周的时间里 朱衡宇却始终想不到 应该提什么要求 不过很显然 魔牛族那边的闭门会议 已经有了结论 虽然还没想好第三个条件 但是魔牛族那边却已经传来了消息 要进行第二轮磋商 无奈之下 朱衡宇只好暂时停止思考 赶去会议室参加第二轮磋商 会议上 经过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一个多周的磋商之后 终于艰难地得出了一致的意见 经过深思熟虑 经过综合考量和权衡 魔牛族发现 即便朱衡宇给了他们一切 他们也根本无法将其发展壮大 这其中的关键 就在于人才 魔牛族培养不出顶级的技术人才 虽然朱衡宇给予了魔牛族建造超巨型战舰的能力 但是单单是一家造船厂 即便能生产又如何 对于魔牛族庞大的需求而言 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想靠一家造船厂建造的战舰去和妖族庞大的海军对抗 那纯粹是吃人说梦 因此 魔牛族必须想办法 将魔牛族的造船工业彻底发展起来 魔牛族自己发展不起来 那就把朱衡宇拽过来 和他进行利益捆绑 魔牛族在乎的从来就不是利益 魔牛族是一个务实的种族 他们在乎的是实际的效果 只要能达到他们的需求再大的利益 他们也是舍得付出的 毕竟 对于勤劳刻苦的魔牛族来说 他们的子民都非常的勤劳朴实 每年都可以创造海量的财富 这些财富与其堆积在仓库里发霉 还不如拿出来用来发展魔牛族 补全魔牛族的缺陷呢 毕竟 钱财是死的 并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一旦有一天 魔羊族真的覆灭了 妖族的无敌海军 真的开进了魔牛族的领地 难道说 魔牛族可以拿金钱 去击败妖族的无敌舰队吗 很显然 这是不可能 也不现实的 与其守着一堆财富死去 不如合理用好这些财富 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然后去覆灭敌人 现在的问题是 要怎么做 才能将朱衡宇捆绑在魔牛族这边呢 要怎么做 朱衡宇才可以心甘情愿地 为他们建立和发展造船工业呢 按照朱衡宇原本的计划 是很难实现的 一旦造船厂完全属于魔牛族所有 那整个造船厂和朱衡宇之间 又有什么关系呢 朱衡宇凭什么 不顾一切的 大力去发展造船厂呢 老话说得好 人不为己 天诛地面 想将朱衡宇捆绑在魔牛族 最好的办法 就是更改造船厂的所有权 魔牛族需要的 不是一家造船厂 而是能有稳定的 购买战舰的渠道 还是那句话 魔牛族不太看重利益 和平发展了数千万年 魔牛族囤积了太多的资源和财富 而且 魔牛族并不是一个崇尚奢华的种族 即便再有钱 他们也不会铺张浪费 所有人都保持着勤劳朴素的风格 就连魔牛族的权贵 以及军部的大佬们 也都非常的节俭 魔牛族的特性和习惯 就是这样 因此 造船厂那点利益 魔牛族根本看不上 十年才建造一艘超巨型战列舰 即便全是利润又如何 堂堂魔牛族横跨了千万座岛群 囤积的财富 简直无法统计 既然如此 又何必再去斤斤计较的 硬要在造船业上扣钱呢 只要朱衡宇能帮魔牛族发展起造船业 即便让他多赚点钱又怎么了 一旦有朝一日 魔羊族真的覆灭了 那么 只要魔牛族的领地内 拥有着足够的造船厂 可以批量建造超巨型战列舰 那魔族就不需要担心会失去制海权 魔牛族不在乎花钱购买战列舰 魔牛族最怕的 是一旦魔羊族陷落 他们想买战列舰 都没地方买 一旦失去了战列舰的补充 那么 妖族无敌舰队 一旦进入魔牛族的海域 那一切 恐怕真如朱衡宇之前所说的那样 整个魔牛族的所有岛群 恐怕都将被分割包围 一一陷落了 到了那个时候 整个魔牛族 恐怕都将成为妖族的奴隶了 现在舍不得钱 不想让朱衡宇多赚钱的话 那人家自然不会大力发展造船业 真到了那一天 魔牛族积累的财富 还不都便宜了妖族吗 既然如此 还不如便宜了朱衡宇呢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 朱衡宇的造船厂 是建造在魔牛族领地之内的 造船厂虽然属于朱衡宇所有 但是同时 朱衡宇的造船厂 也是归魔牛族所有的 这个归属关系 是绝对错不了的 你的工厂建立在哪个族群的领地内 就是哪个族群的工厂 至于说 一旦魔羊族覆灭了 朱衡宇会不会拒绝 为魔牛族建造战舰 这其实根本是不符合逻辑的 灭了魔羊族的 又不是魔牛族 朱衡宇为什么不给魔牛族建造战舰呢 恰恰相反 正因为灭了魔羊族的是妖族 所以朱衡宇才更要全力以赴地 帮魔牛族建造战舰 只有如此 他才可以保住自己的产业 只有如此 他才有一席容身之地 只有如此 他才可以为死难的魔羊族同胞们报仇血恨 经过整整一个周的讨论 魔牛族军部大佬们终于做出了决定 造船厂的归属权 不需要归于魔牛族 完全可以全部归朱衡宇自己所有 钱你可以赚 爱怎么赚怎么赚 赚得再多也没人眼馋 但是无论如何 朱衡宇必须保证 要尽快将魔牛族的造船行业 给发展起来 第4093章 大局 作者 云天空 面对魔牛族提出的意见 朱衡宇整个人都傻掉了 同样一件事 如果是放在魔羊族军部那边的话 结果恐怕会截然相反 哪怕只是为了一点点的利益 魔羊族军部那边 恐怕都会吵翻天 甚至是当场动手 都有可能 确实 和魔牛族比起来 魔羊族的智慧 真的要高出很多 这不是高出一筹的问题 而是高出了几筹 可很显然 与聪明伴随的 必然是奸诈 是算计 是斤斤计较 魔羊族军部之内 一旦涉及到利益 那绝对是人脑能打出狗脑来 可是反观魔牛族军部 他们看中的 永远不是利益 或者说 他们看中的 永远是大局 你可以说他们傻 把这么大的利益 就这么轻易 送了出去 可是朱衡宇不得不承认 魔牛族的做法 却赢得了朱衡宇的尊重 也让朱衡宇 愿意与魔牛族合作 将自己的造船厂 搬迁到魔牛族的领地内发展 为了将朱衡宇 捆绑在魔牛族这一边 魔牛族甚至给予了朱衡宇 永久免税的政策 而且 魔牛族从朱衡宇这里采购战舰 价格完全按照魔羊族同款战舰的价格走 不需要朱衡宇打任何的折扣 各种造船需要的金属材料 魔牛族厂开供应 要多少有多少 所有的金属材料的价格 按照市场价的六成 供应给朱衡宇 基本上 这个价格 也就只是一个成本价而已了 毕竟 从矿石的开采 运输 到冶炼 断压 一整个流程下来 需要用到的人力 物力 财力 实在太大了 当然 魔牛族付出了这么多 不可能没有条件 魔牛族的要求很简单 首先 朱衡宇必须将自己麾下的造船厂 全部搬迁到魔牛族的领地之内 除了魔牛族内的造船厂外 朱衡宇在其他区域 不得再开设任何造船厂 连仓谷都不可以 其次 朱衡宇必须在百年之内 建立十座以上的造船厂 确保能建造和维持 最少一支无敌级舰队长期服役 所谓的无敌级舰队 是由一百艘超巨型战列舰组成的庞大舰队 有了这支无敌级的超级舰队在 即便妖族海军打了过来 魔牛族也不至于束手无策 引颈受禄 依然是可以有回旋余地的 指挥得当的话 甚至可以和妖族打得有来有回 僵持不下 甚至于 如果发生战争奇迹的话 完全可以凭借 这支无敌级的超级舰队 战胜妖族海军 将他们赶出魔牛族的海域 海战就是这样 是经常会爆发奇迹之战的 当年玄兵魔皇统帅的无敌级舰队 就曾经统帅一支无敌级舰队 连续毁灭了妖族八支无敌级舰队 而玄兵魔皇的无敌级舰队 却只损伤了三十多艘超巨型战列舰而已 正是那一战 彻底让魔族站稳了脚跟 那一战之后 妖族大军三百多年 没敢再踏足海江 直到妖族的白虎妖皇 仿造出了铁甲战舰 妖族这才再次有勇气 进入大海 与魔族征战 不过 不得不说的是 白虎妖皇 虽然天资纵横 才华横溢 可是他一个人的智慧 终究比不得魔羊族全族的智慧结晶 因此 一直到今天 妖族的铁甲战舰 依然落后魔羊族 最少百年的时间 虽然勉强已经可以 与魔羊族在海上争锋了 但是总的说起来 单说海战的话 魔羊族依然是利于不败之地的 只不过 魔羊族现在最大的问题 不在于海战 而是守不住岛屿 守不住岛屿上的城池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妖族大军的空军 可以直接翻越城墙 这让魔羊族的士族们 根本无从抵挡 面对魔牛族的诚意 朱衡宇实在是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时到如今 兵魔重工 虽然依然在生产 但却已经是举步维艰了 兵魔重工的技术和工艺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是建造钢铁战舰 可是需要大量的金属材料的 魔羊族的金属材料 都掌握在军部手中 朱衡宇想收购一些钢铁材料 却有钱都没处买去 普通的钢铁 倒还好说一些 可是那些造船必须的特种钢材 以及贵重金属 稀有金属 朱衡宇却无论如何 也买不到 而没有这些金属 钢铁战舰根本就造不起来 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朱衡宇才会对魔牛族提出要求 希望魔牛族 能对他开放金属材料的采购权 朱衡宇不怕花钱 甚至不怕多花钱 哪怕价格贵上一倍 甚至是贵上几倍 都没有关系 只要肯卖给朱衡宇 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现在 魔牛族不但将造船厂 归于朱衡宇私人所有 而且还永久免税 各种金属材料敞开供应 价格按成本价给 这么多优惠条件 朱衡宇为什么要拒绝 至于说 朱衡宇将工厂搬迁到魔牛族 算不算叛国通敌 首先 魔牛族只是魔族的一个分支 并不是其他什么国家 总的说起来 魔牛族和魔羊族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两个省份而已 根本谈不上什么卖国 大家同属魔族 彼此之间的交流 是从来就没有被制止的 甚至于 魔族之内 一直都在提倡 这种交流和合作 只不过 一直没有人去做而已 至于说什么通敌 那就更不知道 从何处说起了 大家同属魔族 彼此之间同属一国 从来就不是什么敌人 又何来通敌一说呢 朱衡宇之所以这么做 是有着很多考量的 单靠魔羊族一族 是永远也无法战胜妖族的 一直以来 魔族都没能出现一个雄才大略 能将魔族统合在一起 捏合成一体的大能 朱衡宇不能指望别人去做这件事 因为根本指望不上 既然别人靠不住 那朱衡宇干脆自己来 不要贪大求全 先从最基础的合作开始做起 潜移默化之下 完成魔族之内 各分之之间的融合 因此 与魔牛族的合作 朱衡宇是没有丝毫心理负担的 就算有人看不惯 或者眼馋 也绝对不敢说什么 虽然没有人能将魔族 各分之捏合在一起 可是 谁若敢公然站出来 阻止这个进程的话 那绝对是在背叛魔族 一定会被群起而攻之的 而一旦这三大族群统合在一起 捏成一个整体的话 由魔羊族负责镇守海江 由魔狼族负责攻城掠地 由魔牛族负责镇守城池 以及野外会战 三族联合之下 便可以互相补足对方的缺憾 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整体了 三族的修饰 都是渴望着统一的 只不过 一直没有一个人 能站出来完成这个进程而已 总而言之 朱恒宇与魔牛族的合作 并不是在通敌卖国 第4094章 心知肚明 作者 云天空 朱恒宇是在做一件 促进魔族整合的 无比伟大的事情 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三道四 指手画脚 更不会有人敢站出来 公然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否则的话 不需要别人 光是魔牛族 就不可能放过这样的魔族败类 谁敢站出来 公然反对和阻止 魔牛族就敢公然派出魔牛族执法队 越境斩杀对方 魔牛族肯定会这么做 也肯定会获得全魔族的一致支持 即便是魔羊族军部 都不敢站出来保护他 而且说实在的 魔羊族还真不在乎区区一家造船厂 整个魔羊族内光是大型造船厂 就足有三千多家 至于那些中小型造船厂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家 如此多的造船厂 完全可以满足魔羊族的需求 即便朱衡宇离开 也没有人会在意 更不会有人去关注 这么多造船厂 不少你那一家 因此 面对魔牛族的慷慨 朱衡宇实在是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 面对着如此慷慨大方的魔牛族 朱衡宇甚至连接下来的要求 都不好意思提了 朱衡宇过去一周来 勉强想出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 希望魔牛族 能为他提供大量的药材 有了大量的药材后 朱衡宇就可以炼制大量的丹药 快速将自己挥下大军的实力 快速提升起来了 可是现在看来 这个要求 是不能再提了 不然的话 一个不好 就容易给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种下得寸进尺 贪得无厌的印象 虽然魔牛族绝对不会因为这一点 就拒绝和朱衡宇合作 短期看来 朱衡宇肯定会收获不菲 可是长期看来 一旦种下了不好的印象 彼此之间的关系 恐怕就不那么好维持了 谁愿意和一个得寸进尺 贪得无厌的人合作呢 因此 长远看来 这绝对是丢了西瓜捡芝麻的 无比愚蠢的事 魔牛族所给出的一切 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朱衡宇当时所希望得到的 未来 朱衡宇与魔牛族军部大佬的接触 肯定会非常多 为了些许财物 却种下了不好的印象 绝对是杀鸡取卵 焚情主贺的蠢事 思索之间 朱衡宇抬起头 朝讲台下的魔牛族大佬们 看了过去 朱衡宇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看着所有魔牛族军部大佬 朱衡宇真诚地道 实话实说 你们的慷慨 真的让我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欢喜 朱衡宇所求的 原本是很少很少的 可是慷慨的魔牛族 却大方地给予了超出我预期的回报 我已经没有办法提出更多要求了 你们的慷慨 已经让我喜出望外了 听到朱衡宇的话 魔牛族大佬们 顿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不得不说 朱衡宇的话 确实挠到了他们的痒痒肉 魔牛族什么都不怕 就怕别人说他们小气 说他们不够豪迈 至于朱衡宇获得的好处 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 如果这样做 朱衡宇还不满意的话 那么他们虽然并不会说什么 但是内心里 肯定是有看法 有意见的 现在见到朱衡宇如此失去 而且果断地放弃了 原本准备的其他条件 由此可见 这小子 绝对是一个可骄之人 最起码 他的脾性 很对魔牛族的脾气 如果朱衡宇还要斤斤计较的 围绕着金钱和利益 去和他们磨蹭的话 虽然表面不会说什么 但是内心里 他们却肯定是要鄙视 甚至厌烦朱衡宇这个人的 现在 朱衡宇果断地放弃了原本可以提的条件 虽然短时间内 看 他肯定损失巨大 可是 如果将目光放得长远点 他却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好感 这为彼此之间以后的接触 奠定了 看着大家的笑脸 朱衡宇提高了音量道 大家如此慷慨 我也得渐闲思齐 跟大家好好学习一下 所以现在我宣布 我完全接受你们开出的条件 并且不再提出任何新的要求 哗哗哗 朱衡宇的话声落定 现场沉默了一小会之后 猛地响起了先天的掌声 喧闹的掌声中 朱衡宇伸出双手 朝下压了压 随后继续道 未来三年内 我将陆续将麾下的船舶产业 搬迁到魔牛族领地之内 现场再次响起了先天的掌声 朱衡宇再次伸手 朝下压了压 先别急着高兴 等我把话说完 在一起庆祝也不迟 魔牛族大佬们顿时亮起了眼睛 从朱衡宇的话里可以听出来 他肯定还有好消息 要宣布啊 在所有魔牛族军部大佬的注视下 朱衡宇微笑着道 未来三年内 我将陆续在魔牛族内 建立十八家造船厂 哇 所有人顿时惊呼了起来 朱衡宇却不为所动 继续道 这十八家造船厂 每家造船厂 都可以建造和维持一支无敌级舰队 什么 听到朱衡宇的话 魔牛族的那些大佬们 一时没明白朱衡宇话里的意思 什么叫十八家造船厂 每家都可以建造和维持一支无敌级舰队 看着所有人惊叹而又迷糊的样子 朱衡宇微笑着道 这十八家造船厂都是大型造船厂 每家造船厂 每年都可以建造出一艘超巨型铁甲战舰 十八家造船厂 百年之内就可以造出一千八百艘超巨型战列舰 从而组成十八支无敌级的舰队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听到朱衡宇的话 会议室内的一众军部大佬们 纷纷站起身来 惊讶地大呼小叫了起来 如果真的有十八支无敌级舰队的话 那魔牛族的海域便将彻底地无忧了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朱衡宇真的有这么大的能量 能建造出如此规模的十八座造船厂吗 看着魔牛族军部大佬们那惊诧的样子 朱衡宇微笑不语 换了是其他人 还真未必有这样的把握 可是朱衡宇不同 他就是有着这样的把握 之所以是十八家 是因为兵魔重工之内 只有十八名工程师 这十八个工程师 每人都可以独当一面 负责建立起一座大型的造船厂 十八名工程师联手之下 连超巨型的黑金战舰 都可以一年建造一艘 更何况 现在要建造的 只是木铁混合的铁甲战舰呢 至于说 那十八名工程师 是否愿意去生产铁甲战舰 这根本不是问题 他们只需要负责给予指导就可以了 并不用他们亲自去建造 每个月 只需要抽出一周的时间 处理一下造船厂的相关事物 解决一下普通工匠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可以了 如果这都不可以的话 那朱衡宇也无话可说了 说到底 那十八名工程师 也不过是朱衡宇 麾下的工匠而已 很多事情 他们喜欢的要做 不喜欢的也要做 这就是工作 这就是现实 这世界上 又岂能事事皆如了他们的意 到此为止 这次的双方磋商 皆大欢喜地结束了 第4095章 何乐而不为 作者 云天空 不管是朱衡宇 还是魔牛族军部 都开心地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魔牛族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强大海军 而朱衡宇则获得了魔牛族的三百万大军 以及造船业的发展契机 不需要怀疑 百年之内 朱衡宇将彻底垄断整个魔牛族的造船产业 而且 更疯狂的是 朱衡宇的18座造船厂 都是永久免税的 朱衡宇可以以成本价 从魔牛族无限采购金属材料 这里面的利润之大 简直太疯狂了 时到如今 双方都在害怕 害怕对方忽然有了什么新的想法 改变了主意 因此很快 双方就拟定了盟约 并且正式签署 随着双方签定了盟约 并且进行了正式的煞血为盟仪式之后 终于 双方都敞开怀抱 捧着美酒大喝了起来 虽然盟约已经缔结 但是朱衡宇 却并不能立刻离开 事情再急 也不用急到这个程度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 魔牛族酒宴不断 所有人都是大喝特喝 却怎么也喝不醉 没办法 大家的实力都太强了 区区的酒水 很难真的醉倒他们 直到三天之后 魔牛族才终于放朱衡宇离开 毕竟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希望这十八家造船厂 能早一天建成投产 一旦拥有了这十八家造船厂 魔牛族就再无后顾之忧了 这对魔牛族来说 真的太重要了 是关系到魔牛族兴衰成败 生死存亡的大事 且不说 朱衡宇如何一路赶回摩阳族 这一边 魔牛族军部的大佬们 在欢庆了三天三夜之后 也终于静下心来 开始做正事了 就在朱衡宇 踏上白金战舰的同时 军部的一众大佬们 在送走了朱衡宇后 再次回到了会议室内 接下来 他们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继续商谈 其中首要的任务 就是为十八座造船厂选址 要知道 这些造船厂的地址 可不是胡乱就可以决定的 如果都建立在一座岛屿上的话 那么 妖族一旦来个斩首行动 直接便可以摧毁魔牛族的根基 一旦摧毁了这座岛屿 魔牛族便将瞬间失去造船的能力 只要在未来的战争中 陆续消耗掉魔牛族海军的所有战列舰 魔牛族自然便不战自溃了 一旦失去了制海权 魔牛族肯定又会被分割包围 逐一歼灭了 因此 将造船厂全部建造在一座岛屿上 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分开建设 分别将十八座造船厂 建设在十八座岛屿上呢 很显然 这样的安排 就相对比较合理了 即便妖族摧毁了几座造船厂 也还有其他的造船厂 可以继续建造战列舰 不至于被妖族一锅端了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这十八座岛屿 到底该安排在什么位置呢 一旦距离过近 还是有可能被妖族大军一锅端 一旦距离过远 那物资的运输上 就太麻烦了 而且 太过分散的话 守护起来也非常的麻烦 保护一个目标需要的兵力和精力 与保护十八个目标需要的兵力和精力 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中的难度 相差的可不是十八倍 恐怕连一百八十倍都不止 因此 对魔牛族的军部大佬们来说 他们需要讨论的是 实在太多太多 这不仅仅是地址的选择 还关系到周围的一系列复杂的事物 最重要的是 他们所做出的决定 必须让诸恒于满意 魔牛族就是这样 如果对方斤斤计较 资助辟较 那魔牛族命肯冒着巨大的损失 也不和你合作 当年魔牛族与魔羊族之所以闹翻 直接分道扬镳 其实就是因为利益上的分配 出现了问题 在魔羊族看来 谈判本就该资助辟较 寸土必争的嘛 因此 魔羊族派出了最最精锐的谈判团队 以及谈判精英与魔牛族谈判 在谈判桌上 魔羊族的谈判团队也确实把魔牛族的一众大佬们驳斥和贬损的义无是处 通过贬低别人 抬高自己的方式 魔羊族的谈判团队为魔羊族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那次的合作真的成功了的话 那魔羊族真的就发达了 可是事实上 结果却和魔羊族想象的不太一样 紧锣密鼓的三年谈判下来 魔羊族确实通过贬低别人 抬高自己 而赢得了大量的好处 可是那些好处 都只存在纸面上 德魔牛族愿意签订这份协议 并且愿意去执行 才能真正拿到手 可惜的是 魔牛族这些军部大佬们 被贬损得一无是处 都快气爆了 你们魔羊族这妖牛 那你们自己去对抗妖族去 我们魔牛族一无是处 一事无成 那我们就回去 坐着等死 他们倒要看一看 妖族到底什么时候 能打到他们的地盘上去 暴怒之下 魔牛族竟然和魔羊族分道扬镳了 不仅仅是谈判被终止了 最严重的是 当魔羊族发起第二轮谈判申请的时候 魔牛族干脆直接就拒绝了 除非魔牛族这些军部大佬 死尽死绝了 否则的话 一辈子都不会再和魔羊族谈判 那些魔羊族的所谓谈判专家 可谓是机关算尽 却误了魔羊族的大事 若不是他们把事情做尽做绝 魔牛族也不会如此果断地 与魔羊族划清界限 恩断义绝 没错 虽然听起来挺愚蠢的 可是 魔牛族的脾气就是这样 你对我斤斤计较 勾心斗脚的 我根本懒得理你 惹烦了我 直接给你拉进黑名单 这一辈子都不再和你接触了 而反过来说 如果别人对魔牛族豪气 大方 一泊云天的话 那魔牛族便绝不会输给对方 你豪气 那我比你更豪气 你大方 那我比你更大方 现在 朱衡宇对魔牛族如此豪迈 如此大方 那么投桃报李 魔牛族是绝不可能被比下去的 如果堂堂一个魔牛族 被魔羊族区区一个魔帅给比下去了 那这些魔牛族的军部大佬们 恐怕要羞涩死了 朱衡宇原本应该提三个要求的 现在的状况下 即便朱衡宇提出的要求很过分 他们也肯定会瞇着鼻子答应下来 毕竟 事关魔牛族的生死存亡 兴衰成败 他们再不敢 也只能忍耐 可是人家朱衡宇 直接就放弃了第三个要求 直接宣布 全盘接受魔牛族开出的条件 并且 很干脆 很利索地 与魔牛族签订了盟约 如此干脆利索 如此豪迈大气 正是魔牛族最最钦佩 最最景仰的 最重要的是 这些魔牛族的军部大佬们 即便给予朱衡宇再多的好处 也不需要掏他们自己的腰包 这是康魔牛族之楷 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的情况是 这些魔牛族的军部大佬们不慷慨 所有人都对他们有意见 朱衡宇也会鄙视他们小家子气 既然如此 那又何必去网座小人呢 第4096章 万无一失 作者 云天空 在十八座造船厂选址的问题上 即便魔牛族一心想要大方 可是却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大方 全聚集在一起 这显然是不成的 可是真的分散开来 又根本保护不过来 各种金属和物资的运送 也确实成问题 艰难的抉择之下 魔牛族只好找到了 刚刚抵达魔牛族的联络员 郑小渝 外洋群岛那边 已经在郑小渝的治理下 走上了正轨 此时此刻 即便郑小渝离开了 一切也依然会按照郑小渝的部署 一点点的推进 即便郑小渝离开了魔洋群岛 可是高鹏义 简和 朱达昌 这三人可还留在那里呢 有这三个人坐镇 单单是治理一个外洋群岛 那绝对是手拿把钻 万无一失的 而之所以将郑小渝调过来 也是因为接下来 与魔牛族的合作 才是重中之重 随着朱衡宇离开 这里终究需要一个朱衡宇性的过 而且又非常有能力的人 代替朱衡宇与魔牛族进行交流和接触 以郑小渝的才华和能力 绝对可以代替朱衡宇 处理好与魔牛族的一切事物 甚至于 郑小渝比朱衡宇更加的细心 也更加的有经验 朱衡宇之所以在魔牛族停留了三天 可不仅仅是因为魔牛族盛情难缺 事实上 他也是在等郑小渝的到来 直到郑小渝乘坐黑金战舰抵达魔牛族与朱衡宇会面 并且完成交接之后 朱衡宇才结束了所有的宴请 启程回魔阳族 而随着朱衡宇的离开 郑小渝则全权负责起了与魔牛族的交流 为了方便沟通 朱衡宇在临走之前 在郑小渝的石海内 种下了一道森罗鹰蛇 借助森罗鹰蛇与母体之间的灵魂锁链 随时与郑小渝保持联络的畅通 有了这条森罗鹰蛇之后 郑小渝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时 都可以用森罗之力进行增幅了 这次与魔牛族的合作 实在是太重要了 无论如何 朱衡宇是绝不容许有半丝意外发生的 因此 虽然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的必要 但是种入森罗鹰蛇后 才是真正的万无一失 朱衡宇如此谨小慎微 为的不是自己 最起码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他更多的 是考虑整个魔羊族 魔牛族 乃至整个魔族的利益 接到了魔牛族提交的文案之后 郑小渝很快便通过灵魂锁链 与朱衡宇进行了大量的沟通 一连讨论了一晚上之后 两人终于讨论出了最佳的方案 第二天一早 郑小渝便代替朱衡宇 进入了魔牛族军部的会议室内 助力在讲台之上 郑小渝环顾着下方的三百多名 魔牛族的军部大佬 内心的情绪剧烈地波荡着 了不起 真的太了不起了 对于朱衡宇 郑小渝除了赞叹之外 更多的是仰慕 崇拜 这才几年时间啊 现在回想起来 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般 想当年 郑小渝不过是魔羊外道 魔羊剑宗的杂役 连魔羊剑宗的外门弟子都不是 郑小渝虽然运气比较好 曾经跟随过一个师父 可惜的是 他那个师父命比较短 很快就去世了 于是 郑小渝又离开了魔羊剑宗 连剑宗弟子的奴仆都做不得 原本 郑小渝以为自己 就这样浑浑噩噩 过完这一生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朱衡宇来了 面对着魔羊剑宗 心境崛起的弟子 郑小渝积极地参加了 朱衡宇举行的选拔赛 选拔赛中 郑小渝真的是拼了命了 没有人可以想到 他一个弱女子 是如何的拼命 才可以战胜那么多男孩子 在几万人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三甲之一 成功成为了朱衡宇的侍从之后 接下来的日子里 郑小渝亲眼见证了 朱衡宇的崛起之路 快 真的太快了 朱衡宇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台阶 不断地进步着 原本 郑小渝以为 这样的进步速度 应该只是在初期 毕竟 凡事都是开始难 越往后越慢的嘛 可是没曾想 朱衡宇却打破了这个铁律 一路走过来 朱衡宇的前进的脚步 不但没有丝毫放缓的迹象 反而一直在加速 一直在以跨越式的方式 在突飞猛进着 而今 作为朱衡宇的代言人 他竟然可以堂皇之地 站在魔牛族军部的会议室内 与魔牛族军部的一众大佬们 共伤大计了 而且 他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事情 事关魔羊族的存亡 也关系到魔牛族的兴衰 不客气地说句大话 接下来 他们要讨论的一切 是魔牛族未来三千年内 发展的战略核心 回想着一路之上 朱衡宇的分工伪迹 一时之间 郑小鱼的内心柔软无比 虽然内心对朱衡宇的爱慕 已经满意了出来 但是事实上 郑小鱼却从来没有想过 要嫁给朱衡宇 而是想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和他携手并进 一起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一起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 会议室内 慢慢安静了下来 所有魔牛族的军部大佬们 都将双眼 放在了郑小鱼的身上 朱衡宇不可能常年留在魔牛族 和他们进行磋商 他们都知道 朱衡宇现在正被困在 血羊岛海域之内 是没有办法离开的 否则的话 朱衡宇的帅位 根本就坐不稳 对于魔羊族军部的作风和效率 魔牛族是嗤之以鼻的 类似朱衡宇这样的天才 如果放在魔牛族的话 早就腾空而起 翱翔九天之上了 可是在魔羊族 一切的一切 都是要论资排辈的 尤其是涉及到利益的时候 更是会有一百双眼睛 盯在这里 即便明知道 朱衡宇更有潜力 更有前途 可是 魔羊族军部的规则 就摆在那里 只要朱衡宇敢离开 血羊岛海域 那么军部的竞争机制 立刻就会开启 到了那个时候 朱衡宇便必须要面对 大家族 大势力 以及军部大老子孙 后代的挑战了 而且 面对这样的挑战 朱衡宇还不能拒绝 会有军部为他选定一个对手 然后开始比拼 最后的胜者 便将就任魔帅之位 而朱衡宇 即便再有才华 再有能力 再有前途 也没有任何用处 即便他的对手 只是借助家族的权力 势力 以及影响力 本身一无是处 也没有用 打个比方 如果是魔皇的孙子 和朱衡宇 进行魔帅之位挑战赛的话 那么 作为魔皇的孙子 对方轻易就可以调动 数以百万计的军团 而且可以自意动用皇家的一切权力和影响力 甚至于 皇室还有可能拨给他一系列的魔王 魔帅 为他助阵 这样的比拼 朱衡宇根本就无从对抗 而且 就算朱衡宇能赢 也不可能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样的琐事上 第4097章 无法开口 作者 云天空 人就是这样 太笨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可是太聪明了 也未见得 就不是坏事 一群聪明人聚集在一起 光顾着勾心斗角了 根本没人去做事 同样的是 魔牛族就没有 或者说很少发生 魔牛族讲究的是 唯才事举 谁的能力更强 谁的潜力更大 谁就可以上位 想要借助家族的权势上位 那是想都别想 只要你有本事 肯定就可以快速上位 而如果你没有本事 那即便你父亲是魔皇 也只能游手好闲 吃喝玩乐 做你的公子歌曲 均不可容不下你 当然 魔羊族和魔牛族的制度 虽然不同 但是每一种制度 都是有着优越性 以及弊端的 至于两者的优劣区分 说起来就太过复杂 总而言之 其实彼此之间没有对错之分 可谓是各有优劣 难分宣制 在所有魔牛族的军部大佬们的注视下 郑小鱼整理了一下思绪 随后转过身 右手一挥之间 将一张海图悬挂在了背后的墙壁之上 这张海图画得非常的细致 精确到了每一座岛屿 甚至每一处暗礁区域 海图上的每一条航路 都被画得清清楚楚 甚至很多隐秘无比的航路 都被标记了出来 看着墙壁上那细致无比的海图 魔牛族的大佬们 顿时发出了一声惊呼 如此细致 如此精准的海图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面对大家的惊叹 郑小鱼却并没有得意 毕竟 这张海图可不是他的功劳 而是几千万年前 悬兵魔皇用一生时间探索出来的 如今 这张海图挤进教队 已经是最详细 最准确的一张海图了 虽然秦圣魔皇已经战死了 但是秦家的后人 却并没有停止对海图的教队和探索 环顾一周 郑小鱼并没有着急说话 虽然 这张海图距离那些魔牛族的军部大佬们 足有二三十米的距离 不过 以魔牛族的军部大佬们的实力 二三十米的距离 对他们来说 就和挂在眼前没什么区别 因此 郑小鱼要给他们一段时间 来熟悉这张海图 不然的话 即便郑小鱼对着海图去解释 大家也不知道 他到底在说什么 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所有的魔牛族大佬们 都嘖嘖赞叹地收回了目光 半个时辰的时间 已经足够他们将整张海图 都看清楚 弄明白了 最起码 海图之上 哪里是魔羊族的海域 哪里是魔牛族的海域 哪里是魔羊族的什么群岛 哪里又是魔牛族的哪座岛屿 大家都已经一一对应了起来 尤其是那些对于海域 比较了解的魔牛族大佬来说 此时此刻 他们已经结合着魔牛族的海图 完全看懂了这张海图 白胡子和黑胡子 他们可是魔牛族最高的两大统帅 三大魔皇不在 则有两人全权负责主持 魔牛族的一切工作 因此 对于海图 他们就算不想懂都不行 毕竟 很多海上的事物 都需要向他们申请 由他们做出批示的 因为日常工作中 几乎每天都要接触海图 所以 白胡子和黑胡子是最快看懂 并且吃透这张海图的大佬了 虽然两人耐心地 给了其他魔牛族大佬 一段时间去消化吸收 不过很显然 他们并没有打算拖太久 只多等了一刻钟 白胡子便开口道 好了 该看懂的 应该都看懂了 看不懂的 可以继续看 不过 你可以说说看 你们的想法 到底是什么 面对白胡子的询问 郑小鱼没敢叼胃口 右手一探之间 取出了一根亮银枪 朝着那硕大的海图上 点了过去 枪 一声吭枪声中 郑小鱼手中的亮银枪 正正地点在了海图上的一点 我家主公的意见 是将所有的十八家造船厂 全部建造在这里 听到郑小鱼的话 所有人顿时皱起了眉头 将十八座造船厂 建造在同一座岛屿上 朱衡宇不担心 会被妖族给一锅端了吗 而且 朱衡宇所选择的岛屿 位置太靠近魔羊族了 就处在魔羊族 与魔牛族的交界处 单就位置而言 与魔羊族的外洋群岛 直线距离 不超过三千海里 这个位置 也实在太危险了吧 一旦有朝一日 魔羊族陷落了 那么妖族的海军 首当其冲的 就会将冰封指向这座岛屿 这朱衡宇 到底是怎么想的 难道说 前几天喝酒的时候 把脑子喝坏了吗 又或者说 直到现在 他还没有醒酒 一片饶嚷之中 黑胡子皱着眉头 毫不客气地大声道 这不可能 你们选的岛屿 名叫青牛岛 是我们最偏僻的岛屿 也是最靠近魔羊族和妖族的岛屿 无论如何 十八家造船场 位置上必须靠近我们魔牛族的核心区域 这样才更方便 我们去保护 黑胡子的化身刚落 白胡子便接口道 没错 如果将十八家造船厂 全部都安排在青牛岛上 位置又那么偏僻的话 很容易被妖族一锅端啊 随着黑胡子和白胡子 先后开口 一时之间 会议室内的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纷纷你一言 我一语地驳斥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 选择将造船厂建造在青牛岛上 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选择了 面对一群魔王镜 乃至魔皇镜高手的驳斥 郑小鱼虽然表面还算平静 可是事实上 他的内心却慌成了一团 其他人暂且不说 光是这黑胡子和白胡子 可都是黑光魔体的超级高手啊 而且 两人都只差一线 就可以晋升为白光圣体 这样的大能 郑小鱼以前连面见对方的资格和机会 都不可能有 而现在 这两尊大能却断然开口 严厉地教训着他 这让郑小鱼根本无法开口 脑海内更是一片空白 魔族可是一个强者为尊的种族 别说对方是一尊黑光魔体 只长着魔牛族的双天至尊了 就算对方只是一尊魔王 甚至是魔帅 也轮不到郑小鱼去反驳呀 基本上 在面前这些军部大佬们的面前 对方不管说什么 他都只有听着的分 都只有顺着的分 人家堂堂魔王 难道还不如他一个小小的 卑微的小修士的 见识高吗 哼 就在郑小鱼浑身颤抖 不能言语的当口 一道冷哼声 在会议室内冷冷地响了起来 只见一道蛇形的黑色气流 自郑小鱼头顶的百会学处 冉冉升起 同一时间 白金战剑之上 朱衡宇盘膝正作 双眼微微眯起 进入了出神状态 第4098章 措手不及 作者 云天空 刚才 通过与郑小鱼之间的灵魂锁链 朱衡宇了解和感知到了 会议室内发生的一切 看着郑小鱼浑身颤抖的样子 朱衡宇知道 不能指望他了 不是郑小鱼的智慧不够 也不是郑小鱼的能力不足 实在是 这些魔牛族的大佬 身份和地位实在太高了 而且 郑小鱼的魔体段位 现在还只有60段 在这些动辄90多段魔体的魔牛族军部大佬面前 根本连思维都很难集中起来 大脑一片空白之下 他的聪明才智 根本发挥不出来 而且说到底 郑小鱼毕竟是一个女孩子 单说胆略和气魄 郑小鱼比大多数男人 都是要强出不知道多少倍的 可是相对于 他现在所做的位置 所掌握的权力而言 他的胆略和气魄 终究还是逊色一些 因此 朱衡宇不得不借助灵魂锁链 将自己的神石降临在郑小鱼石海中 那条森罗鹰蛇身上 然后化形而出 在半空中凝聚出一道灰色的虚影 放眼看去 郑小鱼注立在讲台之上 在他的头顶 一道蛇形气流 蜿蜒而出 在蛇形气流的上半部 则凝聚出了朱衡宇的上半身和头颅 人手蛇身吗 没错 从某种角度上说 朱衡宇与森罗鹰蛇凝聚而成的 正是一道人手蛇身的灰色虚影 见到朱衡宇的虚影 出现在面前 只一瞬间 整个会议室内 便彻底地静了下来 郑小鱼也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光是让对方住口 这郑小鱼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可是 从对面那些魔牛族军部大佬们的表情上看 这些家伙似乎有点畏惧朱衡宇啊 正在郑小鱼疑惑之间 朱衡宇的声音洪亮地响了起来 我刚走 你们的智商就直线下降 又开始幼稚起来了吗 什么 面对朱衡宇的出言不逊 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怒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 敢站出来和朱衡宇正面硬刚 所有人已经摸清楚了朱衡宇的脾气 这家伙 典型是吃软不吃硬的主 朱衡宇的臭脾气 简直和魔牛族是一模一样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朱衡宇之所以敢说他们幼稚 就肯定是有理有据的 而不是纯粹是颇腹无赖式的侮辱谩骂 事实证明 朱衡宇的每一句话 都是有地方使的 既然人家说的是事实 那自然无从辩驳 做人得讲脸 尤其是做到他们现在的位置 更是要讲道理 一群虎脚蛮缠 不讲道理的家伙 是不可能治理好一个族群的 看着那群魔牛族大佬 被朱衡宇骂得一脸苦涩的样子 郑小鱼惊讶地张开了烟红的小嘴 他万万没想到 朱衡宇竟然对这些大佬 如此不客气 开口就骂 而且 最让郑小鱼惊讶的是 那些魔牛族的大佬们 被朱衡宇骂了之后 虽然一脸的愤怒 但是却硬是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 和朱衡宇硬刚 朱衡宇哪里来的胆量 竟然敢开地图炮 瞬间把所有人都给骂了 而且 光是骂了还没啥 最牛气的是 对方竟然没有一个敢爆发出来 和朱衡宇刚正面的 赞叹地 仰慕地 崇敬地 看着朱衡宇 此时此刻 郑小鱼不得不承认 他的胆略和气魄 比蜘蛛恒宇 终究还是差了太多 一片沉默之中 还是白胡子开口 打破了平静 咱有话 就不能好好说吗 干嘛动不动就骂 我们幼稚 白胡子的化身刚落 黑胡子便接口道 就是就是 而且说实在的 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们幼稚 顿了顿 黑胡子继续道 青牛岛的位置 实在太过靠近魔羊族 一旦有朝一日 魔羊族真的溃败了 那么青牛岛 作为魔牛族的门户 必将直面妖族的冰封 根本是避无可避 而妖族只要攻陷了青牛岛 便可以彻底掌控制海权 到了那个时候 整个魔牛族 恐怕都会被分割包围 逐一为奸了 听着黑胡子的话 包括白胡子在内 所有魔牛族的大佬们 都大点起头 即便是郑小鱼 也暗暗点头 这黑胡子的智商 还是非常高的 他所说的一切 也都是可以用高瞻原主来形容的 不过 郑小鱼毕竟和朱恒宇探讨过这个问题 因此 他对朱恒宇是有着绝对的信心的 朱恒宇看到的 远比魔牛族的这些大佬们远得多 时到现在 他什么都不需要做 更不需要着急 接下来 他只要静静地看着朱恒宇表演就好了 虽然 这次会议的内容 其实朱恒宇和郑小鱼早就商讨好了 不过 到底要怎么说出来 用什么方式说 却每个人都不同 郑小鱼就非常好奇 朱恒宇到底会有什么方式 去将这些观点陈述出来呢 在郑小鱼期待的 好奇的目光注视下 朱恒宇看向白胡子和黑胡子 目光来回在两人身上扫了扫 朱恒宇道 老白 老黑 你们两个 有没有闹过矛盾 闹矛盾 听到朱恒宇的话 白胡子和黑胡子 一脸疑惑地对视了一眼 随后又同时将目光 看向朱恒宇 虽然不知道 朱恒宇为什么要这么问 但是两人却还是诚实地点了点头 虽然这两个家伙 是目前魔牛族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 他们彼此之间 即是最好的搭档 也是最大的对手 见到两人点了头 朱恒宇继续道 那么 你们两个有没有暴怒之下 大打出手的记录呢 这个 面对朱恒宇的询问 白胡子和黑胡子 尴尬地对视了一眼 随后同时点头 一口同声地道 经常 听到白胡子和黑胡子的话 即便是朱恒宇 也有点措手不及 什么意思这是 还经常闹矛盾 而且还经常大打出手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不过仔细想一想 魔牛族可不仅仅是力大如牛 而且一个个都长得五大三粗 皮糙肉厚的 即便动了手 也很难真的伤到对手 看着朱恒宇目瞪口呆的样子 白胡子黑黑一笑道 我们那只是切磋的兴致 倒不是真的要凭个你死我活 点了点头 黑胡子道 一旦有一件事 我们俩意见相左 却又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话 就干脆打上一架 谁胜了就听谁的 黑胡子的话声刚落 白胡子便接口道 当然了 最后获得胜利的 一直是我 吐痴 听到白胡子的话 郑小鱼一个没忍住 当场笑了出来 很显然 白胡子的实力 是强过黑胡子的 虽然两人都是 黑光魔体的魔体断位 可是 即便魔体的断位相同 彼此的实力 也是差距巨大的 甚至可以是 天差地远的那种 但白胡子的很多做法 黑胡子是不支持的 可是没办法 魔牛族也好 魔族也罢 都是以强者为尊的 你不服事吗 那我就打到你服 因此 虽然黑胡子经常会反抗 但却一直没有成功过 第4099章 一脸疑惑 作者 云天空 胡说八道 白胡子的话声刚落 黑胡子便暴怒地跳了起来 脸红脖子粗地看着白胡子 黑胡子道 什么叫一直都是你赢 我不是先后三次 战胜过你吗 面对黑胡子的质问 白胡子悠然地俯了俯白胡子 淡然道 我那是觉得你的说法 似乎是对的 所以故意让了你一招罢了 你 听到白胡子的话 黑胡子顿时暴跳如雷 额头上的血管都爆了起来 朱衡宇不但没有制止 反而还火上浇油起来 哈哈一笑之间 朱衡宇道 老黑看来不服啊 怎么样 要不要当着大家的面 再和白胡子打上一场 打就打 听到朱衡宇的话 黑胡子傲然昂起了头颅 粗声道 我黑胡子最喜欢战斗 咱们现在就开打 面对黑胡子的腰战 白胡子当然不可能退缩 傲然站起身来 白胡子傲然道 打就打 谁还怕你是这么的 咱们找个开阔的地方 好好打上一架 等等 白胡子的话声刚落 朱衡宇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听到朱衡宇的声音 白胡子和黑胡子 同时转过头 朝朱衡宇看了过去 在两人的注视下 朱衡宇伸出右手 指了指脚下的地面道 走什么走啊 就在这里打 什么 听到朱衡宇的话 整个房间内 彻底地静了下来 在所有人想来 这朱衡宇看来是真的没醒酒啊 又或者说 他走火入魔 意识错乱了 要知道 白胡子和黑胡子 可都是魔体段位 高达九十八段的黑光魔体啊 一旦让他们在这里动起手来 这里还不瞬间被夷为平地啊 这里可是魔牛族军部种地 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 都可谓是价值连城 是魔牛族最宝贵的财产 他们就算再怎么愤怒 也绝不能在这里大打出手啊 看着所有人一脸呆滞的样子 朱衡宇淡然一笑道 哦 怎么 不能在这里打吗 那就去老黑家打吧 说话之间 朱衡宇转头朝黑胡子看了过去 笑眯眯地道 正好 也让你的老婆和孩子 以及你的亲属 亲眼见证一下这一战 如何 你 这个 听到朱衡宇的话 黑胡子张了张嘴 随后关切地道 这个 你是不是还没醒酒 不至于的吧 听到黑胡子的话 白胡子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道 我也觉得 你今天不太对劲 你要是没休息好 就回去好好休息 咱们下次开会 再谈也不迟 面对黑胡子和白胡子的质疑 朱衡宇却不为所动 淡然看着两人道 怎么 打个架那么麻烦吗 军部不能动手 我能理解 毕竟有规则限制和约束 可是 去黑胡子家打也不行的话 那我就真的无法理解了 唉 听到朱衡宇的话 黑胡子苦笑着摇了摇头道 你一直总爱说我们幼稚 可是现在看来 真正幼稚的 是你才对 哦 好笑地看着黑胡子 朱衡宇 我幼稚 我哪里幼稚了 黑胡子道 以我们的实力 一旦动起手来 方圆千米之内 都会被夷为平地的 你让我们怎么在家里打 朱衡宇微笑着道 那怕什么 只要打得爽就可以了吗 黑胡子彻底无语了 白胡子苦笑着道 你到底卖的什么关子 你要说什么 直接说可以吗 不不不 用力摇了摇头 朱衡宇道 你们俩先去黑胡子家 或者去你白胡子家打一架 然后咱们再继续谈 不然怎么也谈不明白的 听到朱衡宇的话 白胡子终于怒了 瞪大了一双牛眼 白胡子怒声道 我们怎么可能在自己家里打 一旦在家里动手 那我们的家园就彻底毁了 连我们的家人 也都将被波及到 你是想灭我们的族吗 白胡子暴怒的咆哮声之后 整个军部之内 一片寂静 很显然 这一次 白胡子是真的不耐烦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 真不明白 朱衡宇怎么就不明白呢 暴怒之间 白胡子怒瞪着朱衡宇 可是在白胡子的注视下 朱衡宇却满脸笑容 一点没有被怒斥后的愤怒 一时之间 整个会议室内 所有人都看着朱衡宇 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朱衡宇却只是微笑不语 既不反驳 也不解释 就那么悬浮在半空中 淡淡地笑着 啪啪啪 就在所有的魔牛族大佬们 一脸疑惑的时候 一串清脆的巴掌声 在会议室内响了起来 赞叹地看着朱衡宇 郑小瑜终于明白 朱衡宇到底怎么阐述自己的观点了 对于一个观点 最好的阐述方式 莫过于让对方自己亲口说出来 看着郑小瑜 一脸仰慕 无比赞叹地 看着朱衡宇 一时之间 所有魔牛族军部的大佬们 都隐约想到了点什么 可是仔细想起来 却总是隔着一层窗户纸 就是想不通 焦急地抓了抓脑袋 黑胡子 简直快急坏了 脑海中一道道灵光 不断地闪耀着 可是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就是想不通了 焦急之间 黑胡子猛地抬起头 朝白胡子看了过去 急切间 黑胡子急促地道 老白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把刚才说过的话 再重复一遍 疑惑地看了看黑胡子 白胡子茫然地道 我没说什么呀 我就说 我们怎么可能在自己家里打 一旦在家里动手 那我们的家园就彻底毁了 连我们的家人 话说到一半 白胡子如遭雷击一般 彻底僵在了那里 是啊 他们怎么可能在家里打呀 这个家 既可以是他们个人的小家 也可以是魔牛族这个大家 无论如何 除非是逼不得已 否则的话 他们不应该将战场 放在自己家里打 一旦妖族的海军 杀进了魔牛族的领地之内 那就等于是 杀到了他们的家里 到了那个时候 无论谁胜谁负 他们的家园 都将陷于战火之中 覆巢之下 也有完卵 因此 他们的家人 也必将在战火中死去 如果 朱衡宇光用嘴去说的话 恐怕说上一整天 也不一定能说清楚 讲明白 可是现在 拿实际的例子出来 所有人立刻就明白了过来 就像白胡子和黑胡子 不可能在他们自己家里打架一样 魔牛族也不应该把妖族大军放进来 在魔牛族的家里进行战斗 必须要聚妖族大军 与魔牛族领地之外 才可以避免魔牛族的领地遭受战火的侵袭 才可以让魔牛族的子民们 免受战火的摧残 毫无疑问 这绝对是魔牛族军部的大佬们 一定要尽全力去做的 他们不可能看着魔羊族彻底溃灭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妖族的大军 一路杀入魔牛族领地后 才奋起反抗 这太愚蠢 太失职了 第4100章 封锁带 作者 云天空 一时之间 整个会议室内 响起了嘈杂的议论声 很显然 所有人都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所谓纯王齿寒 一旦任由魔羊族彻底溃灭 坐视妖族大军杀过来 那就太愚蠢 太失职了 既然要打 那就肯定不能在自己家里打 而是把敌人挡在家外 在外面打 只有如此 自己的家园 才不会被破坏 只有如此 自己的家人 才不会被屠戮 啪啪啪 一片嘈杂声中 朱恒宇接过了郑小鱼手中的亮银枪 用力敲了敲讲台 很快 朱恒宇弄出的声音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朱恒宇探出手中的亮银枪 朝海图上点了过去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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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动着亮银枪 朱恒宇在海图之上 圈下了三个区域 与此同时 朱恒宇开口道 外洋岛 白洋岛 以及山洋岛这三大群岛 共同连成了一条岛链 妖族如果试图进攻魔牛族的话 就必须突破 这三大岛群的封锁 否则的话 他们永远也别想靠近魔牛族领地 看着朱恒宇所指点的位置 所有魔牛族大佬们 都暗暗点头 确实 白洋群岛 外洋群岛 以及山洋群岛 这三大岛群 不成了一条弧形的封锁带 想进攻魔牛族 就必须穿越这条岛链的封锁 深深地看着海图 白胡子皱着眉头道 如果妖族大军从北方海域 绕过这条岛链 似乎一样可以抵达我们魔牛族领地吧 绕过去 朱恒宇耸了耸肩膀道 如果他们真的绕过去了 或者说我们真让他们绕过去了 那他们确实可以顺利抵达魔牛族的领地 说话之间 朱恒宇用亮银枪 在海图上画出了一条长长的拱门形状的航线 淡然看着大家 到 从外洋群岛的最远端 到魔牛族最外围的青牛岛 接近一万海里 而如果妖族海军绕一大圈 从这条岛链的北部绕过去的话 那么这条航线的总长度 则高达三万海里 现在的情况是 魔牛族又不是没有海军 为什么要任由他们绕过来呢 单就海上而言 朱恒宇为魔牛族建造的铁甲舰 最少比妖族海军先进一百年 完全可以在大海上彻底击败妖族的舰队 如果他们真的试图绕过来的话 那就等于是放弃了陆地优势 单单说起海上的海战 魔羊族的海军和战舰 还真没怕过谁 听到朱恒宇的话 黑胡子摇了摇头道 不行 所谓摆密一输 这条防线毕竟是死的 不会移动 而且 这大海这么大 妖族大军 还是有机会 绕过海军的封锁 抵达魔牛族领地的 那又如何 他们来就让他们来好了 反正我们这条岛链不失线 就算他们过来了 又能如何 朱恒宇问道 白羊群岛 山羊群岛 以及外羊群岛 横跟在那里 阻断了妖族海军的退路 和补给线 就算妖族一支舰队绕了过去 又如何 就算不理会他们 他们也很快就会淡尽粮绝了吧 妖族不会那么愚蠢 就算他们真的那么做了 魔牛族的海军 也肯定可以轻易 将他们绞杀成渣 一支失去了补给的远洋舰队 基本是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的 更何况 妖族在海上 根本就不是魔羊族舰队的对手 在朱恒宇的解释之下 所有魔牛族的军部大佬们 都松了口气 现在想想 两三万人拥挤在一艘战舰之上 每天的消耗 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而作为战舰 又注定没有多少空间 用来装粮食和淡水 因此 妖族是不太可能绕过来的 就算绕了过来 也没什么可怕的 只要那条岛链没有陷落 妖族的海军就得不到补给 如此一来 他们就沦为了魔牛族海军的猎物 只能被猎杀在大海之上 当然 也有人担心魔牛族的舰队 会抵挡不住妖族的海军 不是妖族海军的对手 可是这个担心 其实是多余的 妖族海军 若真的可以战胜魔羊族海军的话 那么那条岛链 根本就守不住 妖族又何必多此一举的 让那么大一圈过来呢 总而言之 白羊群岛 山羊群岛 外羊群岛 这三大岛群不成的弧形岛链 就像一张坚固的盾牌一样 挡在了魔牛族外 大约三千海里的位置 一旦妖族突破了这条岛链 便可以在这条岛链上 建立多条不给站 到了那个时候 妖族大军有了后方的补给根据地 便可以不断地对魔牛族发动攻击 而一旦这条岛链失守 那么 对方就等于是在魔牛族的家门口 修建了一座碉堡 因此无论如何 这条岛链 都是绝对不能陷落的 一旦这条岛链陷落了 魔牛族的屏障就没了 保护魔牛族的那张盾牌 就变成对方的桥头堡了 看着海图之上 那三大岛群 一时之间 所有魔牛族的大佬们 都不由得汗流加倍 大意了 真的大意了啊 虽然这其实怪不了他们 毕竟 魔牛族真正精通海战的 一个都找不出来 可是不管怎么说 这终究是他们该想 却并没有想到的 一旦他们 就这么敢坐在这里 坐视着魔 羊族覆面 坐视着妖族 占领了这条岛链的话 那么 魔牛族真的就危险了 有了坚固的根据地 不几点 妖族的海军 便可以源源不断地 对魔牛族发起进攻 如此一来 即便魔牛族不想 也只能在自己的家里 与妖族大战一场 魔牛族的子民们 也必将陷于战火之中 惨遭屠戮 如此一来 魔牛族的军部这些大佬们 就实在太失职了 即便是以死谢罪 都不足以赎罪 一片寂静之中 朱衡宇用手中的亮银枪 在海图上点着 嘴里道 这条岛链 就是魔牛族的第一道防线 无论如何 绝不能让其陷落 否则的话 魔牛族与妖族之间的战斗 就只能在魔牛族的家里打了 无论这一战结果如何 就算最后胜利的是魔牛族 他们的家园 也彻底被毁了 到了那个时候 即便是胜了 最多也不过是惨胜而已 一战之间 魔牛族恐怕就底蕴进去了 亿万年的积累 将全部在战火中 化为乌有 说话之间 朱衡宇手中的亮银枪 在那条岛链与青牛岛之间的海域中 来回滑动着 与此同时 朱衡宇继续道 至于这三千里的海域 就是魔牛族的院落 这条岛链 就是魔牛族的围墙 听着朱衡宇的话 看着他手中亮银枪的指点 一时之间 所有魔牛族大佬 都大点气头 太形象 太具体了 仔细看来 白羊群岛 山羊群岛 外羊群岛组成的岛链 可不就像是一道围墙一样吗 至于那三千海里的无人区域 可不就是魔牛族的院落吗 一旦任由妖族穿越了岛链 跨越了三千海里 他们可就登堂入室 进了魔牛族的家里了 本章完 将来传回来 如果还那么久 这一天就已经遇到了 让我们再试不试 涂茶 Gray 被尖茶 越益 输 山群岛 感谢观看